经纲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零 请先开经本第156面 五 末世众生 斗争兼顾 夜众福清 葬身慧浅 然而尚有受持独诵者 则正向之事 大有其人可知 特举末世 已是不可轻视众生 此色受之平等也 末法时期斗争兼顾 这是我们现代人普遍都看到的 证明是尊在三千年前所说的预言真的兑现了 本经我们曾经读到佛所讲的五五百年之后 这个说法大成经里面可以讲很普遍 每五百年是一个大的转变 我们是尖人常讲 一般人的命运五年一转运 而五百年运数是大的转变 佛为我们说出末法时期 佛法分为三个时期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时期一万年 相 是相似 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变化 而末法变质就更大 佛陀灭度之后二千年 就是属于末法时期 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 佛灭度到今年已经是三千零二十年 换句话说 末法一万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 以现代西方人的讲法 释迦牟尼佛灭度二千五百多年 我们也处在第六个五百年间 佛法变质越变幅度越大 斗争是越来越坚固 没有一处不斗争 斗争坚固并不是专指我们佛教 整个社会无论哪一个阶层 无不是斗争坚固 佛看得很清楚 我们想想 为什么现代人犯这些毛病 为什么从前人不犯这个病 过去第一个五百年是 解脱坚固 解脱是正果 不是简单的 往后有 禅定坚固 有 多文坚固 多文是讲学 有 塔庙坚固 大家新建寺庙 雕塑佛像 像中国敦煌 大同这些佛像 几千尊 几万尊 都属于塔庙坚固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沦落到斗争坚固 从整个历史上来看 五百年是一个大的阶段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推究其原因 就是在授持 读诵 为人解说 古时候授持的人多 读诵的人多 讲经说法的人多 大家都明理 所以都能发愤向上 现在人不授持了 也不读诵 也不说法了 天天在干什么 天天在打妄想 天天在分别执着 当然斗争坚固 这些道理 我们不能够不明白 所以古人总结一句话说 今天世界为什么这样动乱 一言以蔽之 不读圣贤书之过 圣贤书不念了 这是根源之所在 我们明了根源 要挽救劫运 要自度度它 从哪里下手 唯有从授持 读诵 为人眼说下手 这可以度自己 可以利益众生 不要看自己 一个人力量很微弱 不尽然 一个人也能发挥 巨大不可思议的力量 诸位应当想想 世尊当年是现成佛在路野院 也只度了五个比丘 换句话说 是加木尼佛起家 不过是一个老师五个学生而已 五个学生就能创教 就能把佛法红遍全世界 由此可知 我们今天要有五个人 怎么不能够心教 世尊能创教 我们有五个人也能叙佛会命 也能够复兴佛教 这在理上讲得通的 世上能不能做得到 这五个人果然一条心 都能够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就行了 就能够心教 虽然在这个时代 我们业障习气很重 福报很薄 不要看现在的社会富裕 物质生活享受 古人所不能比 那是另一桩事情 谈到福报 说老实话不如古人 古人一生生活的悠悠自在 真的是过人的生活 现在人富有 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是什么生活 机器的生活 人都变成机器 自己做不了主宰 不但心随进转 身也被进转 身心都得不到自在 古人可以说他的自在 他能够过自己希望过的日子 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那才叫人 现在你喜欢偏偏做不到 一定要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所以现在人生活之苦 比古人不晓得要加重多少倍 现在的人身心不安 生活有压力 精神有压力 社会有压力 的确是身心都不安稳 这就是福报没有从前人那么重 古时候人福报重 账身 夜账 那就不必说了 我们前面讲的太多 我们的烦恼 忧虑 牵挂 不晓得有多少 外面五欲六成 种种的诱惑 我们不要说古时候 想一想二 三十年前跟现在比一比 诱惑的力量增长多少倍 这是账 没有智慧应付生活环境 怎么不堕落 怎么不被环境所转 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居然还有受持 独颂 金刚般若 的人 这个不简单 这是佛对我们的赞叹 末法时期有这些人 正法 相法 受持 独颂 为人演说的一定很多很多 大有其人可知 所以过去是众生业障轻 福报大 原因就是受持的人多 读诵的人多 演说的人多 我们要想改良社会风气 要想化斗争坚固 提升到解脱坚固 禅定坚固 多文坚固 没有别的方法 唯有自己认真努力依教奉行 认真努力地宣传佛教 使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 读经文法的人 愈来愈多 这个社会的风气自自然然就转变了 佛在此的特举末法时期 这是教导我们不可以轻视众生 末法时期也有善跟福德很深厚的一类众生 在五卓二世 他能够不被环境污染 遇到正法 他能够信受奉行 这个原因我们也很清楚 那是他无量节的善跟束缚 这也是显示出佛度化众生的平等 六 此经最能消除业障 漠视众生 不可不奉持此经 此经为三宝命脉 故劝献钱当来一切众生 立位红传 敬位来际 不令断绝 此父主之身长也 此经最能消除业障 漠视众生 不可不奉持此经 这世将居士特别嘱咐我们 业障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业 是造作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障 障碍我们的清净心 障碍我们的智慧福报 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说法 错了 错了就产生障碍 智慧不能现前 现前的是烦恼 福德不能现前 现前的是恶报 现这个东西 这叫作业障 业从哪里来的 业从起心动念来的 罪从心起 还得将心颤 如何颤法 心清净 业障就没有了 诸位要记住 你心不清净 你的业障没有办法消除 心清净 业障就没有了 所谓 罪业如双路 会日能消除 清净心 身智慧 佛在这部经上 告诉我们 信心清净 则生石香 石香般若现前 那什么样的罪业 也消除了 这部经 确实是帮助我们 修清净心 它的方法妙极 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无助好 无助就是放下 就是舍弃 把什么舍弃 把妄想舍弃 把执着舍弃 分别舍弃 忧虑舍弃 牵挂舍弃 你统统都舍掉了 你的业障就没有了 这些统统叫业障 本经教你把业障放下 把业障舍弃 业障就消除 就没有了 末法时期 众生业障特别重 特别重就是 更要放下 更要舍弃 所以说 末世众生 不可不奉持词经 奉持词经 这个意思也讲过多遍 不是教你拿着 不经天天念 天天念有什么用 是要遵照经上的教会 把一切都放下 真正做到心魔所住 你的心清净了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念阿弥陀佛的心 生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劝导一切众生要放下 要念佛 我们要生这个心 能这样做的就是奉持词经 就是信受奉行 受持此经 此经为三宝命脉 佛法的兴衰 换句话说 就在学佛的人 你能不能放下 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人 出家人是在家人的榜样 在家学佛是社会大众的榜样 我们出家人样样都放不下 在家学佛人看到你们出家人放不下 那为什么我要放下 社会没有学佛那些人看到 你们学佛人都放不下 我何必要放下 所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们在经义开端 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 给我们做了示范 给我们做了榜样 不能不懂这个意思 这就是三宝命脉 故劝献钱当来一切众生 立位红传 敬位来际 不令断绝 此副主之身长也 副主的意思很深很长 立位红传 要认真努力去弘扬 到处讲经就是弘扬 传世教学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不能叫它中断 红传 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责任 世尊当年在世 典型已经建树 红法不错 是出家人的重要任务 也是首要的事业 否则的话 你出家干什么 修行 在家人一样修行成就 在家人成等觉菩萨 成佛多的是 成佛 成等觉不一定要出家 出家就是要续佛会命 换句话说 出家人就是这三句话 立位红传 敬位来寄 不令断绝 我们是为这个出家 出家要做不到这三句 那就是我们有过失 在家人有这个姻缘的 也要发心力为红传 从世尊那个时候起 一直到现在 在家居士建道场 红传伐 每一个时代 都有这些长者 大德居士出现 他们对于续佛会命 有很大的功劳 像近代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 佛法却确实实是 在家居士挽救的 中国出现了洋人山居士 全心全力的红传大臣 搜集遗师的经典 他的学生欧阳静吴 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 传法 培养红法人才 你们诸位同修晓得 我们佛门里面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是内学院的学生 欧阳静吴居士的学生 居士里面有不少大德 都是内学院出身 这是救了中国的佛教 在台湾有李秉南老居士 在泰国有高相儒老居士 每个地区都有这些大德 建道场 讲经说法 培养学生 今天我们在此的 李牧原大居士 他的功德不亚于洋人山 不亚于李秉南 这都是菩萨化身 不是凡人 凡夫人他想不到 他也做不到 这是经里面所说的 应以居士身而畏说法 他就现居士身出现 真正坐红传的大野 这些人是真正受佛的祖父 续佛会命为佛传灯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自己一定要发心效法 要立志 要发愿 109 杰成经功名男据说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 有受持读诵词智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着 或有人闻 心则狂乱 狐疑不幸 这一段式,结成金工,总结,金刚班若波罗蜜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佛教者须菩提,凡是经典上称名,都是提醒注意,下面有重要的开示要说。 假如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词经。 这一段话正是说的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后末世,佛灭度之后末法时期,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叫我们。 我们被佛教了,下面这几句话,想想我们做到没有。 授持,我们有没有授持,有没有读诵。 我相信读诵的人有,大概不少,授持的人可能就少,但是那个功德之大是在授持。 如果读诵而不授持,有功德,不能说没有功德,功德小,功德不大,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只是给我们菩提道上种原因而已。 正如同我们过去世,生生世世当中,我们的确读诵没有认真授持,如果认真授持,现在怎么会坐在这儿听经? 早就做佛,做菩萨去了,哪里还当凡夫? 喜欢读诵而很难授持。 授持是要把它做到,没有办法做到。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舍不得放下,你的钱财舍不得放下,你的产业舍不得放下,你的亲情舍不得放下,舍不得放下的事情太多太多。 这就是没有授持。 授持就是经上交给我们一切放下,应模锁住,我们虽然也身心,也不失,而行不失。 可是就是放不下,这就是没有授持,有毒送没授持。 如果这一生还是这个办法,还是不能出三界,依旧要搞六道轮回,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世,才能够再遇到这样一个法会,这个法会不容易遇到。 很难遇到的,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受持。 如果你真的觉悟,真的想不再搞六道轮回,希望我这一生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最后生,最后一次,下一次我要再来,一定是菩萨再来,绝对不是生死凡夫。 你要是这样的觉悟,那你是真的开悟了,你真的明白。 怎么做到? 放下就做到。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求人,求人没有把握,这事情求自己,肯不肯放下。 实在有真的放不下的事情,想想佛在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能执着的不可得。 想想放不下的那些事,那些事都是因缘身法,当体即空,也了不可得,由此可知,你自己牵肠挂肚放不下的,那个事实真相是什么? 妄想而已,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你真的是可怜悯,不是事实。 若能执着的我,所执着的一切法是事实,那是尊点头,你放不下是应该的,它是事实,哪里晓得你以为的事实,全都落了空,佛才讲,可怜可怜,这真可怜。 一场空,理透彻,明白了,叫看破,看破没有放不下的。 为什么? 知道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本经说的好,一切有未法,如梦幻泡影,不但人生是个梦,六道也是个梦,十法界也是个梦。 什么时候你在梦中觉悟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经典里面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受持,真的要受持,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诸佛如来都说不尽。 佛在此的说,我若据说者,据是具体说明,大家听了不但怀疑,恐怕心要狂乱,决定不能接受,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要是这部经从头到此的一直听下来,有前面的基础,我们能够信得过。 为什么? 受持此经就是称信而修,全修即信,真如自信的功德是一切诸佛都不能够穷尽的,这是事实。 一,此阶尘前五次教显功德。 垂戒学人,显示精致,两种生意。 狂乱,狐疑,皆垂戒学人语也。 此阶尘前五次教显功德,教式比较,显示显示。 本经到此的,一共是五次教量显示受持读诵的功德不可思议。 垂戒学人,显示精致,两种生意,垂是上对下,戒就是教戒。 教导我们,教学的意思。 显示,金刚精,的宗旨意趣,有这两种生意。 狂乱,狐疑皆垂戒学人语也,此句都是教戒我们。 二,狂乱,指望谭般若,未解真实意也。 祸乱众心,故曰,心则狂乱。 狐疑,将信将不信之意。 意犹未解真实意,不能生起决定信心。 狂乱指望谭般若,未解真实意也。 学般若,望谭般若,确实有这样的人,不但现代有,自古以来就有。 祸乱众心,故曰心则狂乱。 狐疑,将信将不信之意。 意犹未解真实意,不能生起决定信心。 这是说明佛门里面在家出家,都是因为没有授持只有读诵,换句话说,学习并无心的,所谓是口耳之学,儒家所谓记问之学,道听徒说,这样才发生误会,把经义讲错了,叫人听起来怀疑,狂乱,怀疑。 这些现象,他的根源,他的后果,我们都必须清楚地理解。 三,世尊此言,世界行人当之此事本非言说所及,为正方之。 必须一切不着,真修实行,九九方能相应,不可狂也。 公道便能自知,不必一也。 世尊此言,世界行人当之此事本非言说所及,为正方之,般若确确实实如此,一定要你自己清正。 怎么正法? 就是放下。 你放下了,你就知道,你就明了了,你要是不放下,一切诸佛给你说,都叫隔靴骚痒,很不容易体会。 你放下一分,你就体会到一分,你放下二分,你就体会二分,你越放得多,你越体会得多。 所以这事情一定要从放下才能见效,读没用的,研究讨论怎么搞都没用,这叫真正的佛法。 真正佛法,你读遍三藏十二部,读得滚瓜烂熟,从后面可以背到前面,你要不能放下还是没用。 佛法你懂不懂,你一点都不懂,你所懂得的皮毛文字,文字懂不懂,文字还是心则狂乱,狐疑不幸,文字也没懂。 必须真正做到清正境界,然后听佛讲经的文字,你读真的就懂了,这是佛法的难处。 给诸位说,所谓难处,也真正是佛法的益处,佛法是不二法门,难亦不二。 为什么说难? 不肯放下就难。 念上几百年,被熟三藏十二部,没进去,没懂,这不是难吗? 为什么叫义? 放下就容易了,真的放下了,一部经没读,像禅宗六祖会能大师一部经也没读,他什么经都懂,义处。 六祖会能容易。 学教的人好难。 难意在哪里? 肯不肯放下。 为正方知,诸位要晓得什么叫正,放下就是正。 下面教给我们,必须一切不着,不着就放下,一切不执着。 真修实行,真修修什么? 把那个放不下的,把他修掉,修事修正,不肯放下是错误,把他修正过来,我从今天起一切放下。 所以真修就是无助,实行就是身心,应摩锁住,而行不失,真修就是,应摩锁住,我们的病就是住,处处要住,这个很糟糕。 这边的居士灵,发心印两千本,金山活佛神异录,这小册子是个同修送给我看,我看了很欢喜,我就发心印。 结果李牧原居士说我们居士灵印,印了两千册,印出来了,可能在外面结缘。 诸位同修仔细去看看,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他那个行持就是,真修实行,什么形式都没有,真的式的大自在,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九九方能相应,不可狂也,就是一定要一切放下,一切看破,把我们的一些毛病习气,统统修正过来,这样才能见到功夫。 千万不可狂妄,人一发狂就完了,就错了。 世间法里面,孔老夫子曾经有个比喻说,论语,上讲的,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那样,周公是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人,这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之才之美。 若交且令,假如他犯了二个毛病,一个是骄傲,一个是吝啬,吝啬就是执着,谦令,贪令。 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他那个如周公之才之美,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是装出来骗人的,不是实在的。 真正是实在的决定没有交慢,决定没有执着。 如果他还有执着,他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实在讲,一般人装模作样,欺骗一般众生容易,欺骗有学问的人不容易。 不管你什么大德,他一看你,你还有傲慢的习气,还有分别执着,他对你就是敬而远之。 为什么? 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没有真实的修行功夫,你没有实德。 公道便能自知,不必已也,问题是你功夫答不到,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真性,你有二分功夫,你就有二分真性,一点都不骗人。 一一一零,明不思议。 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义不可思议。 经义是指教科书,这一份教材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讲教材,这教材不可思议。 依照这个教材去做,果报不可思议。 一,当知,两句,正是归界狂仪者之词。 果报,指所得功德,即上文和单如来即当的菩提。 经义,专明离一切诸相,方能正性。 分分离,便分分正。 皆印离名字,言说,心缘诸相,唯密契入。 虚相浅静,静得自显。 当知两句,正是归界狂仪者之词,佛说应当要知道。 学了一点般若,自己以为有智慧了,这个智慧差不多跟佛菩萨一样了,真的生起狂妄之心,这一种心态往往就,妄谈般若。 妄谈般若,的人多。 诸位仔细看看,金刚经,将为农居士的讲义,我们节路节的少,他讲义写得很详细。 他说在唐宋的晚年,把般若讲错的人就很多,那个时候就忘谈般若,何况现代。 为什么会把般若讲错? 讲错了就是恶取空。 般若,一切都不执着,尤其,金刚经,上这几句话,则非,市民,常常被人家误会,这就是犯了很大的毛病。 唐宋之后,许多大德不敢讲,般若经,就是怕听经的人错会了意思。 不要认为吃饭者则非吃饭,市民吃饭,那个问题多了,杀人者则非杀人,市民杀人。 你这不是无恶不作吗? 这叫般若。 妄谈般若。 真的学,金刚经,发生这样误会的人,很多很多。 波无因果,无所不畏,这将来必堕阿比地狱。 佛不害人,他自己害自己,他自己错解了佛的意思。 所以将居士说般若一定要讲,但是要讲一定要细讲,决定不能让人有误会。 为什么? 这不经是三宝命脉,是我们的度的根源。 我们能不能往生,实在讲与这个经大有关系。 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业缘,要不能彻底放下,你怎么能往生? 放下就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受持不是指别的,就是叫你一切放下, 法相,非法相都不可住,两边不住,教你身心,一心念佛,这是决定的身。 金刚经,的原理原则,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可以带进去,都可以让你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 所以经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当之。 果报,指所得功德,即上文何丹如来即当的菩提,何丹就是续佛会命,把弘法立身的担子,我们真的担当起来。 什么人能够挑起这个担子? 受持,金刚般若,的人,有这个能力。 无论你学哪一宗,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只要你真的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就是,金刚般若,你就能够担起真正弘法立身的担子。 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得要看破,都得要放下,丝毫的分别执着都不能有,这就是继承佛的家业,继承佛的事业。 第二,当的菩提,当是将来,不是现在,你将来一定成佛,的菩提就是成佛,就是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换句话说,这个果报,现在能够继承佛的家业,续佛会命,将来一定成佛。 经义,专明离一切诸相,方能振兴,这是本经的教义。 本经教义是什么?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要离一切相,法相要离,非法相也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要离,绝不可以执着。 相有没有? 有。 心里面不能有,心里面有这些相就坏了。 叫你离乡,不是离外面这些是相,形相,不是。 是叫你离心上执着的相。 心要清净,用心要像一面镜子一样,佛的心,菩萨的心像镜子,不落痕迹,都不着。 不但那个香离开的时候,镜子里面没有,镜子不着香,正在面对面照的时候,镜子里面合藏着了香。 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照镜子有没有想到,我今天一天处事待人接物,我的心要跟镜子一样,我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决定没有丝毫染着。 这个心就是佛心,真心,就是本性。 众生用心,实在讲是照相机的底片,照一下里面就落一个,再照一下又落一个,里面是肮脏,一塌糊涂。 你要不相信,你晚上睡觉会胡做梦,会乱做梦。 为什么那个梦那么乱,那么多? 就是乱七八糟的影像,在那个时候你控制不住,它现行了。 清净心的时候不做梦,就没有梦境。 我们中国古人也讲,智人无梦,智人也是儒家讲的圣人。 世间的圣贤人,他心清净,他没有染着,所以他睡觉不做梦。 从做梦也能够考验自己的功夫。 没有学佛,做的梦都是奇奇怪怪的,常常做噩梦,从梦中下醒过来。 学佛念了几年佛之后,噩梦少了,可是梦里面还是乱七八糟,虽然有一点小功夫,功夫不够。 在念几年佛,心更清净了,噩梦没有了,虽然有梦,梦的境界很清楚,很安和,这都是好境界,梦中境界不乱,像日常生活当中有条理,有顺序,不是乱做梦的。 这些地方都能够堪厌自己修持的功夫。 如果常常梦到诵经,拜佛,这好事情。 这是什么? 你的功夫比较得利,连梦中对于自己修持都没有忘记。 清醒念佛,做梦还能念佛,这是好境界。 你们将来发心讲经,醒的时候给大家讲经,做梦的时候也在讲经,讲经的习气,我们平常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它确实有这个关系。 但是梦中饿的境界不要恐惧,好的境界不要欢喜,为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有些人做了梦,梦中境界总是念念不忘,还来问我,我说,梦。 你还要问,问什么? 你还执着这个干什么? 梦都放不下,现前的事情怎么能放下? 这真的叫颠倒。 梦中梦到佛来了,也若无其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无其事就好,金刚经,上交给我们的。 不要说是梦中见到佛,就是你在打坐钉中见到佛,或者你走路看到佛来了,也若无其事,也不要大惊小怪,我见到佛了,佛给我摸顶,我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 依旧搞六道轮回。 为什么搞六道轮回? 你折向。 这个要紧。 所以要放下,一切都不执着,好的境界不执着,恶的境界也不执着,这就对了。 离一切相,一切诸相统统要离,方能正性。 性是什么? 性就是真心,就是清静心。 分分离,便分分正,正的圆满就成佛。 离,慢慢地离,先练离间私烦恼,从粗众地先练,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斜见,先从这儿离。 大臣经常常读读,我们的看法,想法逐渐正确了,跟佛的看法,佛的想法接近,我们斜,错误的知见就远离了。 以前我们确确实实把身当作我,把一切万物看作是真实的,这就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 现在明白了,知道身像是五蕴合合的假香,知道一切万法缘其性空,确实是刹那九百生灭的叶因果报香续香,真的,当体极空,了不可得,看破了。 这个看法,想法跟佛一样,这一切都放下了,我们跟佛的做法就一样了。 看法想法跟佛一样,但是做法跟佛不一样还是不行,不管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做法也跟佛一样,佛是一切都放下,他身在帝王之家,一般人迷在名位上,真名夺利,抢着去做皇帝。 人家皇帝到手了,不要了,放下,妻子儿女放下,财富放下,产业放下,他做给我们看,他样样放下,最后只剩下三衣一波,天天到外面去托波,什么都放下。 他不是说叫我们放下,他不放下,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 你说放下好,你为什么不放下? 他果然放下,他真得自在。 分分离,就是分分放下。 一定要真的放下,放下一分就正一分,你就体会到一分,你就领悟到一分。 接应离名字,知道名是假名,不要执着名字香,不要执着言说香。 新缘,就是妄想,更不能够执着。 名字,言说,新缘诸相,唯秘契入。 虚相浅静,静得自显。 这是功夫,完全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对于社会所有一切境界横顺众生,在这里面修随喜功德。 随顺一切众生,世上随顺,相上随顺,心里面不随顺,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是这个随顺法。 心里面清净,一切放下,那个随顺跟诸位说,是真实智慧的随顺。 如果心里面还有执着,还放不下的,那个随顺是情直的随顺,这里面决定生烦恼。 如果是充满智慧的随顺,那决定生菩提,他不生烦恼。 维密契入,这四个字好。 只要这样做法,这才叫依教奉行,这是真正受持,金刚般若。 虚相浅静,虚就是假象,虚妄的,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相统统把他离开,没有了,舍尽了,自信里面,尽得自显。 尽得就是经上讲的信心清净,清净心现前了。 清净心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 弥陀经,上讲的,阿弥陀就是自信净得,一切皆是无量。 净得自显,就是自己真如本性完全透出来,障碍没有了。 二,是尊之意若曰,前所谓法及非法者何耶? 当之,是经意不可思议,故也。 前所谓佛及非佛者何耶? 当之,果报义不可思议,故也。 世尊之意若曰,世尊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若曰,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前所谓法及非法者何耶? 这是一句问话,为什么说法及非法? 法是如来所说一切法,为什么说佛所说的一切法即是非法? 佛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佛法也不能执着。 为什么? 佛法是原生的,佛哪有法可说,佛实在是无法可说。 如果真如本性里还有法,那就坏了,你清净心当中又被污染。 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没有法的。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实在无有法可说。 佛既然无有法可说,你还把佛说的这些废话,映成,大藏经,废止一堆,把这个当宝贝,你就错了,你全错了。 金刚经,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当知识经义不可思议故也,经的真实义,真实义是什么? 不能够想。 死是想,不可以想的。 义是讲解讨论,不可以说的。 你能够想的不是经义,你能够说的也不是。 经你要去研究,那不叫冤枉。 经怎么可以研究? 我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金没意思,如果有意思的话就是死的。 死东西它才有意思,金没有意思。 所以一百个人讲,有一百种的意思出来,一个人讲,金刚经,我也讲了不少遍,每遍讲的意思都不一样,它怎么有意思? 没有意思,它起作用就无量意,要有个意思,那就是死的,就坐实,就死了。 所以经是活活活泼泼泼,经只可以读,不能研究讨论,不能思维想象。 思维想象是妄想,打妄想,研究讨论是胡说八道。 那就是前面讲的,妄谈般若,不可以思,不可以意,佛居然有思有意,跟我们说了这么一大堆,这是什么? 这是如来无助身心,可是在它是身心无助,我们很糟糕,我们身心马上就住,这就坏了,不解如来真实意。 如果我们能解如来真实意,我们听了之后也无助,那就是所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我们听经,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就是唯秘契入。 诸位要是这四个字不懂的话,你反复想象我这个讲法,这就叫唯秘契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 这两句话的反复,实在讲,跟在哪里? 跟就是无助身心,无就是无助,应摩索住,说听就是身心。 诸位要记住,身心无助,无助身心,这样就唯秘契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话给别人听,是不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 别人说话我们听,是不是听而无听,无听而听。 你要是在讲堂上听经是这样的,离开讲堂真的有说有听,不就又完了。 又回到老习气那里去了。 一切时,一切处,与一切众生接触,都是这个样子,这才叫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才是真正的唯秘观照。 穿衣吃饭也是如此,吃饭吃而无吃,无吃而吃,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真的有吃。 金山活佛妙善意吃,别人乘饭送给他吃,供养他很高兴,他也很欢喜,好。 你供养他,来,我来,我吃你一碗,那个人又添一碗,行,我吃你一碗。 一个步空过,一下吃了十八碗,这步就撑坏了。 旁边乐观法师看他这个样子,活佛你行吗?活佛悄悄跟他讲,告诉他,你是一个研究经的,你懂不懂一多不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要是懂这个道理,再多都是一,不要说十八碗,一百八十碗他也没觉得账。 人家试入这个境界,没有多少,我们试着在多少上,人家多跟少是一,这个很厉害。 有一天他也试验,陈范送给乐观法师吃,吃一会儿,又给他添,连续添,他也吃了十碗,你觉得怎样,他也没有觉得什么。 可见得多跟少都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妄念,妄念在作祟,妄念没有了,亦多不二,万法亦如,这才入了唯秘契入,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 因为我们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厉害了,不肯放下,没有看破不肯放下。 金刚经,知妙,这样少的经文,这么样简单圆满的开示,一点不啰嗦,没有委屈婉转,直截了当告诉我们,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体会他的意思,依教奉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这是,经意不可思议。 前所谓佛即非佛,佛即非佛是讲果报,当之果报亦不可思议。 成佛了,凡夫折了成佛的像。 佛又没有这成佛? 没有。 佛没有这成佛的像,菩萨也没有这成菩萨的像。 如果折了成佛的像,折了成菩萨的像,他还能分身吗? 他还能硬化吗? 不能。 他这个像没有了,像没有了,才能够,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众身心里想什么像,它就变成什么像,三十二像,八十种好,是我们众身想出来的。 凡夫认为这个像是大人之像,富贵像,佛就献这个像。 佛没有像,所以他能够献像。 我们为什么这个面孔不能改变,执着? 我这个像就是这样子,不是这个就不是我,这个像就不能改,不能变,道理就在此地。 执着 所以说,佛即非佛。 当之果报亦不可思议,这个解释很精简,实在讲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要真正地去体会,要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奉持,金刚般若。 从来不念,金刚经,一个字,也是圆圆满满奉持,金刚般若。 如果你做不到,你每天把,金刚经,念上二十遍,与受持毫不相干,这个要知道。 三,总之,是经意趣,是专潜情直,以正空计之性。 果报,即是正的不可怨念之性。 直须言语道断,心形触灭,方许少分相应。 心形触灭,不可思也。 言语道断,不可意也。 死之谓,金意不可思议,果报意不可思议。 总之,是经意趣,是专潜情直,潜是离开,是教人离开。 这个经的意理规去,没有别的,是专门叫人把情直放下,也就是叫你离一切乡,一切都不能执着。 法上映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 为什么佛所说的一切法,也不能执着? 因为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是因缘身法,也是当体即空,这个要知道。 佛在这部经上所讲的,前面曾经详细的说过,在法御的那段经文上讲过。 佛说法如法御者,这是佛在小成经上常讲的比喻,叫小成人不能有法治。 金刚经,上也用这个比喻,但是意思深。 小成经上的比喻是过了河就不要船了,这个法就不要了。 金刚经,上,我正在坐这个船,我也不执着它,这个意思比小成经上深得多。 我们今天要不要用佛法,要用。 我用它,我也不执着它。 这就高了,这比小成就高了。 小盛世,我现在用它,我要执着它,到我将来过了河,成就了,正果了,我再不要它。 诸位想想,它能不能正果。 它不能正果。 为什么不能正果,它不肯下船。 过河,我过了河的时候,我就不要船了,它是死牢牢执着这个船,它不下船,它能过得了河吗? 它过不了。 什么时候它把这个舍掉,它就正果。 所以小成人笨,时间长,大成人聪明,正在船上正在舍,很快的就渡过了。 小成人一定要见到彼岸才肯舍,大成人没见就舍,一舍彼岸就到了。 舍掉就是彼岸。 彼岸是什么? 彼岸是舍。 这个岸执着,那个岸是舍。 我一舍不就到彼岸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 你不肯舍,那你就是在生死这一岸,舍了就是如来大涅槃的彼岸,一念之间。 班若是诸佛的心碎,是成佛的心要,一点都不错。 专潜秦职,以正空济之性,离开秦职,真如本性就现钱。 去找,到哪里去找真如本性? 没这回事情,放下吉士。 果报,即是证的不可怨念之性,这个果报是讲佛的果报,无上菩提的果报。 无上菩提的果报是什么? 就是不可怨念。 离名字像,离言说像,离心元像就是的,离开了,那个东西就是真如本性。 如果你有言说,有名字,还有妄想,这叫障碍,叫业障,障住你的本性,障住你的真心,你的真心本性不能现钱,被他障了。 由此可知,佛在哪里?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在哪里? 无上菩提在哪里? 就在面前,真的叫,不格豪端,华严经,上讲的。 念头一转马上就是,转不过来,千里万里,一转过来马上就是。 直虚言语道断,心形触灭,方许少分相应,直虚,这个词句用的肯定,直接必须要做到言语道断。 言语道断,不是没有言语,心形触灭,不是没有心形。 如果说没有言语,没有心形,住到空去了,住到非法乡去了,这是般若最难懂的地方。 你说离言说,释迦牟尼佛讲了四十九年,你说离名字相,佛经典里面名相特别多,哪个宗教也比不上佛教名相多。 又叫我们离,又偏偏要说。 所以你一定要懂,金刚经,上那个原理,硬摸锁住,而生其心。 佛跟我们讲名字,言说,心缘,是身心,里面那一层是无助。 身心不爱无助,无助不爱身心。 再给你说得清楚一点,无助就是身心,身心就是无助,这才唯秘契入。 你把身心跟无助看作两桩事情,你怎么能入? 你入不了门。 身心跟无助是一桩事情。 言语道断是离名字,离言说,心形触灭是离心缘。 跟前面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就是对空有两边都不执着,法相,非法相统统离开。 怎么个礼法,前讲的很多,后面还要讲,这个地方不再啰嗦了。 这样才能,少分相应,少分相应就是少分唯秘契入,你真的的受用。 心形触灭,不可思也,不能够思维想象。 所以真正修道人,不要说是宗门,修净土,学教不例外。 诸位要知道,学教不例外,学教也是学清静心,不能执着。 但是学教的人,法相不能不懂,所以你要多看,你要多听,多看多听最重要的,你要能契入。 如何能够在多看多听里契入? 看而无看,听而无听,就契入了。 你看,执着名字香,你不能契入,你听,执着言说香,你不会契入。 你要一心看,一心听,不要强记。 法相名词很多,不要去强记,要多看,自然就熟了。 强记,里面心缘香,就落在那个里面。 只要多看多听,不要去记,不要强记,你的心清静。 在读经,看经,听经里面修清静心,清静心修道了,这些言说也听到了,你不是一举三得吗? 你要不会用功,你一样都得不到,就是法相名词,也会把意思搞错,错解如来真实意,搞错了。 你要是会的话,三者都得到,我们常讲专心听,经文上常讲帝听,帝听,就是这个意思。 他会帝听,三桩事情一时都得到,这个契入。 言语道断,不可以也。 此之谓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义不可思议。 这里面真是趣味无穷。 四,若不知像这言语道断,心形触灭,不可思议中观照弃入。 便与经义乖为,哪得果报可振。 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 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修行正果的人很多,现在人没有了。 你要说用功,现在人比古人用功,不输给古人,勤劳也不输给古人。 而说到一切科技带给我们的方便,更是古人望尘莫及,为什么我们今天成就不如古人。 我们是错用了心,错用了功,这是没有办法。 大家还要晓得一个事实,科技日新月异,天天讲新东西。 我们佛门修正这个老方法可不能换心,一换心就糟了,一定要守旧。 旧的行吗? 我们那个东西不旧,叫万古长心,没得换的,它永远都新。 不必要换第二个样子,万古长心,这个不可思议,经上讲真是不可思议。 佛门这个方法,完全就在修一个清净心。 方法就是教你一切放下,一切都不执着,这才行。 我们学经教,就要这样用心,要听,要复讲。 前天广于法师到此的来听你们讲演,出门之后他就告诉我,你们这个方法是地嫌老法师的方法,老方法,老方法训练讲经是讲小作。 古时候训练讲经人才,就是从听众当中选出来的。 选什么样的人? 就是刚才讲的条件,你听而无听,看而无看,无听而听,无看而看,就选这个人,这个人行。 训练的方法。 老和尚这座经讲完了,明天早晨你来赴讲,你要不要去写笔记? 不要。 要不要去思维经意? 不要。 确确确实实不落在第六意识里面,绝不用意识心,明天上台你能讲多少就讲多少,用这个方法。 老和尚在此的讲一个小时,你能讲一个小时,那一百分,满分,你能讲半个小时,及格了。 就可以培养成红法的法师,不需要准备。 现在人学讲经充分的准备,准备是什么? 落在意识里面去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拿这个东西来讲。 一切离开那是称性,少分的称性,我们一开始少分,有少分就会多分,有多分就会满分,所以那个修行正果快。 现在人不用这个方法,以为这个方法老方法,要淘汰掉,要用现在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可把人害惨了。 五,不可思议,有三意,一,言语断,心形灭。 经意所名者,名词。 果报所得者,得词。 此本意也。 二,回应是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句,并加是名。 借以收述及显经功义结文也。 三,显是经功德及持经者功德。 无上无等,非凡情所能亏,非言语所能道也。 不可思议有三意,把它总归纳起来。 一,言语断,心形灭。 经意所名者,名词。 一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就是说明这个意思。 果报所得者,得词,得的是什么? 也得的是这个。 此本意也,这是不可思议的本意。 本经所说的,所发明的。 二,回应是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句,这是前面佛讲的,这部经有不可思议功德。 并加是名,在家以解释。 借以收述及显经功义结文也。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却确实实不可思议,这部经的功德无量无边,一切诸佛称说不尽。 三,显是经功德及持经者功德。 无上无等,非凡情所能亏,非言语所能道也。 这句话我们今天在此的听了,可以说没有怀疑,可以接受。 如果对这部经稍稍有一点受持少分的话,听到这句话会点头,会同意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说法,绝不是夸张的,绝不是虚妄的。 这部经实实在在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修行正果成佛的原理原则。 无论是哪个法门,大臣小臣一切宗派,包括密宗,决定不能离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他决定是凡夫,决定不能成就。 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是凡夫,为什么? 小臣出果须佛环都不行,出果须佛环就已经放下少分。 大小臣菩萨果位那么多,只是放不下多少而已。 像我举这个比喻,你们从一层楼上来一样,你们走楼梯,你舍第一层,你就到第二层,舍第二层,你就到第三层,菩萨皆为五十二层就是这个意思。 你舍初性,就到二性,舍二性,你就到三性,舍十性,你就到十柱,舍十柱,你就到十行,你要不肯舍,你就当凡夫。 不肯舍,我在出住不肯舍,我就是出住菩萨,没那回事情,你不肯舍,马上掉下来当凡夫。 不要以为我上了二楼,我不舍我还二楼,不错。 这个地方是实在的。 佛法这里接接都是空的,一不舍一下就滑下去了,没有哪一层可以拦住你,马上就到六道里面去了。 俗话常讲,如逆水行舟,不禁则退。 一退就退回去了,就退到凡夫的,没有底线的,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这不经的功德,作用,实实在在是,无上无等,绝对不是凡情所能够窥测,所能够看到,所能够理解,不是言语能够说得出的。 为什么? 他要你放下,只有放下,自己才能真正领会到,真正尝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水喝下去,人家问,这水热不热? 很热,到底什么热度,它没有尝,他绝对不知道。 你们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会吃辣椒,辣椒辣不辣。 不辣,辣的程度个人不一样,有人会吃的,很辣他吃不辣,那不会吃的,闻到就不得了,就很辣。 个人程度不一样,必须自己清长才晓得,不是清长,人家说。 世间的小事都不可思议,何况经意,样样都不可思议。 不但指经,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是样样都不可思议。 如果完全用不可思议,一切法的自信就见到了,落在思议里面,一切法的自信就见不到。 所以这个法展开来是一切法,不是这一部经。 第三卷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一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一。 请先开经本一百六十一面,从第一行看起。 金刚经,的经文,很明显地分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昨天讲完,今天我们要讲解后半部。 古德将此经正中分的经文,分为,性,解,行,正,四大段,而这四大段在经文里面也非常明显,前半部是讲性,解,后半部是讲行,正。 在没有讲解之前,我们先把前后这两部分不同的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使我们对于全经的要义能够掌握住,才知道这个精确确实实不可思议。 说明本经前后两大段之不同处。 前半部经是曰静明无助,以张般若正至,后半部经是曰心明无助,以显般若理体。 从这个简单的介绍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本经前后不同之处。 佛在本经将修学的要领位我们指示出来,无助身心,这一句话所含的范围无尽的深广,我们从什么地方下手。 先要从外面粗显的执着处,从这里下手,然后才能够显示我们修学的功夫。 这就是讲的境界,境界里面有人是环境,有物质环境,这一切都不能住,也都不能执着。 不执着就是般若智慧。 张,是张明,跟底下,显得一丝相同。 这里面分了五小段。 一,前半部经,曰静明无助,以张般若正至。 一,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 教义如何发心,度众,福祸,断祸。 二,浅粗直。 浅其于静缘上,身份别心,遂至住者之病。 教之离相。 三,令其离相,是浅所直。 四,说离一切相,方未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之菩萨,空其住者我法之病。 二,边不着。 五,明一切皆非,以显般若正至之独争。 一,前半部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 教义如何发心,度众,福祸,断祸。 将法是还未发。 他想发,想发就非常可贵,只要有这么一个意思,诸佛如来就互念,加持。 可见得佛菩萨真正慈悲到极处。 也证明所谓佛门当中不舍异人的说法,佛是门中,不舍异人。 将发大心,佛菩萨一定把这个法门教导他。 由此可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地方举行法会,凡是参与法会的同修,一定是将发大心者。 你要不是将发大心,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 佛在上面教给我们如何发心,如何度众,那个,如何,是惯下来的,如何福祸。 烦恼,迷惑怎样把他扶住,怎样把他断掉。 功夫一层比一层深,上半部我们已经听过了,却确实实是讲的这些,这个意义诸位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如果有人问你,金刚经,讲的是什么? 你把这几条说明就很正确,金刚经,就讲的是这些东西。 二,浅粗直。 浅其于静缘上,身份别心,遂至住者之病。 教知理想。 浅粗直,执着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始结以来,这个习气太深,太重,我们要除掉习气,一定是先从粗重这一方面下手。 浅其于静缘上,身份别心,遂至住者之病。 教知理想。 这是佛帮助我们,静是物质环境,原是人是环境,物质,人是环境都是粗香,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执着。 譬如,在物质上来说,种种物质的享受,我们能够把它看淡,能够把它放下,这就是在静上浅直。 原是感情方面的情直,父子之情,夫妇之情,这个情都很重,这也不能执着,执着就决定脱不了六道轮回。 古德所谓,爱不重不生缩婆,缩婆世界就是六道轮回。 怎么来的? 情跟爱的执着。 念不依不生净土,依旧是清净心。 念佛,念佛的功夫在清净心,在一心不乱。 念到一心,再不夹杂妄念,这就决定得深。 如果念佛还夹杂妄念在其中,往生就没有把握,所以念要依。 静宗课诵本,里面,仪归里面,都交给我们一心称念,那个一心很重要。 这是讲的原上。 于物质,人世环境当中,我们不想身分别,他自然身分别,不想打妄想,他自然打妄想,分别,妄想,执着是无始节来的习气,这叫作业障。 于是起种种执着这个病,佛叫我们要离开,要把它认清楚,这些东西全是虚幻不实,物质环境,人世环境都不是真的,教我们看破,放下。 三,令其离乡,事前所执,他这个重点不一样,虽然也讲到能执这一方面,但是重点是在你所执着的,重点在这里,所执着这一面说得多。 这是叫你先把所执着的看破,放下。 四,说离一切相,方位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之菩萨,空其住者我法之病。 二,编不着。 这才显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 张,就是起作用,智慧起了作用,离一切相。 什么叫发菩提心? 离乡就是发菩提心,并不是说离乡之外,别有一个菩提心可发,没有。 离乡叫不执着,不执着那就是菩提心,不执着就是觉悟,执着就是迷惑,换句话说,佛菩萨觉悟。 佛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菩萨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悟的友情众生,他们觉。 什么叫觉? 不执着就觉。 凡夫不觉,他不觉在哪里? 样样执着,执着就不觉,不执着就觉,这个要搞清楚。 不执着就是菩提心。 绝对不是说,另外还有一个菩提心,没有这回事情,只要一切不执着就行了。 真正弘法力深的菩萨,一定是空有两边不着,决定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如果还有四相,这个菩萨纵然说能利益众生,绝对不是究竟的利益,不是真实的利益,给予众生一点小利益而已。 什么小利益? 另一切众生跟佛法结缘,这一生能不能的受用? 不能,肯定不能。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五,明一切皆非,以显般若政治之独真,经义里面发挥说明,一切皆非,一法都不利,这是,显般若政治之独真。 唯有般若智慧是真的,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因缘身法,包括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身法,缘身之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这是说明一切皆非,教我们一切不要执着,执着是错了。 这是前半部所讲的,他的精益有浅有深。 后半部的精益有深无浅,他从心上讲的。 心是能执着,万物是我们所执着的,所执着的要离,能执着的也不可以执着,执着也是麻烦。 换句话说,你要执着一个能执着的我,依旧不能见性,还是障碍。 二,后半部精,约心名无助,以显般若立体。 一,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发心而约我能发,能度,能扶,能断等分别着我,仍需浅除。 二,浅细直。 即是于其心动念时,便不应住者。 教之理念。 三,令其理念,是浅能直。 四,说无有法发菩提,无有法明菩萨,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 二边不着亦不着。 五,明一切皆是,以明般若立体之以如。 此事万法本体,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一,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发心而约我能发,能度,能扶,能断等分别着我,仍需浅除。 后半部所讲的,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金刚经,从开讲以来,上半部讲完了,我们这边同修告诉我,总共讲了七十次,一次是两个小时,已经讲了140个小时。 这140个小时听到之后,应该升级,升等,使已发大心了,我们应该要晋级。 已经发了大心,最忌讳的就是怕,发心而约我能发,我发了菩提心,我度众生,我已经服了烦恼,怕这个,这是最忌讳的。 为什么? 有这么一念,诸位自己细心想一想,还是分别执着,还是老毛病没有能断尽,放下一些,放不下的还不少。 必须更努力,要把这些情职舍掉,所以后半部是浅细直。 二,浅细直。 即是与起心动念时,便不映住者。 教之理念。 前面是讲乡,像是所执着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真正修行用功夫了,前面是,性,解,这个地方是修行,修行从哪里修? 起心动念之处,要把念放下。 所以后半部的确是难懂。 起心动念,又要把念放下,念放下不是没有念了吗? 这个问题麻烦了。 须菩提尊者代我们请教释迦牟尼佛,这就是发起后半部的经文。 三,令其理念,是浅能执,前面是所执着的,后面是讲能执着的。 能执着比所执着的要来得细。 四,说无有法发菩提,无有法明菩萨,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 二边不着意不着。 这是后半部所讲的精华,这是精彩的教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怕的是什么? 人空,法空,你又执着空了。 我,人不执着了,法也不执着了,又执着空,这又麻烦了,空也不能够执着,两边不着也不能执着,所以这真的是言语道断,心形触灭。 譬如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如果心里面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他有一物,本来无一物,也不可以有。 六祖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本来无一物? 没有,决定没有。 这个意思很深。 上一次跟诸位讲的,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说了四十九年,没说一个字。 正在说的时候就是无说,不是说完了以后说,无说,你要那么会,你就不懂佛的意思了。 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真正不容易。 你要懂得佛正在说的时候就是无说,说跟无说同时,没有先后,实在讲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 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听跟无听也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这叫妙法。 说了各妙法,说了各妙法,你又执着有各妙法,那又坏了。 有没有妙法? 没有妙法。 没有才叫妙,有就不妙了。 后半部的精益要这样去体会,金刚精,的味道才奇味无穷。 你要不从这上体会,完全折了文字像就坏了。 所以说两边不住也不执着,心里面真的若无其事,干干净净,明明了料,一切万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智慧开了。 五,明一切皆是,以明般若理体之以如。 此事万法本体,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明一切皆是,前面讲一切皆非,后半部说一切皆是。 不懂佛的意思,看,金刚精,前后矛盾,怎么后面就翻过来说。 所以这不经,古人常说,佛法无人说,虽至莫能解。 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他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无法理解? 他从文字里面来看的。 实际上佛所说的一切法是,意在言外,所以不能执着言语,不能执着文字,他意在言外,必须从言语,文字去体会他言外之意,那才是真正妙。 明一切皆是,以明般若理体之意如,后半部讲万法意如,无有意法不如。 什么叫,如? 如是一样的,决定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 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不二,理事不二,理就是事,事就是理,乃至于身佛不二,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后半部跟我们讲这些。 这个理很深,很难懂,古人用精跟气来做比喻,把精比做体,气比做相,性相亦如旧是精跟气是一不是二,以精做气,气气皆经,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体会经意。 此事万法本体,故一切法莫非实相,不会的,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会了的,佛讲,凡所有相,皆是实相。 我们听了这两句话,不大对劲,这两句话自相矛盾。 其实佛说这两句话,虚妄跟实相是一不是二。 我们听经听了一百多个终点,对于这个意思应该要略略能体会到一点。 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 虚妄。 所以佛前后讲不矛盾,是讲的一桩事情,用两种名词来讲,两个名词细细看是一个,粗看好像不相干,细看真的它是一个,才知道是遵说法言辞的巧妙,所谓是善巧方便。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本来是不能说的,它有方法把它说出来。 让我们从事尊言词,经典文字里面,体会到它所说的真实意。 这是前后两个半步不相同的地方。 三,最后节之曰,不取余香,如如不动。 全精一去,尽在理许。 整部,金刚般若,就在这两句话里面。 不取余香,不取就是不执着。 这个像有没有? 像有。 这一个字里面包括法香,非法香。 法香里面包括六凡的法香,四圣的法香,乃至于一真法界的法香。 非法香里面包括四空天的非法香,包括声闻,圆诀篇真涅槃的非法香,寒舍进了,统统包进了。 都不能取,为什么? 全是众生迷之所现的幻香而已。 诸佛与大菩萨在这些境界里面,他用什么样的心态? 不动,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就像,能言经,上,守能言大定。 大臣经上常常赞叹,那家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 我们要问,金刚般若在哪里? 就这两句话。 你一切法香都不着,那就是般若智慧。 一切法香你都不动心,你的心就是大圆净智,便照法界,这就是圆满菩提,也就是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不但,金刚经,的义去都在这两句,诸位仔细去想想,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这两句也就包括尽了,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所说的法,也不出这两句,这才知道这个经义真正无有穷尽。 四,又前明一切皆非,令官不变之体。 后明一切皆是,令官随缘之用。 前虽随缘而不变,后虽不变而随缘。 前明一切皆非,前面是尊是那个方式所说的,他用意在哪里? 令官不变之体,是从这一方面来说的。 一切皆非,一切是奖项。 一切相,相不是性,教你离一切相,见性。 离是心里面不执着,不是离开外面的境界相,不是这个意思,是离开心里面执着的那个妄想,这样你就见性了。 后明一切皆是,这跟前面讲法完全相反。 刚才讲了,是尊说法的善巧方便,一切皆是,跟,一切皆非,也是一桩事情。 一切皆是,是什么? 一切皆是,是什么? 相就是性。 如果这个意思我们一下会不过来,我们还用精跟气来做比喻。 气是气明,譬如镯子,耳环,项链,告诉你这不是精,这话正不正确。 你要是说项链就是精,项链有银做的,有其他东西做的,你怎么可以说项链就是精? 所以相不是性,不能把相当做性,那你就搞颠倒了,这对初学的人讲的。 入了这个境界,告诉你,精就是项链,项链是精做的,你到哪里去找精? 手镯也是精的,耳环也是精的,样样都是精的,相原来就是性。 这种说法是教你,观随缘之用。 你从,用,上去看,样样都是,从,性,上去看,一切皆非,性不是相,相不是性。 像是性变现出来的,所以性相不二,性相亦如。 前虽随缘而不变,前半部讲的,主要是教你体会不变之性体。 后半部,虽不变而随缘,体明了之后,有体有用,不可能说有体而没有用。 有体而不起作用的,那就变成身文,原诀,它不起作用,那个不足以为贵,那错误了。 佛与大菩萨,体用不二,这才自己能享受,自己享受什么? 大自在。 又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在九法界里面随心应量,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它起作用。 前后,你看世尊说法的巧妙,你去观察这个,在,金刚经,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处世待人皆悟,高等的智慧,这个人高明。 五,宗上诸说,以观全经,全经只去,寥寥于心目中矣。 宗上诸说,正是综合,总起来讲,以观全经,全经只去,寥寥于心目中矣。 这一段事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 前半部没有问题,很清楚了。 后半部还没讲,这把刚领先标示出来,后半部读完之后,再看这一段,那你体会就深了,体会自然不一样。 111,约心明无助以显般若理体升官无助以进修发心无法重请。 在这一大段里面,又分为两个段落,两个段落就是修合证。 身官无助以进修,修就是行,修行,这是入了第三个阶段。 前面上半部讲过性,解,到这个地方修行,最后一个段落是正果。 这四分清清楚楚,而时需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云和映柱,云和降伏其心。 这一段经文,乍看好像是从头来起,好像是另外开头。 其实不是的,经文紧接着前面而来的。 因此,金刚经,的版本,自古流传最多。 我们晓得,古时候的本字都是手抄本,字抄错,抄漏,或者意思错会,总是难免。 于是流通的,金刚经,本字,仔细观察一下,里面出入很大,要不细看,没有什么两样,仔细观察,一个字不同,意思完全不一样。 金刚经,必须仔细地去教堪,将为农居士为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我们采取的本字是他孝定的本字,他有教堪记,我们印在经本的后面,提供大家做参考。 一,此节经文,看似另起,实则紧接前文而来。 长老问一事说,我法二执,已与发菩提心时,同时俱身。 将则非发心,注则止我法。 此证只是行人印象起心动念时用功。 长老大词,待众生再请开是根本方便。 此节经文,看似另起,乍看好像是另外又是一个起头。 实则紧接前文而来,我们要细心,他这里面一,两个字颠倒了,意思不相同。 长老问一事说,我法二执,已与发菩提心时,同时俱身。 将则非发心,注则止我法。 此证只是行人印象起心动念时用功。 长老大词,待众生再请开是根本方便。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佛教给我们要发菩提心,又要无助。 这无助就不能发心,这一发心就有助。 又要无助又要发心,那怎么各下手法? 这的确是问题。 其实立根的人在前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中下根性不行,他有细祸在其中,粗祸他能够破除, 细祸他没办法,换句话说,听了以后无从下手。 虚菩提尊者知道中下根性的人有这个疑惑,有疑惑自己也问不出来, 他老人家带我们发问,这是大慈大悲。 二、前约应云和注,是问菩提心应云和安注。 今约,云和应注,是问菩提心云和独应注者。 若不注于此法,何谓发此心? 注记不可,将又不得,将奈之和。 前约应云和注,这个地方,那个话还是这四个字, 颠倒了,云和应注,这个大大的不相同。 一般流通的,金刚精,本子,这个地方也是,应云和注, 那就变成真的是两个开端,两个起头, 这可能就是以前抄写的人不小心。 他,金刚精,前面念得很熟,这个地方看错了眼, 应云和注,他就随便这样写下来了。 前约应云和注,是问菩提心应云和安注, 发了菩提心,这个心应该怎样安注, 问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么个意思。 经约云和硬注,这个意思不一样。 是问菩提心云和读硬注者。 若不注于此法,何谓发此心? 你发菩提心,当然你就注着发菩提心, 你要不执着发菩提心的话, 那菩提心就没有了,根本就没有, 你发什么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你总要执着这个菩提心, 这是般若难。 念佛人,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我们就执着。 弥陀经,上交给我们, 直持名号,就是要执着名号, 要执着往生西方这个念头。 佛教一切都不能执着, 那现在你教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不就执着发菩提心。 问的意思在此地。 注记不可, 前面佛的教会不能执着。 降幼不得, 将奈之和, 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真的是大问题。 他问的意思, 我们要搞清楚, 跟前面意思不相同。 三, 前云印离一切相发菩提心。 一切相该设圣广。 发菩提心之相, 当意在内。 何济云印离一切相, 又云发菩提心耶。 前云印离一切相发菩提心, 这是前面世尊所讲的。 一切相该设圣广, 一切相里面当然也包括发菩提心的相。 发菩提心之相, 当意在内。 何济云印离一切相, 又云发菩提心耶。 实在讲, 这个事情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困惑。 有学佛学了一辈子, 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 天天嘴皮上挂着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都没搞清楚, 你发什么菩提心。 有人讲解菩提心, 讲了几个终点滔滔不绝, 讲完了之后, 还是莫名其妙, 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 我们在这里总算的一点消息, 原来, 离一切相, 就是菩提心, 执着就不是菩提心, 一切不执着就是菩提心。 你能从这上体会到, 后半步就很容易解决了。 四, 长老辞问, 又是区位现前当来, 一切粘制不化者, 请求开示耳。 这一段请法的用意, 目的在此。 确实有文法的人, 他一面听一面就执着, 这也是一般众生的通病。 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 所谓, 时而不化, 也就是说, 佛讲的意思没有真正体会到, 都是在言语上, 在明相上, 或者在心缘上, 出了麻烦, 起了疑惑, 依旧是账。 不但障碍你正果, 障碍你解悟, 起了这个疑惑, 解都不可能, 往往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起了误会, 所以须菩提这疑问非常重要。 一一二, 世交。 佛告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当身如是心,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矣,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这一段里面, 关键在发心, 在身心, 在灭度而时无灭度,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词句。 一, 此正开示教导其心动念时, 离向之方便。 二, 如是, 指下三句。 献其本有曰, 生, 献其本无曰, 发。 众生本来同体, 灭度一切众生, 乃应尽知天直。 若以为我当发此心, 便有经章之意, 便者相矣。 故不曰当发, 而曰, 当身, 者, 以此。 如是, 指下三句, 如是旧事经文的, 当身如是心。 如是心是什么心? 就是下面三句, 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矣,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就是指这三句。 献其本有曰, 献其本无曰, 发。 金刚经, 上, 生, 跟, 发, 意思不相同。 本来没有, 现在发心了, 这叫发。 生不一样, 生是你本来有。 本来有, 被东西障碍不能现前, 现在业障消了, 他现前了, 叫生起。 生是本来有的, 法是本来无的。 众生本来同体, 净虚空, 便法界, 情与无情同一体。 世尊在, 华言, 里面给我们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我们初学的人, 看到这样的句子不能理解。 有情, 我们今天讲动物, 无情是植物跟矿物。 我成佛, 说一切有情众生也成佛, 这都很难体会, 怎么连山和大地, 动物, 植物也成佛, 这怎么讲得通? 这里面的意思就深, 一定要能真正明了, 原来山和大地, 一切万物跟我是同体。 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 梦里面有很多人, 很多物, 也有山和大地, 也有虚空, 确实是同体的。 一觉悟, 全体觉悟了。 不能说是我在梦里面觉悟了, 梦里还有那些人, 他还没觉悟, 哪有这个道理? 没这个道理的。 却确实实同源种制。 知道这一个道理, 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 灭度一切众生, 乃应尽知天直, 灭度两个字要紧, 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帮助, 协助。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要协助一切众生。 灭, 是什么? 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灭妄想, 灭执着, 灭六道, 十法界的果报, 灭, 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 众生要没有成佛, 你的帮助就没有圆满, 灭, 这一字是成佛。 在四地法里面, 苦, 及, 灭, 道, 这个灭就是灭道的灭。 灭也就是圆满菩提, 圆正无上佛果, 是这个意思。 灭生死, 灭无名烦恼, 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应当做的, 是他的义务。 譬如说, 我们这个手养, 另一只手立刻就帮他骚养, 还能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 还能说这些吗? 同一体, 没有条件好说的。 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 那个慈悲叫无缘大慈, 缘, 当条件讲, 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同体大悲, 一切万物跟我同一体。 我们凡夫迷了, 不知道同一体, 所以有分别, 有执着, 有彼此, 诸佛菩萨没有彼此, 知道是同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应尽知天职, 天是自然的, 应当要做的, 没有什么条件的。 若以为我当发此心, 我这右手, 我发心帮你忙。 这个意思就是供高我慢, 便有经章之意, 有这个意思在, 就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就有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者相了。 故不约当发, 而约当生者, 以此, 发, 跟, 生, 意思不一样, 这个意思就生了, 所以后半步为生无浅。 三, 说一, 应, 自, 是浅其者于菩提, 破法之也。 说一, 当生, 是浅其者于发心, 破我之也。 说一, 应自, 是浅其者于菩提, 破法之。 应, 是应当生, 对于菩提也不能执着。 世尊在说法时, 往往一桩事情说了许多个名项, 用意何在。 说一个名项就可以, 为什么说那么多? 就是交给我们明示假名, 用不着执着, 知道意思就对了, 不要执在假名, 假乡上, 破我们的执着。 这都是他, 这都是他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让我们从这里面体会到, 要离名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才体会到这个意思。 说意当生, 是浅其者于发心, 破我之, 可见得说个, 应, 说个, 当生, 他的用意破我, 法二之。 佛门里面许许多多在日常当中的术语, 用意无非都是破之的。 譬如说你这个道场, 我们现在一般讲庙, 其实讲庙是错误的, 庙里面是供养鬼神的, 我们佛教道场叫寺, 寺, 愿, 安, 堂, 这是我们佛教的, 没有讲庙的。 庙是供神的, 供鬼神的那叫庙, 现在一般把寺看作庙, 这就颠倒, 让人迷惑不清, 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寺里面, 我们问住多少众, 不问, 你这里住多少人? 他为什么不说, 住多少人? 住多少人, 折了人乡, 我乡, 人乡四乡具足, 你折了乡。 住多少众, 破四乡, 住了多少个众圆合合的那个东西, 是这么个意思, 四大五蕴众圆合合, 破执着的意思。 不说你住多少人, 住多少众。 你一开口, 你这里住多少众, 人家一听你是内行的, 外行的, 你这里住多少人, 外行的, 那是不懂佛法的。 佛法处处都是破执着, 法相名词用意都是破执。 四, 发无上正等正觉者, 须先觉了度众生适应尽之则, 且此则中未能尽, 即尽, 亦等于未尽。 当身如是心, 无能度, 摩索度, 无分别, 无所谓菩提, 无所谓度, 并无所谓发心。 术与清净觉心相应尔。 发无上正等正觉者,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发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就是彻底觉悟之心。 我们归依三宝, 归依佛, 佛就是觉悟, 觉而不迷。 你真正发心归依三宝, 你就觉悟了。 觉从哪里觉起? 没觉悟, 起心动念为自己, 这是凡夫没有觉悟。 真正觉悟的人起心动念为众生, 他不为自己, 这是觉悟。 所以, 须先觉了度众生适应尽之则, 佛在此地交给我们, 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的。 我硬灭度一切众生, 这个人觉悟了。 我要帮助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去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这觉悟了。 我要真正受持独送如来乐意的大法,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先要晓得, 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而不是, 我凭什么帮助他, 这个话是迷人讲的, 不是觉悟的人讲的。 诸位查遍, 大藏经, 哪一个菩萨曾经说过这个话, 我为什么要度他, 从来没有一尊佛, 没有一尊菩萨说过这样的话, 佛菩萨帮助众生应该的。 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他自己, 不肯帮助众生就是不肯帮助自己, 自他不耳。 且此则中未能尽, 华严经, 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最后总结的都是这个愿无有穷尽。 众生业果, 菩萨的愿力都没有穷尽。 极尽, 亦等于未尽, 极尽是什么? 成佛。 成佛总尽了吧? 等觉菩萨还没尽, 成佛总是圆满, 尽了。 成了佛之后, 一定到架此行。 所以说尽了也等于未尽, 这是真的。 当生如是心, 佛在此地交给我们, 劝导我们, 要生这样的心。 这个心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无始节以来, 把自己的真心本性迷失掉了。 今天在班若会上, 佛帮我们唤醒, 让我们觉悟, 一定要发这个心。 要不要去度, 度, 要去度。 无能度, 不能执着一个我能度, 众生是为我所度, 你一执着就迷了, 只管去做, 全心全力地去做, 做而无做, 这就对了。 心地干干净净净, 没有想到有我, 也没有想到有人, 可是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终止, 非常积极在那里做。 无分别, 无所谓菩提, 无所谓度, 并无所谓发心, 这是真的发了心。 这个时候发心跟身心就是一不适而。 术与清净觉心相应而, 这在做的理念清净心现前, 清净心起作用。 所以清净心从哪里修? 有人学佛, 说这个世间太复杂, 要去到深山找个幽静地方去修行, 那行吗? 那是他不懂佛法, 佛法的清净心, 就在红尘里面锻炼出来的。 所谓是, 吉香离香, 离吉同时, 离香跟吉香不是两桩事情, 一桩事情,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清净心现前。 不会的, 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污染, 会的,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清净心。 由此可知, 染静不耳。 染静从哪里区别? 绝跟迷。 迷了就被污染, 绝悟心就清净, 可见得与这个境界没关系, 关键就在绝, 迷。 这是我们一入佛门, 佛就把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交给我们。 规依佛, 绝而不迷, 规依法, 正而不邪, 规依身, 规依身, 静而不染。 佛教导我们修觉, 正, 静, 觉正静都不离开静缘,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并不离开。 换句话说, 真正修行, 真正想成菩萨, 成佛, 要不要改变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 不需要。 就在我们现前生活环境里, 就在现在工作环境里, 就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会的就成就了, 一绝就成就了。 如果说迷, 佛菩萨那个环境你还是迷。 古时候丛林寺院, 你到那里面要迷, 那还是不绝。 这是说明了修行,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当中, 只要心里面有绝, 有正, 有静, 无非道场, 都是道场。 如果你是迷, 邪, 染, 再大的寺院丛林, 你到那里面去住一辈子, 也不是道场。 大乘经里面说,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什么? 执心是真心。 真心就是一心, 一心就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那就是道场, 所在之处无不是道场。 五, 本经天然分位性解修正四部分, 而不可局其次地, 虽分四而不可局为四, 学者应体会此意。 本经天然分位性解修正四部分, 将为农居士的科判, 就依这四分来分的。 而不可局其次地, 局是局限, 为什么? 性, 里面也有解修正, 解里面也有性修正, 一个里面都包含其他的三部分, 而只是他主要是讲那一部分, 因此不能够局限他的次地, 他是活的。 虽分四而不可局为四, 学者应体会此意, 因此正如世尊在经上多次地交给我们, 为人演说乃至四句计, 功德都不可思议。 四句计是任何四句, 无论是性分四句, 或者解分四句, 修分四句, 正分四句, 不拘。 这就是说, 他每一分里面都含设其他分, 他的意思是圆满的。 所以他确实有四分, 但是不能够局限在四分里面, 他是圆融的, 跟华颜精, 的意思一样。 华颜精, 有次地, 有圆融。 行步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步, 用这两句话来看, 金刚般若, 也是这个意思。 一一三, 真是,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则非菩萨。 这一段经文跟前面所说的, 在文字上完全相同, 一个字也没有跟动。 一, 我仁众受四相, 虽同于前, 而亦甚系。 盖以一切不着, 但这于上求下话即为系之分别而。 我仁众受四相, 虽同于前, 可是意思不一样。 而亦甚系, 前面这一句话, 是说在四大段的第一大段, 是性的那一大段, 现在这个话, 是说在修行这一大段里面, 意思不一样, 浅身差别很大, 所以它意思甚系。 盖以一切不着, 但这于上求下话即为系之分别而, 差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很明显地体会到, 前半部是为将要发心的人说的, 这个地方是已经发大心, 已经在修行了, 是为他们说的。 所以说的话一样, 意思不一样。 确实全教菩萨们, 真的有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这个念头, 念头纵然在维系, 那还是执着, 这个念头要不能够舍掉, 它就不能见性。 所以, 金刚经, 的境界, 是原教初驻以上的境界, 换句话说, 就是, 华严经, 上四十一位法身大事的境界。 你还有上求佛道的心, 还有下话众生这个念头, 你不能见性, 纵然你成佛, 你成的是十法界的佛, 出不了十法界。 必须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出了十法界, 出了十法界叫, 一真法界。 华严经, 是一真法界的菩萨境界, 不是十法界。 十法界细直, 六道凡夫粗直。 舍掉粗直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出不了十法界, 细直破掉之后, 这才能出十法界, 注意真法界。 前后差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个说法, 大家就更容易体会到, 前半不教你出六道, 后半不教你出十法界, 那就正义真法界。 二, 若维系分别未尽, 我乡并跟人在。 虽曰, 菩萨, 名不负实义。 景策之义生哉。 若维系分别未尽, 我乡并跟人在, 很维系就是了, 但他却实在。 虽曰菩萨, 名不负实义, 所以我们称这些菩萨, 叫他做全教菩萨, 全教小臣, 全教就不是真的菩萨。 真的菩萨见性,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那是真的菩萨。 在相宗里面所讲, 同身性, 一身性。 破一分无名, 见一分真性, 叫同身性。 因为跟诸佛如来用的是真心, 同一个心。 如果系或未破, 他还是用八十, 八十是妄心, 他不是用真心, 依旧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锁。 我们在冷言会上看到, 用八十五十一心锁的人, 可以证的阿罗汉, 可以证的屁之佛, 不能成为法身大事。 因为在网上面去, 这个东西没用了, 八十心决定不能用, 那是妄心。 所以真正的佛法超越世间法, 这个大家要晓得。 我在过去, 说这个话应该也有三十年, 我在台北主持中国佛教会的大专佛学讲座, 那个时候我担任总主讲。 有一次, 我就想到我们佛门里面, 也有科学的方法论英明。 五名里面的英明, 与世间方法论里面逻辑, 辨证法是非常接近的。 我想到这个科目, 我去请教我的老师, 我老师他是学这个东西, 我希望他来给我们同学上这个课程。 我老师是方东美先生, 我向他提出来, 他笑笑, 他说, 这个东西没有用处。 这些东西在佛门里面是初级的教学, 中级的教学, 高级的佛学完全用不上。 完全正确, 这是个内行人讲的话。 为什么? 高级佛法不用心意识, 你还有什么逻辑, 还有什么辩证法? 凡是这一类东西, 都是要用心意识才行, 高级的佛法已经不用心意识。 金刚般若, 不用心意识, 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没用。 佛教的英名叫小臣的, 叫大臣初学的, 还没有入门, 初学的叫大臣使教。 先守家讲小始终顿员, 大臣使教, 到大臣宗教就没用处了, 就用不上力,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不知道, 这个方法好, 坚固的执着, 换句话说, 你在佛法修持上永远没有方法提升, 你只在低的阶位上, 不能够再进步。 一定要认识清楚, 这是佛法真正超越世间法。 虽约菩萨, 名不负实, 这个标准就是法身大事, 跟法身大事一比, 那他不是真正的菩萨。 由此可知, 我们要在这上用功夫。 这四相怎么断, 怎么破? 破四相非常重要。 四相怎么破法? 其实, 金刚经, 上讲得很透彻, 教给我们起心动念想众生, 这个方法妙极了。 我们把我们的念头, 大而化之, 不要断我直, 我直字自然然没有了, 这个方法实在妙极了。 起心动念都想一切众生, 不要为自己着想, 金刚般若, 上教给我们的方法。 114, 结成。 所以者何? 虚菩提, 十五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这一句的经文是各活剧, 有两种读法。 十五, 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这是一个读法。 十五有法,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两种读法。 两种读法它是一个意思, 肯定了魔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此句有二意。 可作两种读法。 一, 法, 自断句。 一位法正觉者, 十五有法。 以无上正等觉, 即是就近清净。 清净觉中, 不染一成, 名为菩提, 十五分别心。 顾必十五有法, 乃名发无上正等觉者。 二, 无, 自断句。 一位, 有法发无上正等觉, 十五如此是理。 一, 法自断句。 十五有法, 这里是一句, 从这个地方断句。 一位法正觉者,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十五有法, 十实在在没有法自发这个心。 以无上正等觉, 即是就近清净, 你还有这个念就不清净, 我发无上正等正觉, 这一念放在那里就不清净, 就错了。 清净觉中, 不染一成, 名为菩提, 十五分别心, 你还有一个等觉, 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还有这么多分别, 执着在里面,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觉。 顾必十五有法, 十五有法, 心清净, 心里什么也没有, 你是真的发了无上菩提心。 你要有念, 不是无上菩提心, 清净心中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这才真正发菩提心。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那就迷到家了, 他还有, 我乡, 在, 还有, 我见, 在, 哪里是菩提心? 连小城虚陀还都不如, 小城正的虚陀还果也没有给人讲, 我正的虚陀还果, 没有。 由此可知,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同学, 你们不是才学佛, 过去生生世世无量节来善根身后,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都是过去生中已经在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种善根。 为什么今天还落得这种地步? 毛病出在哪里? 我发了菩提心, 我学了般若, 生生世世干这一套, 始终没有把我忘掉, 所以搞到无量节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把我们病根找出来了。 病根虽然找出来, 要想把病根除掉, 那还真不容易。 想到这个地方, 除了代业往生,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你要不求代业往生, 那你就要断根, 你就要破四项, 破四剑, 四相破就出六道, 四剑破才能出十法界。 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这是原理。 我们求代业往生, 要不要在这里下功夫? 要。 因为这种情职越淡, 我们往生越有把握, 往生的品位越高,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提前了, 所以这事很有必要。 二, 无字断句。 十无, 从这断句。 意味, 有法发无上正等觉, 十无如此是理, 无论从理上讲, 从事上讲都没有, 你要以为有一个方法,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佛告诉你, 无论从事上讲, 无论从理上讲, 实无, 实实在在没有, 这跟你讲真话。 懂得前面意思, 这个意思你就明白了。 心里确确实实什么都没有, 那个心就是菩提心, 心里面才有一物, 那个心是妄心, 妄想, 无名, 执着。 由此可知, 佛法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地方, 来体会, 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不能有一点点东西。 即使你清净了, 无量无边的法门, 包括一切世间法,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是, 班若经, 上所说的, 班若无知。 什么是班若? 无知是班若。 我们今天犯的什么毛病? 我们今天犯的是要求知。 班若无知, 你偏偏去求知, 跟班若恰恰相反。 求知, 那个知是什么? 邪见, 妄想。 你还怕你的邪见不够多, 还要去求邪见。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书抄, 经题里面说过, 有解无行, 行是什么? 受持, 解是什么? 读诵。 有解无行, 行就是修清静心, 修觉正静。 没有认真修觉正静, 有解无行, 增长邪见, 你学的越多, 你的邪知邪见越多。 有行无解, 行不行。 也不行。 有行无解, 增长无明, 所以教下的主张是, 解行相应。 班若里面就是, 解行相应, 解, 跟, 行, 不能离开的。 唯独净土宗可以, 有行无解他也能往生, 除这一个法门之外, 找不到第二个法门, 这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 所以净土知书胜, 净土为一切诸佛如来之赞叹, 就是书胜在此的。 其他法门里面, 你有行无解, 你就堕在无明里面。 二,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助降在其中矣。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是降伏其心之意也。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叫你发心了。 发而无发。 可是发而无发的意思很微妙。 不发就是真发, 那好了, 这些云云众生都没有发菩提心, 他们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 不是的。 无法是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就是菩提心, 那是真正发了菩提心, 有发菩提心的念头, 不是菩提心。 有是坚明文力养这个念头, 那当然更不是菩提心。 有念则非, 无念即是, 无念是无一切妄念。 诸位要晓得, 发一念菩提心的, 还是个妄念, 无妄念。 发一个成佛的心也是妄念, 不是正念。 正念就是本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 那是正念。 正念在哪里? 佛在冷言会上说, 六根门头放光洞的, 宗门里面常常也用, 这是正念。 我们眼能见, 见使正念, 耳能听, 听使正念, 鼻能嗅, 舌能长都使正念, 这就是真正的般若智慧。 眼见, 见一切色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没有起一个念头, 我们不会说, 没有起一个念头也就看不见, 看得很清楚。 起了一念就是无明, 我们看到眼前, 这是花很美, 无明了。 怎么无明? 你又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当你见一切色,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动念头, 金刚经, 讲,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是我们见性, 见到色性, 这是真见。 焦光大师在, 冷言经, 里面主张, 舍食用根, 那就是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眼见, 他眼也见, 我们见就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他见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要问, 佛, 这是什么? 佛跟你讲, 这是花, 它不就有分别了吗? 它是依照我们的分别而分别, 它自己没有分别, 你说这是花, 就随缘横顺众生, 这叫花。 它自己有没有分别? 没有。 它自己如果分别, 它是凡夫。 这是横顺众生, 随着你们的分别而分别, 我不分别。 这不但在佛法里面, 我们中国老子, 这是道家的, 老子, 道德经, 第一句,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它也晓得名字是假的, 不是真的。 名字是人从分别, 执着里面建立的,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哪来的名? 没有名。 你要说这个花, 这是红色的, 那是黄色的, 这都是分别执着。 佛为我们说这些经法, 都是随顺我们的分别, 随顺我们的执着来说的, 离开这一切分别执着, 佛是一个字也没有说。 从佛本人那一方面,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说一个字, 从我们这边来讲, 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从我们这边说的。 从佛本人那边说, 没有说一个字, 所谓, 说而无说。 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的毛病是听了佛说都以为真的, 这就坏了。 如果我们也会了,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马上就成菩萨, 成佛, 就快得很, 就气入了。 佛会说, 我们不会听。 我们在经典上看, 释迦牟尼佛一部经还没有说完, 有的人开悟, 有的人正果。 为什么? 那些人会听。 他会在哪里? 他是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所以他开悟, 他正果。 我们是听佛讲经, 字字都落实, 这个糟糕了, 错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是把这个关键抓住之后, 我们的修学, 真的是一帆风顺。 正果不敢说, 开悟真的有指望, 彻悟没有把握, 小悟, 大悟真的是有把握的, 是有指望的。 如果这个关键你抓不住的话, 处处还落实, 悟门就被堵塞。 所以读经, 学教, 学多了有用吗? 没有。 广学多文是哪些人? 已经开悟以后, 才广学多文。 开悟以后, 成就后的志。 你没有开悟之前, 三藏十二部经典, 恐怕你读一百年, 你都不能开悟。 如果真正开悟之后, 现在这一部, 大藏经, 我相信三个月你就全部读完了。 他演一道全明白了, 什么意思全明白了? 诸位一定要知道, 误后起修。 我们现在很多观念错误, 以为一定先要广学多文, 错了。 实际是四红试院没搞清楚, 四红试院第一个教你, 烦恼无尽试院段。 修清静心, 教你断烦恼, 烦恼断清静心现前了, 才广学多文。 法门无量试院学, 无量无边的法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决定一切通达。 佛教理修学的方法, 跟世间不一样。 现在我们是学佛的人, 学世间这个方法, 走错路了, 永远不会开悟, 永远不得利益。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二。 请先开经本一百六十五面。 二,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助降在其中矣。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是降伏其心之意也。 世尊在这个地方, 交给我们发心。 发心实在说是相当不容易, 菩提心不发就是凡夫, 如果真正发了菩提心, 就是原教初驻菩萨。 在过去特别是学教的同学们, 往往对于发菩提心没搞清楚, 经上也说, 论上也说, 也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 到这个地方才晓得, 原来菩提心有这么多条件在里面, 若不具足这些条件, 不叫做发菩提心。 如果心里还存着有个发菩提心的念头, 这个人没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现在我们搞清楚, 原来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性。 原初驻菩萨, 破异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那个真性就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是绝的意思, 真正决心现前。 只要有一念存在, 有个, 发, 这个念头在, 就把我们的真心障碍住, 妨碍住了, 所以那个不叫做发心。 却确确实实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发而无发。 诸位要晓得, 你发, 错误了, 你不发也错误了, 所以一定是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那就是真发。 诸位要细细把这个句子多念几遍, 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正是, 金刚经, 上所说的两边不住, 中道也没有, 这是真心现前的样子。 前面须菩提尊者无论是说初学, 或者是说老修行, 心要安住在哪里, 妄想要如何降服, 是尊这一句话把这些问题 统统达尽, 助降在其中已, 都在这一句里面。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 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心是助而无助, 无助而助。 我们凡夫的心是有助, 落在助里面, 四空天人, 小成圣者, 他们是助在无助里面, 落在有无, 总是两边。 诸佛菩萨住而无助, 无助而助, 不但两边不住, 而且两边不离, 他们高明在此地。 心发了没有? 发了, 虽发而若无其事, 虽若无其事他真发心。 发心的香, 我们必须要晓得, 发不发从香上看。 像是什么? 四红事愿就是发菩提心的香, 他确实有度众生这个意愿, 他真的在断烦恼, 真的在学法门, 不疲不厌, 这是香, 这个发了。 发了怎么无发? 他并没有感觉的, 我发菩提心, 没有。 念念要度一切众生, 他并没有想到, 我要度一切众生, 没有。 念念在断烦恼, 他也没有想到, 我要断烦恼, 都是若无其事, 心里面干干净净, 明明了了。 而在施香上是不疲不厌, 像普贤菩萨在, 行愿品, 里面讲的, 无有疲厌。 诸位从这些地方, 你去体会, 去领悟, 佛菩萨跟凡夫, 二圣全教不一样的地方, 你就明了了。 这个地方一丝一毫都不能差错, 所谓, 差之毫离, 谬之千里, 一点都不能够差错。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前面经文第112段,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矣,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就是指这三句, 这三句就是降伏其心的意思。 三, 三是指示一事, 降伏原为不降之降, 发心即是无发而发, 死皆破我潜直之为妙方法, 悉心领会, 方位善用功者, 三是指示一事, 三庄事情只是一庄事情, 也就是一庄事情的三面, 从三面才把这一庄事情看清楚, 降伏原为不降之降, 有一个降伏的念头, 那怎么能降伏得了? 我们想想过去, 禅宗二祖会可大师心不安, 心为什么不安? 妄想多, 妄念多。 他找达摩祖师安心, 安心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 云和降伏其心。 我这个妄心如何能把他扶住, 跟, 金刚经, 上讲的是一个意思。 达摩祖师很厉害, 马上伸出手,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降伏, 这一句话是叫他回光返照, 慧可大师这一回头找不到心。 这是个聪明人。 密心了不得, 我找心找不到, 没有。 没有心还有什么安不安? 还有什么降不降? 真有心这才能降伏? 没有。 那个想, 乱七八糟的念头叫妄想, 妄不是真的, 你只要觉察他是妄, 就没事了, 不要把他当真。 不必去想他就没有了, 这就降了, 越是要降他, 可就越麻烦。 发心, 亦复如是, 即是无发而发。 此皆破我潜直之为妙方法。 确实是妙, 但是要悉心体会, 很不容易体会到。 我们凡夫心很粗, 境界极其维系。 经文从上面一直听下来的, 比较容易一点, 意思能够体会到一些, 如果前面没有听, 一下看到这一句, 也是莫名其妙。 体会到还不够, 要自己能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这才管用。 所以末后这两句嘱咐我们要, 悉心领会, 悉是圆满完全的意思, 全心去领会, 去领悟, 去体会。 方位善用功者, 然后你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不知不觉也发心了, 那才叫真正会用功。 一一五, 举过明音响明明过明无得而得举问。 须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于然登佛所,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部。 一, 此隐往事位正。 其实正无身法忍, 位在八地。 这是世尊举过去的事情来作证, 也就是三转法轮里面作证转, 我们一般通俗的讲是现身说法。 以自己修行正果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是他正八的菩萨果为这个事情。 二, 世尊防文上说着, 一味发心无法, 云和的果。 顾举果已明知。 世尊防文上说着, 防事预防, 唯恐有一些人听前面所说发生误会, 他没听清楚产生了疑问, 产生了误会。 一味发心无法, 云和的果, 前面讲, 十五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发心都没有办法, 那将来怎么办? 怎么能正果? 正果一定要有因, 没有修因怎么能正果? 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赶紧补出来。 真发, 不是假的, 是真的。 发心不能者发心的香, 者发心的香就错了。 三, 若知的果者, 乃是无德而得, 则发心者, 必应无法而发也。 若知的果者, 乃是无德而得, 这才是真正的果。 则发心者, 必应无法而发, 果是无的就的, 这里面为什么说无的就的? 因为无上菩提, 这一句话是泛语, 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你的个什么? 如果说有的, 本来没有我现在得到了, 那才叫有的, 本来有的, 你到哪里去得?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个事实, 然后佛讲的这些话, 我们才会听得懂。 一般人总误会, 无上菩提我们没有, 好不容易把它修得了, 是错误的, 不晓得是自家本有的。 不但无上菩提是本有的, 乃至于是出世间一切法, 莫非本来具足。 六祖会能大师开悟之后, 跟五祖提出他的报告说,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这个本来就是一样都不缺。 乃至于现在你所享受的物质环境, 经营财宝这些, 这是自信里面具足的, 若不是自信具足, 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既是自信具足的, 你从哪里的? 所以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 心性本来有, 我们因为迷了, 迷叫无明, 明心就是无明又明了, 就这么回事情, 明了。 无明的时候你不见性, 性在你面前, 并没有离开你, 在你面前你不认识, 这一下觉悟了, 无明没有了, 这一切觉悟了。 觉悟了, 这才认识性, 才知道是出世间一切万事万法, 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 不但具足而且能生万法,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是从自信生出来的。 为什么能生? 因为它本来具足。 它怎么生的? 本来具足的是因, 遇到原它就生了。 原是什么? 原是心想, 想什么它就生什么, 这不可思议。 这是佛在戴经上常交给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把道理搞清楚, 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才晓得我们一天到晚 打妄想, 不得了。 为什么? 想什么, 生什么? 因此, 世尊在这个经上交给我们, 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 摩索住是于一切法决定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它是心性生的, 心性,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能执着它, 你执着它是错了。 因为它能够生一切万法, 所以佛叫我们念佛, 我们想佛就生佛, 想菩萨就生菩萨。 由这个地方, 我们也体会到念佛法门, 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怎么成佛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自然就知道念佛成佛的。 念什么成什么, 他念佛他就成佛, 他不念佛他成不了佛。 念佛成佛, 是这么个道理。 决定不可以念贪甜吃。 世间人都在念贪甜吃, 贪甜吃是什么? 是三恶道。 贪心是恶鬼道, 天天念贪将来就到恶鬼道去了, 念甜会是地狱道, 鱼吃是畜生道。 所以, 决定不要念贪甜吃, 心里面贪甜吃的烦恼要把它拔掉。 用什么方法? 静踪的方法很妙。 你真正要把贪甜吃拿掉,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业障是无始节来的习气, 不知不觉的他又起来了。 静踪的法门教我们, 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把它换过来, 心里一起念头, 阿弥陀佛, 转换过来, 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你这个功夫用久了, 用熟了, 却确实实把这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一句佛号取而代之, 那就成功了, 你这一身就成佛了。 你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才知道佛讲的, 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得而无得, 无得而得, 那是真相, 这才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四, 此事前后两引之, 而命意不同有三。 一,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达约于法时无所得, 其意重在, 得, 字, 此中则重在, 法, 字, 以无法得菩提, 证明上文无法发菩提之意也。 二, 前问中法字, 是指无身法人。 此中法字, 即指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不住法, 故经约圆满正的究竟果法而成如来。 如是因, 如是果, 丝毫不爽。 三,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是举果明因。 然法字是指无身法人, 故只举八的果, 明发心因。 此中之法, 是指无上菩提。 故应以两种因果是之, 于一方圆。 此事前后两因之, 而命意不同有三, 这一桩事情, 就是佛在燃灯佛所, 沉蒙燃灯佛给他受祭, 前面我们看到一次, 这个地方又看到一次, 这是世尊正八的果位的事情。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答约于法时无所得, 其意重在得字。 世尊两次引用这桩事情, 事情是一样的事情, 可是意思不一样。 前面是讲的无身法人, 问有没有所得, 用意是在, 的。 这个地方这一段所讲的, 他的重点在, 法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部, 所以他用意不一样。 前面问的法是指无身法人, 这个地方讲的法是指,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同样是一个法字, 所指的不一样。 因不住法, 故今约圆满正的究竟果法而成如来, 如是因, 如是果。 丝毫不爽。 佛给他授记, 你的无身法人, 你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是佛讲的, 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 自己要有这个念头, 佛也不会给他授记了, 佛也不会给他授记了, 他自己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意念, 但是他的层次也确实提升到那么高。 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一切贤圣,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一切圣贤, 如果连小城包括进去, 从小城出果, 到大城原教等觉菩萨, 为什么佛说了这么多的差别相, 小城四果四相, 大城五十一个阶级, 其实真正修行人心里面, 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执着, 也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念头, 这是世尊对凡夫说的, 四果四相都是对凡夫说的, 凡夫没有正到这个果位。 菩萨在无畏法里面有浅身不同, 浅的佛就讲位次低, 深的佛就说他的位次高, 但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无论是浅是深, 修无畏法的人心地都清净, 都没有染着,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 他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 越是高位的越纯净,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诸位如果稍稍明了一点, 然后给你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名字, 居住的地方没有接到名称, 也没有门牌号码, 每一个人像帽都长得一样, 你就不会觉得奇怪。 不但不奇怪,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 你要是没有搞清楚, 听了会吓一跳。 极乐世界也没有仕途, 三倍, 九品, 你们想想对不对? 如果有这些, 他心还能清净吗? 他不又搞分别, 妄想, 执着了吗? 没有这些。 由此可知, 四图, 三倍, 九品是佛对我们讲的。 他那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些事? 有, 但是那些人心里没有这个执着, 没有这个分别。 就好比我们这个讲堂在五楼, 要爬几十个阶梯上来, 你们爬上来, 心里有没有记住我走了多少阶梯, 恐怕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住在那里, 的确是有四土, 三倍, 九品。 你问他, 他心里没有这个念头, 那叫清净心。 人家着重的是清净心, 不着重什么品位。 不像我们这里人, 我一定要上品上升, 品位低的还不甘心, 这能去得了吗? 实在讲, 有一些人是用这个方法, 品位高多年, 教你多年, 免得你不能往生。 坚固的执着, 我一定要一心不乱, 我一定要上品上升,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很低。 什么原因? 心不清净。 那个一切都不执着的, 根本就没有想到品位的,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反而高。 为什么高? 跟这里讲的道理相应。 理与事都要搞清楚, 都要搞明白, 决定不能有分别执着, 那就对了, 跟经意就相应。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事举果明因, 事用果来显因。 然法自是指无身法人, 故只举巴的果, 明发心因, 这是讲前面是遵举的这个例子。 这一段里面, 此中之法, 是指无上菩提, 比无身法人要圆满得多。 故应以两种因果是之, 于一方圆, 这个意思才能讲的圆。 这是为什么燃灯佛要跟释迦牟尼佛受计, 道理在此地。 八的菩萨距离如来的果的已经相当接近, 如果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那个速度相当快速。 因果的道理, 包含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门, 一切法不离因果,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五, 说一, 如来, 即含有不应住法义在意。 如来是信德之称, 决信原名, 岂有法成。 做佛时如此, 则习在八地时, 其心无法成也可知。 说一如来, 即含有不应住法义在意, 如来于然登佛所, 经上凡事讲如来, 都是从信德上说的, 信德里面一成不染, 哪有住不住。 说住不住都错了。 如来是信德之称, 书信味等于小成的出果。 底下一节经文, 佛提出这个问题, 问一问虚菩提尊者, 你的意思怎么样? 考考虚菩提, 虚菩提很聪明, 很有智慧, 不辜负, 不辜负世尊的教导。 116, 答是, 不也,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义, 佛于然登佛所, 无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也, 这一句是个活句, 不可以把它当作否定词来看, 那你就把它搞错了。 不的意思, 用现代话说, 不能这个讲法, 不可以这么讲法。 它不是否定词, 也不是肯定, 也不是否定, 所以要懂答复的意思。 《金刚经》里面问答, 这样的情形很多。 一, 不也, 活句。 为非无法非有法也。 彼时正蒙受计当来作佛, 许其将来的正果法之称也。 故非无法。 然彼时时以正无身法忍, 亦法不身, 而蒙受计。 故非有法也。 不也, 活句。 为非无法非有法也。 这个意思里面, 不能说有法也不能说无法, 你要说无法, 它有法, 你要说有法, 它又是无法。 这种讲法初听的人, 这说的是什么话, 到底是有还是无? 其实, 佛讲的这个才叫真话。 我们讲无, 讲有, 都是妄语, 都是妄言, 不是真实的。 这个话才是真实的,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说非无法, 非无就是有, 事上就是有, 非有法就是无, 理上即是无。 这个答复理事两边都说到了, 理事圆融, 真正是两边不住, 这个答得妙。 彼时正蒙受计当来作佛, 许其将来的正果法之称也。 故非无法, 是尊正八的国位, 确实是遇到然登佛。 然登佛讲经说法, 菩萨也是美慧必道。 蒙佛受计, 这世世上确实有这个事, 所以说非无法。 然彼时时已正无身法忍, 亦法不身, 而蒙受计。 故非有法也。 什么叫无身法忍? 这一个名词, 我想每一位同修都很熟悉, 可是这个名词里什么意思, 恐怕很少人能讲得清楚。 回向记里面, 花开见佛物无身, 那就是无身法忍。 什么叫无身? 我们从法先讲起, 法, 是一切万法, 是初世间一切法, 佛法里面讲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 法是这个意思。 无身, 实法界一正庄严不身不灭。 确确实时没有生灭, 佛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大菩萨们也见到一切法 确实不身不灭。 我们没见到, 我们看到一切法明明有身有灭, 动物有身老病死, 植物有身住一灭, 矿物, 星球有沉住坏空, 这都是身灭香, 怎么会不身不灭? 佛菩萨告诉我们, 不身不灭是真的, 是真相。 你看到这个身灭像是假香, 你看错了, 你看走眼了, 一切法的的确确实不身不灭。 这个是不好懂, 我们只有用比喻来说。 譬如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里面看, 那个香有身有灭。 你在电影荧幕看那个画面, 不是有身有灭吗? 你到放电影机器房里面看底片, 不身不灭, 底片没有身灭, 你想想这个味道。 佛所看的香, 是什么香? 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香蓄香, 我们看的是香蓄香, 人家看的是真相, 人家看底片, 我们看电影画面。 电影画面那是假的, 底片是真的, 真实的。 你把这个事情肯定了, 一切法确实不身不灭。 忍, 就是承认的意思, 同意, 认可, 我同意佛的说法, 肯定佛的说法没错。 一切法身灭是错误的见解, 一切法不身不灭是正确的见解, 这是无身法忍的意思。 八的菩萨才见到阿赖耶的维系香, 就是刹那身灭香, 八的菩萨见到了。 所以八的菩萨肯定, 承认, 佛所讲的话没错, 我亲自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没有生灭。 我们现在把生死看作, 大事。 乐不得。 没有, 没有这回事情。 哪有生死? 是你自己看走眼, 你自己在打妄想, 这是真的。 他见到了, 佛才给他受计。 从这一个事实看, 那就是无有法, 哪来的法? 没有。 冷言经, 上讲的境界香, 当处出身, 当处灭境, 这个讲得也很好, 当处是同时, 生跟灭是同时, 生跟灭不是一时。 你们想想那个速度多快, 如果我们用弹指来算法, 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生灭, 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生灭不是同时吗? 所以他不是一时。 这是, 冷言, 上说的, 实在讲佛讲这个话, 大概对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人, 都不是讲真实的话, 比较接近, 恐怕真实的比这个还要加几倍。 生灭是同时的, 同时的, 那生灭都说不上。 这是说非有法的意思。 二, 总一线明心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若助法求得, 便不能得。 则不应助法发心, 其意昭然。 总一线明心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这是总纲领, 也非常重要。 我们心里有求, 给诸位说, 就求不得。 心里不求, 不求就得到了。 我们凡夫心里面都有求, 所以你能够求得得非常有限, 那是性得里面真的是一万分之一。 如果你要是不求, 你得到的是圆满的, 你都得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无求才是圆满的真心。 我今天用真诚心来求, 用清静心来求, 你的真诚跟清静都不圆满。 为什么不圆满? 因为你心里面有个真诚, 有个清静, 有个清静就不清静, 心里面有个慈悲就不慈悲, 里面有夹杂, 不纯净。 真正纯净发心, 跟前面句子是一样的。 你说发慈悲心, 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那是真慈悲, 清静心, 静而无静, 无静而静, 那是真清静。 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然后你才会用功, 你才晓得怎样修行, 这是属于高级的修行方法。 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若助法求得, 便不能得。 则不应助法发心, 其意昭然。 这些意思真正是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你要问为什么? 我们可以这个说法, 大家从无量节以来深深适适修行, 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 就是你发心心有助, 毛病就在此的, 要不然早成菩萨, 早成佛果。 现在还当凡夫, 还搞六道轮回, 就是发心心有助, 我们的过错在此地。 今天听到佛的开示, 真正明了这个事实, 从今而后, 决定要遵守,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那就成功了。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你都一凡丰顺, 你都会圆满成就。 尊者的答复, 答复得好, 与事实真相毫无违背, 所以佛给他印证。 一一七, 应成如来应许。 佛言, 如是如是, 虚菩提, 十五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如是, 不谬也。 十五有法的阿诺菩提。 决性原名, 名,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成, 便非原名。 如是, 不错, 你的看法很正确, 一点都不错。 十五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给他印证, 实实在在没有法, 你是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没这个事情。 为什么? 决性原名, 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成, 便非原名。 你要是有一个的的念头, 那是法成, 你要有一个修的念头, 也是法成, 你要有个正的念头, 还是法成。 六祖会能说, 本来无一物, 他说的话没错。 如果我们听了, 里头本来无一物, 他又有一物, 有个本来无一物, 又糟了。 本来无一物, 也无, 也没有。 这很难很难, 就怕你听错了意思。 所以佛说到最后没法子, 不得已说,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起心极措, 动念皆乖, 这是说到最后, 给我们这样说法。 不可以起心动念, 这是你决性原名显现。 所以佛菩萨的心, 无论在什么境界上, 在实法界, 顺境, 逆境, 佛的心从来没有动过, 我们常讲的,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用的是真心, 圆满的真心, 没有起心动念过。 起心动念, 但是他不迷惑, 这个人就叫做菩萨。 菩萨教, 觉有情, 三规理念所讲,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虽然起心动念, 他能保持觉正境, 这就是菩萨。 凡夫起心动念, 他迷邪染, 迷邪染就变六道, 变这个境界出来。 佛菩萨起心动念一觉正境, 他变得是四圣法界, 就是清净的暴徒, 我们这是慧恶的暴徒。 这也证明了, 一切法从心降生。 所以佛心不动,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干干净净, 真的是一尘不染。 二, 实无, 未必实在燃灯佛所, 实无丝毫有法的成如来之心也。 在燃灯佛那个地方, 佛给他授记, 你的无身法人, 他没有这个念头, 佛给他授记, 你将来会证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没这个念头。 这个意思跟后面, 佛在全经做总结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也非常重要, 完全相应, 佛说,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佛在经上交给须菩提尊者, 他本身做到了。 在燃灯佛所, 佛给他授记时, 他不取余香, 他没有着这个香, 他如如不动。 三, 实因心中无此果法, 而后的成如来。 使之虽得而实无所得, 方位信得远章之如来。 实因心中无此果法, 而后的成如来, 如来也是个假名, 都是不得已而建立的。 黎明子乡。 为什么建立这些假名? 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言说教会方便起见而设立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佛的用意, 这些东西可以用不能执着, 我们也可以用,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使之虽得而实无所得, 方位信得远章之如来, 那真的是如来, 一点都不假。 如来这个意思, 也非常的深广。 如来者, 如古佛之再来, 佛佛道同, 没有两样, 智慧, 得能无不圆满。 而世尊在此的, 从世相上跟我们说了一句, 说得好,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一句解释真的是妙不可言。 诸法如意, 诸法是一切法, 如, 一切法是讲法相, 相如其性, 是如其理, 没有一法不如, 没有一桩事情不如, 一切皆如, 这是禅宗明星见性以后的境界。 心性在哪里? 菩提在哪里? 真心在哪里? 无有意法不适, 法法皆是, 所谓,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源就是根源, 根源是真如本性。 一一八, 反正是成反是。 须菩提, 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登佛则不与我受祭, 如于来世, 当得做佛, 好是加慕尼。 后头这三句是然登佛所说的, 是尊为我们转述。 一, 昔日受祭, 时由于正无身法。 发觉初心之菩萨, 若知的有法则不受祭, 无法乃于受祭。 昔日受祭, 那个时候, 在然登佛所蒙佛受祭。 时由于正无身法人, 他的心真正清净了, 真正向这不经后面所讲,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他真做到了, 所以然登佛才给他受祭, 由于正无身法人。 发觉初心之菩萨, 若知的有法则不受祭, 无法乃于受祭, 这是教导我们初心菩萨, 必须要知道。 有法, 给你受什么祭。 我过去在讲习里面曾经说过, 特别是对于要发心出来 讲经说法的人, 每天读诵去研究, 一肚子的佛法, 你想想看, 佛会不会给你受祭。 装满一肚子佛法, 叫一肚子垃圾, 这个要知道, 错了。 我教给你们的方法很特殊, 教给你们心要干干净净, 空空洞洞, 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真正的佛法。 实在这个法是不是我发明教给你? 不是的。 我老师传给我的。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在台中求学, 在李老师的会下, 听经听了十年, 李老师不准我做笔记。 什么事情? 你要是做笔记, 你有法了, 你有了。 他就是杜绝我, 不让我有, 我得他这个好处太多了。 听法听什么? 真正听懂, 意思听明白了, 听懂之后, 你再要复讲的话, 你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 都没有讲错。 常说, 短说, 深说, 浅说, 他自在了。 你肚子里有法拿出来, 不自在。 他有限制, 有范围, 不能随意, 什么都没有才随意, 这是真的。 真的当然你现在一下得不到, 要慢慢培养。 譬如开头你学讲经, 要写讲稿, 要写大纲, 要做这些, 以后要逐渐把它减少。 真正的功夫, 要真正能体会到经意。 你们听经, 我不晓得你们听的是什么。 过去老师教我听经要听, 教理, 就是听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理有什么好? 理通了, 所有一切都贯通。 诸佛如来所说的经, 指一个理, 你能够把教理抓住之后, 一切贯通。 这个我们常讲, 大开元解, 跟宗门的大彻大悟没有两样。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不得已而求其次, 听, 教义。 听教义虽然不能大开元解, 与这不经相接近的经典你都能够懂的。 换句话说, 听一步经不能只懂一步。 那怎么教法? 老师教学生, 要选什么学生? 学生要灵活, 能够举一反三。 我教你一步, 你就要通好多步, 这个好教。 教二、 三步, 全都懂了, 老师就不费力气, 就很自在。 教一样懂一样, 三藏十二步教几百年都教不完, 累死人。 一般老师不喜欢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太累人。 这就是你要听教理, 你要听教义才有味道。 听了之后, 真的是活的学, 活的用, 统统是活的, 没有一个字是死呆版的。 你才晓得佛经去味无穷, 世间什么样的乐, 没有读佛经快乐, 你真正享受到了。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佛经越念越苦, 念得好辛苦, 哪有外面玩得快乐, 不懂。 真正尝到这个味道, 才晓得法味无穷, 法喜充满, 要懂这个, 要从这个地方去培养。 体会这个教学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得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 心清静, 真诚。 总而言之一句话, 妄想少, 执着少才能入门。 妄想多的人, 执着很重的人, 像厉害得失, 执着很重的人, 就不太容易领悟, 这个方法对他们来讲没有效。 名利看得很淡, 妄想少, 心地清静, 真诚来学习, 行。 只要具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能从这个门入, 这个门入快速。 训练讲经, 方法就是副讲, 这个方法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所用的老办法。 今天这两个小时, 你在此的听这一段经文, 听完之后, 也不要去准备, 也不要去想, 到明天早晨, 你把这段经文重新讲一遍给大家听, 这叫副讲, 能讲多少算多少。 我这里讲二个小时, 你能够讲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行, 就是不能把思维摆进去, 那是什么? 那是第六意识。 这样越讲越纯熟, 你开始可能从十分钟, 慢慢到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逐渐进步。 上一次, 马来西亚来的蔡居士, 他在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参加台中磁光讲座, 他们是最老的学生。 磁光讲座, 李老师为他们编了一个, 佛学十四讲, 就是为他们学生编的, 一张表解释讲一个小时。 讲完之后, 我把这些学生找来, 你们来复讲。 他们讲多少时间? 五分钟。 李老师讲一个小时, 他们拿到手五分钟就讲完了。 这个方法练, 练到现在也不错, 他在马来西亚到处讲经。 这就是说明, 古人的方法跟经人的方法不同。 古人这个方法确实是本身要有条件的, 没有条件那就难了。 所谓真的是上根立志, 行。 很容易得力, 中下根性就没有办法, 那不能训练。 现在我们有录音带, 录像带, 可以反复听, 不断地听, 换句话说, 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入得进去。 为什么? 你听得变数多。 我们那个时候听经就一遍, 没有第二遍, 一遍要不能够把意思搞清楚, 你就没有办法。 而且老师讲经不重负的, 不能问的, 我这段没有听清楚, 老师, 这一句你再给我讲一讲, 老师打你几个耳光, 不给你讲。 为什么打了你, 不跟你讲? 打了你给你讲, 你还会偷懒, 下一次没听懂, 顶多挨一下打, 还是可以听得到。 打了不给你讲, 你指望就没有了。 所以你听就不能不全部精神贯注, 他要求是这个, 决定不能打一个妄想, 全神贯注。 无的, 才是真正的, 唯有心地清净才能体会。 为什么佛菩萨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杂念, 执着太多, 把它障碍住。 其实佛所讲的东西, 全是我们清净心中本来具足的, 哪有不懂的? 不是外面来的, 本来具足的。 佛讲, 金刚经, 是讲我们自信的, 金刚经, 用他的自信, 金刚经, 把我们的自信, 金刚般若, 引出来, 我们的, 金刚般若, 跟世尊的, 金刚般若, 一模一样, 没有两样, 这就是你真的成就了。 佛讲经真正目的在此地。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然后才晓得, 应该怎样去学习。 有法就不会给你受计, 一定到无法的时候给你受计。 无法是什么? 你的清净心现前, 清净心不能现前, 不会跟你讲的。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桩事情附带告诉诸位, 佛门里面的确有感应, 如果我们自己清净心没有现前, 常常见到佛菩萨, 见到光, 见到瑞香, 你想想看,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是妖魔鬼怪, 变化成佛菩萨样子, 来诱惑你, 欺骗你。 你一看到好欢喜, 我见到佛了, 我功夫不错, 你们都不如我, 狂乱了。 什么时候佛菩萨会视线给你看? 你心里面若无其事, 真的清净了, 会见到瑞香, 见到瑞香也是如如不动,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那是真的, 你真的见到佛菩萨了。 如果一见, 心里面起了欢喜心, 动了念头, 还到处宣扬, 炫耀我了不起, 那你是见了妖魔鬼怪, 没有见佛菩萨。 同样一个道理, 你心不清净, 佛菩萨不会来的, 心不清净, 看到佛菩萨都是妖魔鬼怪, 能言经, 上讲, 五十种阴魔, 防不胜防。 懂得这个原理, 我们就晓得, 我们心还有妄念, 还有分别执着, 如果见到这些现象, 我心里有数, 磨来诱惑, 我不上当。 现在假的东西太多, 外面商品有仿貌, 佛门里面也有仿貌, 人死了烧出设立, 设立都有假的, 仿貌的, 流肉身, 肉身也有仿貌的, 是妖魔鬼怪神通广大, 不要以为看到这个东西了不起, 不见得是真的。 一定要看他的锐香, 与他生前修行功夫相应不相应, 如果相应, 真的, 不相应, 靠不住。 设立看起来很好看, 你拿铁堆一敲碎了, 那是假的。 当然, 人家不会去敲, 那真假莫辩, 其实一试验就晓得。 过去谈虚老法师在香港原济时, 烧出设立, 这外国人不相信, 拿铁堆去砸, 那个铁堆凹下去了, 设立还是完整的, 大家佩服了, 那是真的, 决定砸不碎的。 这些都是普通的佛学常识, 而现在这个社会上非常混乱, 邪阵, 真假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 才不至于吃亏上当。 二, 受持读诵词经, 必应如交,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方为信心不逆, 何丹如来? 方能身负灭罪, 当得菩提。 受持读读词经, 必应如交, 教士教导, 佛怎么样交给我们?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方为信心不逆, 何丹如来? 方能身负灭罪, 当得菩提,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读了, 也说了, 未必真的听清楚。 此的这两句讲得很白, 很浅显。 受持是要照做, 不是去念, 念不是受持,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佛不教我们做的, 我们就不做, 这叫受持, 受是接受, 持是保持。 受持读诵词经, 必定应当如佛教导, 必, 完全肯定的一个语句,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佛教给我们什么?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怎么无助又出来一个而助? 经上交给我们应摩所助, 无助, 而助就是身心。 虽然交给我们应摩所助, 底下有, 而身其心, 这意思很深, 很广。 无助就是不执着, 心里面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无助, 与一切法的体性相应, 佛讲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又教你, 而身其心? 身心, 与一切法相相应。 所有一切法相是,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事是遵在, 华言经, 上说的。 体一定现相, 它不能不现相。 诸位要晓得, 相是不会灭的, 不会断灭, 但是相会变。 我们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 已经做气, 气气皆经, 黄金是体, 不变, 它的相会变。 我们喜欢佛, 把黄金素一尊佛像。 过几天我们不喜欢佛, 喜欢观音菩萨, 把黄金融化掉, 又做一个菩萨的像。 相会变, 金不变, 还是那么多金。 我什么像都不要了, 它有没有香? 还是有香, 一坨有一坨的香, 一块有一块的香, 它总归有香。 像是不会灭的, 会变, 随着我们的心变。 因此, 身心重要。 你身念佛心, 那就献佛香, 念菩萨心就身菩萨香,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要无助身心, 无助与体相应, 身心与相, 作用相应。 无助是不着有, 身心不着空, 空有两边不住, 这部, 金刚经, 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说这一个事实。 所以要懂得, 于一切法无助而住。 方位信心不逆, 前面讲能做到信心不逆, 就是经上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不逆是非照这么做不可。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金刚经, 讲的是总纲领, 总原则, 不管修哪个法门,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就不能成就。 你参禅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你才能够得定, 你才能够开悟, 学教不离这个原则, 你才能大开元解, 你才能通达教理, 教义, 你修秘不离开这个原则, 你得三秘相应, 你持戒不离这个原则, 你从戒里面一定得定开会。 离开这个原则, 戒律持得再好, 你不会得定, 当然更不会开悟。 所以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不逆是非照这个做不可。 然后再, 何丹如来, 就是如来的事业, 如来事业就是教化众生, 自行化它, 为人演说。 由此可知, 信心不逆就是受持读诵, 何丹如来就是为人演说。 前面这个句子我们念的很多, 归结到这个地方。 方能身福灭罪, 真的灭罪, 真正身福, 灭无量罪, 身无量福。 当的菩提, 是以后的事情, 当的菩提是成佛。 三, 三菩提, 下, 亦未必十位蒙受祭之先, 若心注于无上菩提之法, 希望成如来, 的无上菩提, 便不能正无身法人, 则并受祭义不可得已。 岂能成如来耶? 三菩提下, 三菩提就是经上讲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底下所说的, 亦未, 意思是讲, 彼时未蒙受祭之先, 若心注于无上菩提之法, 希望成如来, 的无上菩提, 如果有这个念头, 问题就来了。 事情要做, 事上要修, 不能有这个念头。 事上是什么? 身心。 身心要无助才行, 身心有助是凡夫不是圣人。 无助要是不身心, 是小尘阿罗汉, 四空天人, 于众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必须身心要无助, 无助要身心, 这样才行。 会用功的人, 不仅要把这个原理原则应用在佛法修学上, 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 平常工作, 待人接物都要用。 你说我在学佛法用得上, 我穿衣, 吃饭就又变了, 那是假的。 你在佛法上没用上功夫, 你要真正会用功, 统统都会用, 完全变成了生活。 你平常读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为人讲经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怎么能够跟生活脱离关系? 离开了生活没有佛法, 佛法就是生活, 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都不要求。 今天中午有几位同修请我吃饭, 有几个人提出来, 他们要拜佛, 念经, 求发财, 求长寿, 求福报, 能求得到吗? 凡是你求到的, 都是你命里本来有的, 不求也有。 命里面没有的, 那个求法求不到的。 佛不骗人, 这是我们最佩服他的地方。 可是佛又说, 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 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 有求的道理, 有求的方法, 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 自然就得到了。 中瓜就得瓜, 不中瓜天天求, 会有个人送个瓜给你, 哪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的。 你自己去种因, 一定就有果报, 佛是教你这个。 种善因就得福报, 种恶因就得恶果, 就这么回事情。 你发财了, 你发财是因为你过去财不失, 过去身中的财不失, 不失的多, 这一生当中发了大财, 是这么个道理。 我财发的不容易, 拼命赚得来的, 你不拼命也赚来, 你何必要去拼命? 你命里面有的, 可能你拼命去赚, 提早一点, 本来是两, 三年以后才发财, 因为你拼命干, 现在就发财, 可能提早一点。 总而言之, 是你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 拼死了也赚不到一分钱来, 这个要晓得。 聪明智慧, 法不失的果报, 健康长寿, 无畏不失的果报, 种什么样的因, 的什么样的果报, 了凡思讯, 里面讲得很透彻。 佛是教我们这样, 所以说有求必应, 他有道理, 有方法, 不是佛菩萨赐给你的, 没有这个道理。 今天他们问, 有很多道教的求神, 神帮助他升官发财。 我说那个神性好不灵, 如果要灵的话, 那你就不得了。 他说, 怎么, 你想想看, 聪明正直位之神, 你去那里祷告, 跟神谈条件, 谈贿赂, 神。 你保佑我发一万块钱财, 第二天我供养你一千块。 这不是谈贿赂吗? 你把它当作什么人看待? 贪官污吏。 贪官污吏, 新加坡的法律都要制裁他。 你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 你说怎么得了, 你的罪多大。 幸好他不灵, 他要灵他不治你的罪。 你还能逃得了。 你自己的心歪了, 也像那些佛菩萨心都是歪的, 就跟你一样, 你说怎么得了。 这个道理并不很深, 头脑清楚一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哪有这种道理? 佛给我们讲因果的道理, 总善因得善果。 这一段的意思说得好, 心里面有所需求, 你的心就不清净, 佛菩萨不会给你受祭, 你实实在在也得不到你心里面想得的果报, 你得不到。 同样这个道理, 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来给我说, 法师, 我念了三、四年, 一心不乱我还没有得到, 我就老实告诉他, 你这一生都没指望, 你得不到, 他说, 为什么? 一心不乱里面, 还夹杂一个一心不乱, 你怎么能得到, 必须把一心不乱这个念头去掉, 你才能得一心。 你有个一心不乱横在那个地方, 那是个障碍, 那是夹杂, 你怎么能得到? 决定得不到的。 诸位要想念佛功夫提升, 老实念去, 什么也不要想, 不要想品味, 不要想一心, 一直念去, 水到渠成, 自然就得到, 这是把障碍去掉了。 礼与事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我们在修行, 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这幸福美满的生活, 许许多多的障碍才能够排除。 一一九, 正是, 以十五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固然登佛与我受祭, 做誓言, 如于来誓, 当的做佛, 号释迦牧尼。 正因为世尊在八地位上心地清静, 一尘不染, 然登佛才给他受祭。 佛在此地说这些话, 给我们做榜样。 在三转法轮里面, 这叫做正转, 以事实来给我们做证明。 一, 以其实无助者菩提法以求得知之心, 明其正因心无有法, 乃正无身, 的蒙受祭尔。 这一段说明一桩事情, 怎样才能够正得入佛之见, 一切法不生不灭。 我们也很想正的这个境界, 但是就是没有法子正得。 病在哪里? 病在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生灭心。 生灭心见不到无身法, 生灭心见一切法都是生灭法。 菩萨为什么能正的? 他用的是不生不灭的心, 他心里面没有念头。 生灭是妄心, 不用生灭心, 他用的是真心, 真心不生不灭。 他用不生不灭的心看一切万法, 这一切万法果然不生不灭, 这岂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静随心转。 清静心见的是清静色相, 不生灭的心见的是不生灭的色相, 生灭心见的是生灭的色相。 修行修什么? 就是把妄想, 分别, 执着修掉。 这个东西是错误的, 无始节以来错到今天, 把错误的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这是真正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念头, 有念就错了。 无念怎样? 无念也错了。 无念变成无想定, 也不行。 那要怎么办? 还是佛在这里说的, 无助身心, 无助不是有念, 身心不是无念。 落在有念上, 你落在欲界, 色界, 落在无念上, 你落在无色界, 都出不了三界, 都脱不了轮回, 必须两边不住, 你才能够超越。 这个事情太难了。 有不行, 没有也不行, 那怎么办? 确实我们是不得其门而入。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抓住阿弥陀佛就行了, 跟他出去,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想想看, 无论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要空有两边不着, 你才能出得去, 没有第二条路。 想想这是真难, 真不容易。 念佛这个法门救了我们, 念佛法门可以执着。 二, 无菩提可助。 正是说明不应助之所以然。 乃离向之极致, 亦法性之本然也。 菩提, 是范语, 意思是觉。 本来就觉, 一住就迷了, 这住不得, 一住就迷了。 觉性在哪里? 佛在冷言会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明白, 真如本性, 我们的真心, 原来就在, 六根门头。 眼见是真心见, 是见性见, 耳闻是真心闻, 都是真心在起作用, 绝对不是忘心。 为什么会变成虚忘? 就是因为你有住, 就坏在这里, 一住迷了, 把真心变成忘心。 眼见, 见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可是你在见的里面, 你起了分别, 执着就错了, 那就住了。 我眼见得看看清楚, 这是花, 这是黄色的, 那是红色的, 迷了。 怎么迷了? 你迷在名像上, 它本来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你看的是真的, 一有名字就是假的, 名是假名, 你执着假名, 错在这里。 所以你在见色纹身的时候, 你的心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你所见的是真的, 跟佛见的没有两样。 一见到里面就起分别, 起执着, 打妄想, 你就从佛一下掉到凡夫, 就变成凡夫。 凡夫见色纹身, 第一念是性见, 眼见是见性见色性, 但是第二念就变成实, 变成眼实, 外面变成色尘, 麻烦在这个地方。 如何保持第一念而不动, 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就是教你永远保持第一念。 第一念因为你没有执着, 你的心是清净的, 你没有分别, 你的心是平等的。 一有分别就有好丑, 就不平等, 一有执着, 就有爱憎,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这麻烦就大了, 那是凡夫。 为什么佛与大菩萨他的心清净, 平等, 他对于使法界众生一视同仁, 没有说喜欢这个, 讨厌那个, 没有, 决定是平等的。 我们凡夫为什么在境界喜欢这个, 讨厌那个, 迷, 把清净的自信转变成八十五十一心锁, 变成这个东西。 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 在还原。 所以相宗讲修行贵在转十成智, 转八十成四智, 四智就是菩提, 相宗讲四智, 信宗讲无上菩提, 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 叫转十成智, 信宗里面叫破弥开悟。 因为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不能执着, 清净心中也没有佛法这些法相名词, 因此法相名词也不可执着。 法相名词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法不得已而假设的, 不是真的。 你要把这个当作真的就错了, 所谓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什么东西是真的。 一念不生是真的, 于一切法当中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是真的。 这是, 理想之极致, 法性之本然, 佛为什么教我们不执着, 换句话说, 佛为什么在经上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道理都说清楚, 说明白了。 你要是不清楚, 不明白, 不服, 不愿意照做。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非这么做不可, 那就信心不腻。 为什么? 不这么做, 我们亏吃大了, 无量解搞到今天, 就是吃了这个亏。 吃亏不晓得怎么吃的, 这一下才搞清楚, 搞明白。 一回头就是大彻大悟, 一回头我再不犯老毛病, 这才能成就。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三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三, 请先开经本一百七十面。 三, 必解身而后信身, 解缘而后修缘。 其余正入也不难以。 解渐渐开, 直请我渐便渐渐消。 所以学佛重在解会, 所谓观会也。 在这一小段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学佛不但要读经, 对于经义一定要有深入的理解,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现前这个社会, 学佛的人不可以说不多, 但是学佛的人, 真正有成就的人并不太多。 原因在哪里? 不解经义, 这正是古人所谓盲修瞎恋, 现代人所谓的迷信。 迷信就是不解经义, 这才是迷信。 经义难解, 这是真的。 第一个, 古来著解经书的文字太深, 义里尤其是难以体会, 何况是我们感到佛的教会, 祖师大德的解述, 与我们现前的生活好像接连不上。 使我们直接觉得所学非所用, 于是对于佛法修学的兴趣就淡了。 这个原因很复杂。 所以第二句讲解缘, 解不但要深, 要紧的还要缘, 缘解之后,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要达到深解缘解, 最低限度要具备两个因缘。 第一个因缘, 就是你要遇到好老师。 这个好老师一定要善说, 他友善巧方便, 把很难懂的地方, 他说的让我们可以懂, 可以接受,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是必须自己对于五欲六成, 这些物质生活享受, 要能看得淡。 假如欲情执着太浓, 不但善知识来说法, 你无法体会, 即使是佛菩萨来也没办法。 道理在哪里? 自己业障太重。 纵然佛菩萨有善巧, 我们业障很重, 依旧听不懂, 这个事情是事实, 不是假设。 这一不经是世尊在舍卫大臣讲的, 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世尊当年在舍卫大臣说法,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大都会, 人口繁多。 而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讲过不少的经论, 而能够接受佛教会的只有三分之一。 另外有三分之一。 曾经听说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在某个地方讲经, 没见过面,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根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由此可见, 这个业障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在这个地区讲经, 讲了那么多年, 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释迦牟尼佛。 所以消业障就要紧, 业障怎么消法? 我们在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把它看淡一点, 业障就消了。 要把它看淡, 要把它放下。 你看得越淡, 放下越多, 你的业障就消得越多。 就是看破, 看破还要看破, 放下还要放下。 彻底放下, 就成佛了。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有看破, 没有放下, 所以他成不了佛。 由此可知, 佛法的修正没有别的, 看破放下而已。 我们为什么看不破? 为什么放不下? 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没搞清楚。 世尊四十九年为我们说的一切法, 说什么? 无非就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 这就是解身。 你把这个事情认识得越清楚, 越明白, 越透彻, 你就相信佛在经上, 教导我们怎样做人, 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 怎样处事待人接物, 你信救生了。 解缘, 而后你修救缘。 缘是缘满, 没有欠缺, 换句话说, 面面都了解, 理了解, 事也了解, 对自己明了, 对于一切众生也明了。 修事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不外乎生口意这三方面。 身体一切造作, 生的行为, 一切言语, 口的行为, 其心动念, 是心意的行为。 行为再多, 这三条就包括静了。 行为有了错误,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看错了, 想错了, 意业的行为, 做错了, 深夜的行为, 说错了, 口夜的行为。 把这些错误一桩一桩都修正过来, 这叫缘修。 缘修一定是建立在缘解的基础上, 这样才能够震入。 是法, 佛法不外乎因果, 这个你要了解, 你要解的身, 要解的缘。 一切法决定没有偶然,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没有偶然的, 没有偶发的。 所有大乘经里面, 都说明这一个事实真相, 而因果是通三世的。 三世是, 过去无始, 不是过去一生, 两生,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善因遇到善缘一定结善果, 恶因遇到恶缘一定有恶报, 不定在哪一世, 要看缘之成熟。 什么时候缘成熟, 果报就献钱。 果报能免吗? 能免。 要什么条件才能免? 金刚经, 上讲的, 四项, 四剑破就免了。 所谓转烦恼成菩提, 转身死为涅槃, 那就赚了。 如果还有我, 还有人, 你就免不掉。 有我, 我就要承受果报。 所以一定到无我, 他就免了。 无我, 诸位想象, 纵有夜报谁去承受。 没有人承受。 所以这是各标准, 金刚经, 上是各标准。 只要你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量节来所造的夜因, 你就要承受善果恶报, 除非四项破了。 四项破了, 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不但六道超越, 十法界也超越, 这样的人住一真法界, 住一真法界这是成佛。 其余正入也不难以, 正就是正入一真法界, 这个字的意思很深, 很不容易体会。 心地清静到了极处, 境界自自然然现前, 这个时候我们叫他做, 正。 而在正入的这个人来说, 他实在是没有起心动念。 如果他要动个念头, 我正入了, 你们诸位想想看, 他能正吗? 我正入了, 有我相, 我的对面就是人相, 他四相聚足, 他是凡夫, 他怎么能正入? 由此可知, 原教初诸以上, 大乘法中常说, 无功用道。 往后这四十一个位次, 用什么方法修行? 就是, 无功用道, 很难懂。 不能有一点意思, 有一点意思就落在凡情, 就是情简。 不能有一点意思, 自自然然的成就, 那功夫渐渐深, 智慧渐渐圆。 他的功夫确实没有间断, 但是绝对不会起一个我念, 换句话说, 绝对不会起一个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讲法还是难懂。 我们今天修行兜着香, 今天我念了两部, 无量寿经, 我念了一万身佛号, 明天我精进了, 我念一万二千身佛号, 我有了进步, 这些菩萨们没有这个念头。 古人用帆船做比喻。 初学佛的人, 用功精进就像帆船帆悬满的时候, 风吹的船走得很快, 你看得见在那里进步。 可是船快要靠岸了, 一定要把帆收掉, 速度减缓。 距岸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用竹竿撑船, 不用翻。 可是这个船快要接近岸边, 那个竹竿也不要了, 统统放下, 这个船缓慢自自然然往岸上靠, 那一段教无功用道, 诸位去体会这个意思。 原教初驻以上菩萨, 也就是法身大事, 他们用功就像船接近岸, 那个竿也放下了, 自自然然往前去。 所以此处用不得力, 是这样的境界, 真实的清静心。 那众法身大事的用功,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情职, 他没有情职。 解剑剑开, 是讲开悟。 开悟的样子, 我们必须要知道。 否则的话, 自己懂得一点, 就自以为开悟了, 这个误会的人很多, 自己以为开悟, 还有自己以为正果。 我过去就曾经遇到一个居士, 他跟我讲他正阿罗汉果, 说得很真实, 绝对不是骗人, 他自己自信心很强, 告诉我正的阿罗汉果。 我也没有法子, 那是他的境界。 但是我看样子不像。 最后实在不得已, 我就跟他讲, 正的阿罗汉六种神通都发现了, 我说, 你试试看, 那个墙壁外面, 你能不能看得见? 他说, 我看不见, 我说那保险你没震, 他心里才服了。 隔着墙你就看不见, 你的天眼没有恢复。 我们在小陈经里面都看得很清楚, 佛都讲得很清楚, 正的出果须陀环就有天眼通, 天耳通, 正的二果就有他心通, 我心里想的事情你知道, 正的三果就有神族通, 四果漏境通。 三果神族通就是能变化, 可以分身, 你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我就劝他以后少说, 没有正的。 修行有一点功夫, 很欢喜, 很快乐了, 身心得到清安, 就自以为正阿罗汉果, 你说糟不糟糕。 毛病在哪里? 他这个不是骗人, 他不是打妄语, 误会了。 经意不解, 没有深解, 没有原解, 误会了, 所以他不是骗人。 直请我渐遍渐渐消, 这就是说你误入程度的浅深。 你误得越深, 你感情执着就越淡薄。 我们现在人所谓是, 你对人对事很少用感情, 完全用的理智, 在佛法讲智慧, 你用的智慧而不是用感情。 感情很重的人, 执着很重的人, 纵然解, 不够深, 当然也不圆, 这是一定的道理。 因此学佛重在解会, 特别是大臣。 小臣仁着重在修, 大臣着重在解, 小臣着重在世上修, 大臣着重在心上开解。 那个来得快, 这一觉悟了, 事也就圆满。 世上勤修, 理上不明, 还是隔了一层, 这是小臣不及大臣之处。 大臣着重在开会, 有智慧的观察, 他的生活是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我们反过来看看凡夫, 凡夫迷惑颠倒, 我们生活在情职之中, 生活在烦恼之中, 诸佛菩萨生活在智慧之中, 那怎么会一样? 当然不相同。 四, 无上正等觉者非他, 即是真如本性, 亦明自性清静心。 应其为万法之宗, 故称无上。 为一切众所同聚, 故名正等。 但未分别执着妄想所障, 若能潜望除障, 则明正觉。 觉智究竟, 信得全章。 无以明知, 不得以强明知曰, 得无上正等觉而。 这是将,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名词,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这属于佛学常识。 我们对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认识, 范语称为,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真如本性, 禅宗说的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明星见性是什么? 就是见到真如本性, 换句话说, 明星见性就是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净土宗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是什么? 一心不乱就是自信清静心, 说的明相不一样, 还是这一桩事情。 教下称为无上正等正觉, 宗门称之为明星见性, 净土宗称为一心不乱, 名字不一样, 是一桩事情。 为什么说它是万法之宗? 万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时空, 这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现象, 佛教术与教使法界一正庄严。 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都是自信清静心变现出来的, 它是能变, 所有一切万法是所变的。 能变的是主, 是真的, 所变的是虚妄的, 是假的。 这就好比我们没有功夫的人, 自己做不了主宰, 晚上睡觉会做梦。 诸位要知道, 晚上睡觉做梦是一回什么事情。 是自己做不了主宰, 自己要能做得了主, 晚上就不会做梦。 有功夫, 心地清静的人, 有定功的人, 他不会做梦。 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都不一样, 你们在一生当中曾经做过同样的梦吗? 天天做的梦都不一样。 你要晓得能做梦的是心, 所做的梦中境界那是香, 那就是万法, 天天不一样, 不就是万法吗? 所以梦是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 说整个宇宙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不太好懂。 其实那个道理, 跟做梦真的非常接近。 人生确实是个梦, 昨天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不要说昨天不再回来了, 我们说现在, 现在就过去了, 而一分一秒永远不回头, 跟每天做梦有什么两样。 所以, 金刚经, 末后告诉我们,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梦会不会断掉? 给诸位说, 不会断掉。 闭着眼睛你会做梦, 睁着眼睛还在做梦, 梦不会断的。 这就说明香不会断的, 因为体它不会断, 清净心是体, 体不会断, 不会灭, 所以香不会灭。 香不会灭是真的, 但是它会转变, 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 因此, 佛才教给我们, 无助伸心, 伸心就有道理了。 伸什么样的心? 要伸清净心, 要伸善心。 刚才讲, 香不会断灭, 它会变, 伸善心这个境界就变好, 起恶念那境界就变坏。 从哪里变起? 从你的相貌变起, 从你身体体质变起, 因为身跟心是最接近的, 然后才扩展到外面, 一切众生, 山和大地。 所以投一个起变化的, 最明显变化的, 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相貌。 所以说学佛有了功夫, 功夫得利, 不必挂在嘴皮上, 你那依附尊容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看到你的相貌一年比一年好, 身体一年比一年健康, 当然是你功夫得利。 世俗算命看相都会说, 相随心转, 这个一点都不错。 心地慈悲的人, 相貌就慈悲, 心地险恶的人, 相貌就很恐怖, 这个一定道理。 你心里欢喜时, 你相貌很好看, 你心里不高兴时, 你摆那个面孔就很难看, 这很明显的, 这变得好快。 真正修行功夫能够受用, 真是立刻就现前, 这一点都不假。 所以心是主宰, 不但是我们这个身的主宰, 是整个宇宙一切众生的主宰, 万法之宗, 称之为, 无上, 是这个意思。 为一切众生所同聚, 所以叫正等。 因为这个心, 心不是一个人一个心, 你是一个人一个心, 这是, 妄心, 妄想, 妄想是每一个人都不相同的, 一个人一个心是妄心。 真心, 不但一切人是共同的, 一切诸佛菩萨, 乃至于植物, 矿物, 连太虚空, 都是相同的, 真心是相同的。 佛在冷言会上有个比喻, 把真心比做大海, 把我们每一个人比做海里面起的水泡。 水泡很多很多, 一个水泡一个水泡不相同, 但是同统一大海而起的。 水泡一破掉就相同了, 不破的时候不同, 不破的时候是妄心, 一个人一个心。 妄心要是破掉, 真心现前, 真心相同。 正因为真心相同, 所以见到真心的人, 也就是妄心断灭了, 真心现前了, 一切众生心里打得妄想他知道。 你说他凭什么知道? 因为真心相同, 你心里想什么是他知道, 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不要认为我心里动个念头, 没有人知道, 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心里动个念头, 迷惑颠倒的众生不知道, 心地稍微清静一点的人, 他知道, 这就是所谓他心通。 我们念佛想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想一想自己起心动念, 能不能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起心动念不但阿弥陀佛知道, 观音, 世智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 无量寿经, 上说得很清楚, 西方世界的人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 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形相, 因生, 他们都听得很清楚, 他心便知, 起心动念人家全都晓得, 没有一样事情能瞒得过人, 你说多可怕。 我们做得不敢告人的事情, 做得那么多, 你还想到极乐世界去? 没分。 极乐世界人怎么去的? 清静心去的? 心静则土静, 只要真正修清静心, 你就决定的深净土。 因为清静心是他的条件, 心静则土静, 这个要紧。 所以是缘要放下, 放下, 放下还要放下, 只要你有一桩事情不肯放下, 这一身念一辈子佛, 也不能往生。 不是阿弥陀佛, 不慈悲, 不来接你, 你这里有绳子拴到, 你走不了。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就等以后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什么时候放下, 机会就成熟了。 你现在放下, 现在机会就成熟了。 往生不难, 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缘就成熟了。 我现在身体还很健康, 现在放下现在就走, 那个走的才真叫自在潇洒。 你为什么去不了? 想想放不下, 所以去不了。 到灵命中时还放不下, 那就没法子了, 那只好搞六道轮回, 这非常非常要紧。 所以它是一切众生同聚,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就是说这桩事情。 三是佛是讲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一切众生是未来佛。 《华言经》上讲的,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它是同一个体。 所以诸佛菩萨破无名, 见了法身, 这个时候所谓是,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用现代的话来讲, 是无条件。 佛菩萨帮助 身皆有如来智慧德乡, 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没有两样,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华言》, 讲妄想, 执着, 这个地方讲得详细一点, 分别, 执着, 妄想。 所障, 障什么? 把我们自信清净心障住了。 佛法的修学, 实在讲修什么? 出障而已。 古德教导我们, 但除其妄, 莫求其真, 不要求真, 只要除妄就行了, 妄除了, 真就现前。 妄除了, 还要求真, 求真又变成妄想, 所以不用求真, 去了妄就是真, 换句话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能够去掉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的生活就在一真法界, 跟极乐世界的菩萨, 华藏世界的菩萨没有两样。 华藏在哪里?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现前。 可是你有了分别, 妄想, 执着, 一真法界不见了, 被障碍住了, 所显现出来的事实法界里面六道轮回。 所以是出世间法在哪里? 在一面之间转变。 这是讲的事实真相, 所以身心要紧。 偶艺大师在, 弥陀要解, 里面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 我们相信。 道理懂得之后, 我们就肯定, 相信了。 念佛就成佛, 念菩萨就成菩萨, 念声闻就成阿罗汉, 念什么就现什么, 像是随心所变的。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 这一切现象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时就是念头, 心能现香, 这个香怎样变化, 那是念头, 念头是时, 你念佛, 当然就变成佛的法界, 你念菩萨就变菩萨法界。 现在的人念什么? 念妖魔鬼怪, 念地狱, 恶鬼, 畜生。 所以那个相貌都是妖魔鬼怪的香, 都很恐怖。 什么叫妖魔鬼怪? 我们搞要清楚, 否则的话, 我们一天到晚念这个, 自己还不晓得, 你说冤枉不冤枉。 中国古书上说, 人弃常则妖心,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违反了常道就是妖魔鬼怪。 什么叫常? 仁义理智性叫五常。 我们对人是不是仁慈? 没有仁慈心对人, 反常。 起心动念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这反常。 义是什么? 义是义务, 帮助别人不讲求回报。 我们今天做多少工作, 要计算代价, 这就是没有义。 理是理上往来。 智就是我们今天讲理智, 而非感情用事。 性是信用, 守信。 现在外国, 外国人讲信, 有信用卡, 有那个卡还有什么信用? 信不要卡的。 违反这五条, 那就是妖, 妖是这个意思。 妖不是轻面獠牙, 看到很恐怖的, 那个妖很可爱, 你看到的时候, 所以你才会上当。 鬼是什么? 贪心, 吝啬, 谦贪吝啬那是鬼。 嫉妒, 恬恨那是地狱。 邪阵不分, 是非颠倒, 那是畜生, 愚痴。 现在是个人的样子, 如果她的性情是这个, 你一看, 那就是恶到众生, 她抱紧就恶到投胎去了。 我们想想, 我们学佛, 我们处世待人皆悟, 用的是什么心? 假如用的是这些心, 那就不好。 所以修行, 要把这个心修正过来, 延迟戒律。 戒律里面最低的无戒, 叫根本戒。 无戒的精神, 跟儒家讲的五常相同, 仁义理智性。 人, 不杀身是仁慈, 不偷盗是义, 不邪淫是礼, 不饮久是智, 不妄于是性。 严格地遵守, 那才叫个人, 那就是人, 是个正常的人, 来生不失人生。 如果我们人都没有做好, 还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当菩萨, 哪有这回事情? 那个讲不通的。 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先要把人做好, 要像个人的样子。 像个人样子, 心里面有人义理智性, 也就是说有五戒十善, 你才像个人样子。 由此可知, 学佛的同修多, 为什么不能成就? 看到他对佛菩萨也很恭敬, 也很虔诚, 早晚课都不缺, 礼佛, 供佛那依附虔诚的样子, 他为什么不能成就? 他那个心是妖魔鬼怪的心。 为什么礼佛那么虔诚? 造作罪业太多了, 希望佛菩萨保佑他, 赦免他, 还要多多降福给他, 他求的是这个。 他不是真学佛, 不是真正的在改过自心, 不是的。 改过自心就是修行, 修正错误的行为, 他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 只是在行事上讨好佛菩萨, 八解佛菩萨, 还要佛菩萨帮他的忙, 帮他多造一点坏事。 这样的心态学佛, 他当然堕落,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浅忘除障, 而已, 这就是正觉, 你真正觉悟了。 换句话说, 你绝对不会做坏事, 绝对不会存坏心, 这个人真正觉悟了。 觉智究竟, 信得全章, 无以明知, 不得以强明之曰, 的无上正等觉而。 这一句是总结无上正等正觉。 这一句话是对什么人说的? 对那个觉达到究竟, 也就是达到圆满, 自信里面智慧得能完全显示出来了。 张旧是显明的意思, 没有一丝毫缺陷。 这个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人, 实在讲没有名称可以称赞他, 不得以说了一个名词, 是遵所有一切名言, 都是不得以勉强而建立的。 说这个人的无上正等觉, 诸位想象, 实实在在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他的个什么。 所以, 得而无的, 无得而得, 要知道事实的真相。 五, 实则信是本具, 安有所得, 所以虽得而必归无所得。 明得此理, 便知不应存有法相, 不应存有的相。 实则信是本具, 安有所得, 能变得体是本具的, 体所变的一切现象, 说老实话也是本具的。 体上不能说有所得, 再给诸位说, 箱上也不能说有所得。 但是我们明明在箱上看到有所得, 某人今天发了才得了多少钱, 某人没有得到, 不是明明有得失吗? 你这个看法粗心大意, 你只看到表面, 你没有深入的去观察, 你没有圆满去观察。 如果升官, 圆观才晓得, 原来箱上也没有所得。 怎么没有所得? 像是心变的, 相随心转。 这个意思如果再不能体会, 我们说得更浅一点, 这个世间算命看向人所说的, 一切都是命理注定的。 注定了, 你还有什么的? 了凡四讯, 印的很多, 外面有结缘的, 同修们拿一本回家去看看。 原了凡先生他明了,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你今天吃了多少粒米, 喝了多少滴水, 都是命理注定的, 你的个什么? 命理没有的, 我得到了, 那叫真的得到了。 命理注定的, 你的个什么? 所以你才晓得, 理上无有可得, 事上也不可得。 你要是把这些理事都搞清楚, 你的心平静了, 攀缘的心没有了, 妄想的心没有了, 希求的心没有了, 你的真心马上就现前了, 马上你就会成佛, 成菩萨, 快得很。 实在就是道理不晓得, 事实真相不明白, 一天到晚打妄想, 患得患失全是妄想, 与事实真相毫不相干。 这样的人就是不安分, 不守本分, 理与事都明了了, 心就安了。 心安是因为理得到了, 明了了, 理明了, 心一定就安。 所以说是理事据不可得。 所以虽得而必归无所得。 明得此理, 便知不应存有法相, 不应存有的相。 般若心经, 是般若的总纲领, 金纲经, 是纲领, 心经, 是, 金纲经, 的纲领, 而, 心经, 到最后的结论是, 无知义无的。 世尊把事实真相, 的确圆圆满满地告诉我们。 无知, 你何必求知? 无的, 你何必求得? 智不要求, 你要是把求智的念头舍掉, 真智慧现前了。 为什么? 般若智慧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 不是外头来的。 你要求智, 到外面去求, 哪里能求得到? 外面所求得来的, 全是障碍。 什么障? 所知障。 你去求, 你所求得的叫所知障, 你所求得的那些明文立仰是烦恼障。 不求, 障碍就没有了, 称性的般若智慧, 称性的万德万能都陷进, 潜了, 自信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向自信当中求。 佛法称为内学, 称为内明。 内就是向心性求, 不向外面求。 心性是什么? 向能变的地方求, 不要向所变的地方求。 向所变的进上求, 就错了, 要向能变的性上求, 那就是有求必应了。 我们今天求, 对象搞错了, 不知道向自信当中求, 这个道理要知道。 纵然是求得, 也是无所得, 得无所得, 金刚经, 里面讲得很透彻,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 六, 欲性光源照, 虚令尽五点尘。 有义法在, 有义的在, 依然是分别执着的老习惯, 本性依然在账。 故不但一切法不映住, 即菩提法亦不映住。 这个话说的的确相当精细。 这是显示出后半部跟前半部的确不同, 前半部是有浅有深, 后半部为深无浅。 我们要希望, 欲, 是希望, 希望我们自信般若光明能够透出来, 能够显现出来, 使我们得到真实的受用, 必须要叫心地尽五点尘。 心要清净, 不能有一丝毫的污染, 成是污染, 你自信里面的光明得能就显示出来。 智慧光明起作用, 是魔所不知, 得能显示出来之后, 是魔所不能。 诸佛菩萨, 小乘圣者的神通妙用, 那就是魔所不能。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得能, 统统是自信具足的。 我们学佛唯一的期望, 就是恢复自己的智慧得能, 这都是本有的。 可是有意法在, 你还要执着有意法, 有意的在, 念头里面还有一个得。 得, 自在, 百法明门论, 里面, 是属于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第一个。 所谓不相应行法,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纯粹是抽象的名词, 不是实在的东西, 完全是抽象的, 完全是虚妄的。 现在哲学里面讲形而上, 抽象的东西。 你有这么一个念头在, 这就是障碍。 依然是分别执着的老习惯, 老毛病, 老习气, 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在, 我们的本性还是在障, 自信的智慧得能依旧是透不出来。 世尊为我们说经, 古德为我们这样解释, 我们读到词的, 的确深深体会到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今天修学的大障碍, 大毛病就在此的, 这个毛病要不能够把它隔除, 要不能把它舍掉, 我们的功夫想往上提升一级, 想再进一等, 太难太难了。 无论你怎么用功都没用处, 这个不能不知道。 故不但一切法不应住, 即菩提法亦不应住, 一切法是讲世间法, 四圣,六凡, 十法界的法, 不能住。 菩提法是一真法界, 超越十法界的, 也不能住。 于是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佛为什么要为我们说, 法上硬舍, 何况非法, 要舍得干干净净。 众生可怜。 佛法衰微, 我们要发心来挽救, 听起来不错, 很难得。 其实佛菩萨看到, 还在打妄想。 难道你的慈悲心超过诸佛菩萨吗? 诸佛菩萨为什么不来救? 佛家常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现在这么多人受苦受难, 佛菩萨为什么不来? 看起来好像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佛菩萨不来, 是大慈大悲。 来了之后, 众生苦难又不晓得要受多久。 为什么? 他正在迷惑颠倒, 佛菩萨来说正法, 他毁谤佛法, 那就造更重的罪业, 他将来受苦就更长久。 众生没有觉悟, 众生不能接受, 佛菩萨不来是大慈大悲。 众生真正觉悟, 能够接受佛法, 听了生欢喜, 那佛菩萨不来是不慈悲。 佛菩萨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不来, 有时结因缘。 来, 慈悲, 不来, 还是慈悲。 我们学佛要学佛菩萨, 哪里我们可以去, 慈悲, 哪里不去, 也是慈悲。 哪些人该给他说法, 哪些人和掌令欢喜, 不给他说, 免得他毁谤造业。 没有智慧, 你怎么能应付得了? 要有智慧, 要有善巧方便。 今天我们在这个大时代当中, 弘法立身最好的方法有两种。 如果有缘分, 便是台奖金说法, 这个好。 把佛法送到每一个人家里去。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 像我们现在做录音带, 录像带, 我们把这个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认识的人, 也把佛法送到他家里, 希望他看了之后, 听了以后, 至少要转录一套送给别人。 自行化他, 这才叫报佛恩。 我们听了不肯给别人, 那叫令法, 法要流通。 如果你自己听了之后, 能多录几套, 那你的功德更大了。 我们从这一方面来鼓励, 把佛法这样推广, 佛度有缘人。 七, 须彻底觉悟, 根深气界一切尽香, 皆是空花水月。 迷着计较, 徒增烦恼。 并须持界修复, 断其染源, 除其贪甜。 如是观形久久, 情直健薄, 妄想亦随而见少。 须彻底觉悟, 根深气界一切尽香, 皆是空花水月。 迷着计较, 徒增烦恼。 这是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白了。 根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根是蒋无根, 眼耳鼻舌身。 气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小, 我们贴身穿的一件汉衫, 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大, 整个太空宇宙, 都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叫气世界。 这里面所有一切的境界箱, 要知道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空中之花, 水中之月。 经文里面讲, 梦幻泡影, 如漏如电, 漏根电是比喻它存在的时间很短, 像闪电一样, 不是真的。 诸位如果这不经一直听下来, 我相信应当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事实真相是什么? 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确实,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往下会讲到三心不可得, 你能执着的心不可得, 一切境界是原生之法, 空花水月, 了不可得。 你能执着, 所执着都是一场空, 都是不可得。 所以你是迷了, 你不知道事实真相。 迷了, 你才执着, 才计较。 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是增加烦恼而已。 除了增加烦恼之外, 你想想看, 你有什么好处? 果然明白了, 一切都不计较, 你的心安, 心定, 心清静了, 这是觉悟的人。 知道能执的心, 所执的法具不可得,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是什么? 我再也不打妄想, 再也不计较, 再也不执着, 这就叫放下。 这一放下, 你这一身就幸福, 就自在。 你只有受用, 你没有烦恼。 凡夫迷直, 虽有受用, 付出那个代价太大太大, 付出的代价是妄想, 烦恼, 执着, 他要付这个代价。 并需持戒修福, 断其染源, 除其贪甜, 这就是身心。 前面讲的无助, 看破了自然无助, 无助而后身心。 身心不但是自受用, 真正是大慈悲, 这个理根是前面都说过。 我们一个人修行, 一个人认真修行, 能够影响别人, 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不要认为好像影响的不显著, 不显著是因为你功夫力量还薄弱。 如果你要是老实修, 时间长了, 这个力量大, 就有很显著的影响。 虚, 是必须, 必须要持戒修福。 底下两句是具体为我们说出来, 怎么持戒怎么修福。 断其染源, 凡是染着星星的这些事, 我们都要把它看破, 都要把它放下。 除其贪甜, 三规一里面静而不染, 染污里面最严重的无过于贪甜, 这事举出两个例子。 贪甜这个染污最为严重, 我们从哪里下手? 断贪, 断甜。 断贪, 修不失, 断甜慧, 修慈悲, 用慈悲心带人接悟。 要肯施舍, 诸位要知道, 这个修法就是持戒修福。 为什么? 舍贪的大富, 那个福报不是现钱了吗? 舍甜的圆满, 我们讲幸福美满, 健康长寿, 你用这个功夫, 这个果报你就得到。 所以持戒就是修福, 真正的修福, 修福就是持戒,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如是观形九九, 九九是有一段长的时间, 观, 是把你那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 以前我的观念自私自利, 其心动念都想自己, 这个观念错误了, 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 因为错误的观念, 顺尽其贪心, 逆尽其甜慧。 行, 是行为, 言行也修正过来。 能够长久这样去做, 这么去修。 你的情职, 情是感情, 直是执着, 情就是迷, 这个不是个好东西, 诸位一定要知道。 世间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 所以他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佛在冷言会上讲六道, 六道的深沉, 佛只讲一个字, 情。 情越重的人往下堕落, 情越轻的人往上升。 所谓是纯情, 情重到极处了, 就堕阿比地狱, 那不是好事情。 所以一定要把情转变成智慧。 佛家讲慈悲, 世间讲爱情, 慈悲跟爱情是一个意思, 佛为什么换一个名词。 情里面觉悟了, 就叫慈悲, 慈悲迷惑了, 就叫爱情。 情是迷, 悟就叫慈悲。 在跟诸位说, 迷的时候那个情靠不住的, 假的。 你们要不相信, 你每天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新闻, 前几时好的不得了, 这两天打得头破血流, 还得杀人放火。 这什么? 他变了, 他不是真的。 所以要知道, 情重的人, 虚情假意。 我们学佛的人头脑清楚, 你说, 我很爱你, 我知道假的, 不是真的, 不上当。 为什么? 过两天他就变了, 他就改变主意了。 我很恨你, 你也不要生气, 假的。 过两天就好了, 气就消掉了。 所以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佛菩萨那个爱是真的慈悲, 你尊敬他, 他爱护你, 你恨他, 他也爱护你, 你杀他, 他还是爱护你, 永远不变, 真心。 世间人都是用的妄心, 他所讲的, 所做的统统不可靠, 你用这个态度处事, 那你就很自在, 你就会显得很潇洒。 统统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你的情职自然就薄, 妄想亦随而减少, 心清净了, 清净心, 妄念就少了。 这就是修行的功夫, 这就是修学的受用, 真正的享受。 你的自在, 你的安乐, 你的智慧, 你的圆满。 八, 无使来习气之身, 虽知相皆虚妄, 而攀缘不息。 必须于动念处着力, 向心缘上反观。 所有持戒, 修福, 六度, 十愿, 弥附精进, 以力士而练心。 若打的念头死, 则一切分别执着自无。 而相知有无, 更无关系。 是以离念为离相知究竟也。 无使来习气之身, 虽知相皆虚妄, 而攀缘不息, 这什么原因? 习气, 老毛病又犯了。 我们学佛, 佛法你要想功夫得力, 非常非常难。 我自己有个经验, 功夫怎么得力? 天天讲经, 天天劝别人, 劝别人当然也就劝自己, 劝得变数太多了, 劝了三十七, 八年, 这个印象有那么一点, 所以才能够把习气扶住。 没有这么长时间不断的熏习, 老毛病说不犯, 那你是佛菩萨在来的, 你不是普通人。 你要是普通人, 不可能不犯老毛病, 扶不住。 何况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你怎么能受得了? 真正想功夫得力, 一个方法就是每天讲经。 没人听, 没人听对桌椅板凳讲, 那也很有味道, 再不然, 摆一个大镜子, 对着镜子讲。 知道多少讲多少, 天天不断的去讲。 为什么? 训习, 劝自己。 这个很有力量, 时间久了, 你就能够见到效果。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 听过经, 晓得,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句话谁不会念,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都背得很熟,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还是一样都放不下, 这就是老毛病犯了, 攀缘不息。 必须于动念处着力, 向心缘上反观, 这是教给我们一个办法。 可是这个办法, 我们又未必会用。 这个方法的确是很有效, 单刀直入很有效, 比我刚才讲的方法有效多了, 但是很难得力。 如果功夫不得力, 我这个方法有效, 长时间的熏习。 换句话说, 天天不断的唤醒, 听经, 读经一天不能松懈。 一步经听完之后, 重复再听。 你听的时间越长, 熏习的力量越大。 除了我们工作之外, 有时间就听经, 就读经。 为什么? 你要是不听经, 一定就打妄想。 打妄想是造轮回业, 听经念佛是修静业。 这两个力量互为消长, 轮回力量强, 静业的力量薄弱, 不能往生。 必须静业的力量强, 轮回的力量弱下去, 这样往生才有把握, 这要真干。 所以在起心动念处着力, 起心动念处, 就是我们除了正常工作之外, 一定要把时间拿来念佛读经。 所以经要念得很熟, 最好念得能背诵。 会背诵之后, 你读经就方便, 不要看本子, 随时都可以读经, 也不影响任何一个人。 你在那里静坐, 心里面背着经典, 不妨爱别人。 喜欢听经的, 你读出声音出来, 它也能得利益。 它要觉得你讨厌, 吵它, 我们自己就默念, 不出声音。 所以一定先要把经本读书, 读到能够背诵。 时时刻刻你都可以读经念佛, 你的光阴不会空过。 打妄想那叫空过了, 那个不好。 向心缘上反观, 反观是上乘功夫,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这是, 能言经观世音菩萨尔根源通章, 上用的方法, 反文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这不是我们初学人能够用得上的。 所有持戒, 修福, 六度, 十愿, 迷腹精进, 以历史而练心, 持戒在此地是广义的, 就是守法。 是尊所有的教戒, 我们明了, 接受了, 要知道遵守。 世间所有一切法律规约, 道德风俗习惯, 我们也要遵守。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没有离开世界, 要跟社会大众相处, 和睦相处一定要守法, 要尊重别人。 我们到别的国家, 要守他那个国家的法律, 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 这样跟他们相处就和睦。 这个地方持戒是广义的, 而不是狭义的。 修复要断恶修善, 六度, 十愿是持戒修复具体的纲目。 要修, 不失, 不失是放下, 是舍。 身心是借一切放下, 让清静心现前。 能够时时刻刻保持清静心, 这就是佛弟子, 这叫学佛, 佛是清静心。 持戒, 是守法。 忍辱, 是有耐性, 要能观察时节因缘, 要能够知道等待。 佛看到一切众生, 什么时候来, 有一定的时间, 时机没有成熟, 他很有耐心在等待。 众生在这个时候, 正是迷惑颠倒, 患不醒的, 执迷不悟, 那就让他去, 让他造业, 让他受报。 果报快受尽了, 苦尽甘来, 他有一点觉悟了。 他要不吃那一番大苦, 他不会回头, 不会觉悟。 等到苦头吃尽, 有悔过之心, 那时候机缘成熟, 佛菩萨就来了, 来帮助他。 现在执迷不悟, 佛菩萨不来。 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个事实, 知道我们在现前, 应当做哪些事情, 不应当做哪些事情, 这就是智慧, 这才叫做如法。 精进, 就是进步, 不但进步, 一门深入, 这叫精。 精是精纯, 纯而不砸叫精。 一般人乱进, 那就错了, 砸进也收不到效果。 所以东西不可以学砸, 不可以学乱了, 一门深入。 特别是佛法, 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 世间法是从意识里面流露出来的, 心意识, 意识里面流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这就刚才讲的忘心, 每一个人一个心, 每一个人一个想法, 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 所以世间东西, 你学这一样不知道那一样, 正是所谓, 隔行如隔山。 佛法是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无量无边的佛法都一样的, 它从心性流出来的, 心性是一不是二, 所谓, 一精通一切精通, 它道理在此地。 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 一精通一切精通, 我一步精就好了。 等我这一步精通了, 所有精都通了。 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 世间法学一样不能通那一样, 佛法学一样能通一切法。 说实在的, 不但一切佛法通了, 一切世间法也通了。 为什么会一切世间法也通? 因为一切世间人心, 都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 你一法里面通了, 你自己的智慧得能现前了。 智慧是般若智慧, 得能是什么? 天眼、天耳、他心、神族, 这都现前了。 人家心里起心动念, 你知道。 真能够了解旺, 旺不了解真。 古时候的修行人, 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方法, 所以人家成就快。 现代人不知道。 佛法要开智慧, 智慧怎么开? 要去读, 大藏经, 什么都学, 以为智慧开了, 其实什么都学是开了, 得了所知障。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书抄, 里面讲得好,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行事真正放下, 舍, 那是行, 一味去求解, 广学多文, 不能真正修行, 增长邪见, 邪见就是所知障, 有形无解, 增长无名, 都有过失。 所以解行要并进。 我们这个地方讲观行, 观是解, 观行要并进。 静宗的确有它的特殊状况, 跟其他宗派不相同。 其他宗派要不能够生解, 缘解, 没有法字起修, 换句话说, 不晓得从哪里下手。 静宗没有生解, 缘解也行, 老实念佛它也能往生。 正因为如此, 十方诸佛都赞叹。 什么原因? 我们在, 无量寿经, 里面读到, 原来它是过去生中, 无量节来生后的善根, 所以它听到这个法门它生欢喜心, 它能够放下万元, 一心称念, 它往生了。 它那个是善根福德因缘, 弥陀经, 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它的善根福德因缘无比的深厚, 它成佛的机会在这一生当中成熟, 那不是偶然的。 是法, 佛法都没有偶然的事情,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六度里面的, 禅定,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胸有主宰, 不会为外境所动摇, 那就是定。 本经后面所说的, 如如不动, 那是定, 不取余香, 那是慧, 是般若智慧。 不取余香, 今天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非常之大, 不取是什么。 我不沾染, 我的心理决定不沾, 绝不为它所动摇, 这就是不取向。 十愿更高一级, 十愿是建立在六度的基础上。 因为十愿完全是智慧, 会行, 所以十愿不好修。 十愿的基础是清净心, 平等心, 广大心, 那是真心, 决定不是妄心。 修六度我们还可以用八十五十一心锁, 可是八十五十一心锁不能修十愿。 什么原因? 十愿是什么人修的? 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然后他所修的一切行都是十愿, 都叫做普贤行, 他的心普了, 普是平等, 贤是清净。 我们今天心有分别, 有执着, 那就不普, 就不清净。 不普, 不清净, 我们的行顶多落在六度上, 六度是全教菩萨所修的。 普贤行是法身大事所修的,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我们今天读普贤行愿, 心向往之, 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法身大事有他的修行方法, 心向往之, 虽然做不到, 希望靠近一点, 这也就很好了。 所以常常想到普贤行法, 要把自己的心量拓开。 礼静, 我们的确要学, 学把自己对佛的恭敬心, 用来对一切众生, 从这里下手, 先学这一条, 把心量拓开。 把一切众生都当作佛菩萨看待, 这是修普贤行的第一条, 修礼静。 凡夫只有我一个人, 普贤道上是一个人修的, 没有两个人的。 善才五十三餐只有一个人, 善才没有同伴, 有同伴他就成就不了。 有同伴是什么? 你跟我一样, 他的礼静就不圆满。 除我一个人之外,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如来, 都是佛, 这个礼静才圆满。 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 是如来, 是老师, 所有一切动物, 植物,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也都是佛, 都是如来, 都是善知识。 这些无情的善知识教我什么? 《华言经》上说, 香炉善知识, 蜡台善知识, 桌子善知识, 板凳善知识, 这什么意思? 当我们看到蜡台, 他教我什么? 教我舍己为人, 燃烧自己照耀别人, 这是蜡台交给我的, 他怎么不是善知识? 看到花, 花交给我什么? 修阴正果, 先开花后结果, 花代表六度万行, 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花, 都表这个意思, 绝不是说佛堂上摆这个花是表法的, 外面就不是, 那你就错了。 所有一切处看到的花, 无论是草本, 木本, 甚至于彩画的花, 衣服上的花, 都表这个意思, 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 然后你才晓得, 诸佛菩萨, 善知识到处都是, 你才幸运。 人家一尊佛都遇不到, 你一天到晚是成千成万的佛伴着你, 你怎么不成就? 佛法修学要从这里修学。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 普贤行是这样修法的。 迷腹精进, 以力士而炼心, 是是什么?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 点点滴滴琐碎的事情, 炼心, 炼清静心, 炼平等心, 炼慈悲心, 炼真诚心, 这就成功了, 这叫真修。 我们今天修行, 把这一层完全疏忽掉, 都讲求表面, 都讲求在世相上敷衍, 真用功的人士在心地上。 若打的念头死, 则一切分别执着自无。 而相之有无, 更无关系。 有相无相的确毫不相关。 是以离念为离相之究竟也, 上半部讲的是离相, 后半部讲的离念。 离念才是究竟, 但是离相是离念的方便, 相粗, 心系。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四。 请先开经本第七十一面。 九, 五蕴六根, 山河大地等一切法, 皆是唯心所造。 佛令一切法不应住者, 是浅其分别执着取向之病, 与一切法并不相干。 取向之病若除, 则内而五蕴, 外而山河等一切法, 便如, 冷言经, 所说, 贤世妙禁明心性禁明体。 此法法皆如之真实一也。 八, 九这两小段意思很深, 也非常重要。 上一次因为终点道, 意思没有能说尽, 这个意思对我们修学关系很大, 利用这个时间, 再做一个简单补充。 第八段讲到无始来习气之声, 这一句我想我们每一位同修都会深深的感觉到。 随时随处, 不必要起心动念, 妄想, 分别, 烦恼它就现前, 这就是无始劫来深重的习气。 虽然我们闻到佛法, 不仅仅是短时期的文, 有人学佛已经学了几十年, 甚至于学到五、六十年, 习气毛病还是改不掉。 哪一个不知道这是妄想, 这是虚妄。 可是妄它不能停止, 还是要现前, 这就是攀缘不息, 这个东西非常麻烦, 因此我们功夫就不得力。 功夫不得力, 也就是说得不到佛法真正的受用。 实在来说, 这也不能怪无始来的习气, 实在讲, 我们现前没有认真去用功, 如果认真用功, 多少会产生一些效果。 怎样才算是真会用功? 就是此的讲的, 一定要在起心动念处提起观照的功夫。 什么叫观照? 这是佛学名词, 我们乍听听不懂, 不但乍听听不懂, 老修行也未必懂。 观, 是观念, 照,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也就是说起心动念时, 自己很清楚, 很明白, 你就有方法把你这个念头控制住。 而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起心动念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念头, 起的是什么念头, 念头从哪里来的, 没有意识到这个, 这就是不会用功。 将为农居士在此的提醒我们这一招, 一定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不迷惑,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念头起来了, 这是绝照。 绝照之后, 要把那个念头转过来, 那就是功夫。 怎么转过来, 我们学佛的人好, 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一个念头起来, 打妄想了, 知道了, 知道这个念头起来, 把那个念头一转过来, 想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这样转? 我想这个道理, 大家都应该明了, 金刚会上也讲的很多了。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身, 想佛就成佛, 念佛就成佛, 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阿弥陀佛? 一切佛中, 弥陀第一书审。 世尊在, 无量寿经,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念别的佛, 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想其他的佛, 要想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这个理由很简单, 很清楚, 成佛要成第一书胜之佛, 就是成阿弥陀佛。 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其他宗教唯一的一个真神上帝, 你是他的信徒, 将来到天上去, 你总不能做上帝, 那还得了。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 希望你们到那边去, 个个都成阿弥陀佛, 这个话不假。 我说这个话也有根据, 根据什么?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面貌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不就成了阿弥陀佛? 智慧, 智慧, 神通, 德能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就叫平等世界。 阿弥陀佛没有忌讳, 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跟他一样, 那就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是念头要懂得怎么转, 死得向心缘上反观, 就是这个意思。 恐怕大家看到这一句文, 不知道怎么下手, 就是在起心动念处下手,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时时转, 处处转, 一有念头就转, 这叫真用功, 这叫真正会用功。 果然这样用功法, 你如果要问我, 法师, 要多久才会有成绩, 我告诉你, 根性力的人, 所谓根性力, 就是烦恼轻, 对于一切法比较能看得开, 不太计较的人, 这就根性力, 三个月见效。 根性顿一点的人, 烦恼重一点的人, 六个月就见效, 不难。 很快。 你说我已经念佛念了好多年, 还不见效。 是问问, 你是不是这个念法, 是不是念头一起来, 马上就转成阿弥陀佛。 你要不是这个念法, 恐怕再念几十年, 你的功夫还是不得力。 这就是宗门里面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持, 念头起不怕, 觉是什么? 转。 一绝就转, 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对了。 这是这两句的意思。 所有持戒, 修福, 六度, 十愿, 迷腹精进,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离开事修。 佛在本经教给我们修学的刚领事, 无助身心, 无助是心里面干干净净, 除了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妄念, 没有一个杂念, 这叫无助。 身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的生活还离不开社会大众, 必须要身心。 身心则不住空, 无助是不住有, 这个六道身心世界一切都不住。 为什么要持戒? 佛法总的来说, 不外乎自行化它, 上求下化, 无助是上求, 身心是下化。 持戒是给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 不知道回头的众生, 给它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叫化众生, 底下修服, 六度, 十愿都是的。 自行即是化它, 化它便是自行, 这不能不修。 不但要修, 更精进, 迷腹精进, 就是更精进。 以力士而炼心, 在一切人事环境上, 物质环境上炼心。 炼什么心? 炼一切放下, 炼一切不执着, 炼无助, 炼这个心。 炼深阿弥陀佛的心, 深这个心。 若打的念头死, 念头就是妄念, 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妄想, 执着都把它打掉。 则一切分别执着自无, 自自然然就断掉了, 不用断自然就没有了, 这是尽宗法门之书胜处。 要不要断烦恼。 不要断, 不断自己断了。 而向之有无, 更无关系。 外面这个境界相,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心都不沾染, 心都不住。 所谓是相与非相两边接离, 两边都不住。 是以离念为离相之究竟, 离相的功夫浅, 离念的功夫深, 离相未必离念, 离念一定离相。 离相是不是外面相没有了? 不是的, 外面相还在, 哪里会没有? 底下这一段就说这个。 告诉你, 五蕴六根, 这是讲的身香, 五蕴是, 色受想形时, 这是能造色相的材料。 六根就是所造的色相, 眼耳鼻舌身意, 这是所造的。 五蕴是能造的, 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材料一样, 六根就是根深, 所造的, 这是说自己身体。 我们自己身体以外, 山和大地, 我们依靠生存的。 说了这一句, 就是把情与无情全都包括, 一样都没有漏掉, 统统包括在其中。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从哪里来的? 怎么发生的? 这是大问题。 自古以来, 多少聪明人在研究, 在探讨, 可是一直到今天, 也没有一个结论, 出的书到不少, 都是假想而已, 想象以为是这样, 不是事实。 佛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 皆是, 为心所造。 佛在, 华言, 上说, 实法界一正庄严, 就是此的前面这一句,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能现相, 心是体, 有体当然就有作用。 作用是什么? 作用就现相。 所以相不能灭, 相是决定灭不掉的。 但是这个相会变, 怎么变的? 随着你的念头变。 如果你念头没有了, 所现的那个相就叫做真相, 那是真的。 你起心动念就把那个相变了, 这一变, 那个相就叫妄相, 相随心转。 有一些同修常来问我, 法师, 我的家庭有问题, 身体有问题, 不健康, 问我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求佛菩萨保佑, 那是假的, 那是迷信, 佛菩萨做不到。 带经上常讲,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相等的。 佛固然有法力, 但是你有业力, 你的业力足以能够抗拒佛的法力, 叫佛的法力不起作用, 业力不得了。 经上常讲业力之大能敌须弥, 地藏经, 上说得多清楚, 所以业力不可思议。 你今天种种不如意, 种种不自在, 什么原因? 你自己的业力变现的, 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的, 皆是违心所造。 你不能怨天尤人, 自作自受。 我想把环境改好一点行不行? 行。 还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心变了, 就行了。 念头一变, 环境就转了。 我要身体健康,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金刚不坏身。 你们查遍, 大藏经, 哪一尊佛生病了? 没有。 哪一个菩萨生病了? 没有。 他为什么不生病? 他心理健康, 他心里面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所以他不生病, 他的相貌圆满, 身体细胞组织正常, 没有人破坏。 破坏我们身体组织的就是妄念, 而念头里面最可怕的就是, 是三毒, 三毒是什么? 贪甜吃。 贪甜吃念头强烈, 这个身体怎么能不生病? 一定会生病的。 你要问所有一切众生, 无量无边的病痛, 乃至于生死轮回, 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贪甜吃三毒烦恼。 所以佛教一切众生修行, 先要把三毒烦恼拔除, 恢复到你身心的正常, 你的命运统统都改了。 很多人喜欢算命, 那个命是果, 你要知道果是从哪里来的。 果有因, 因是你造业。 你造善业, 你自然就得好报, 就得善报, 你的命就好。 命好, 命坏何必要人算? 自己算得比别人算得准, 这个要知道。 我也常常劝大家修饰好,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人。 我们人人都能修饰好, 你的身心环境统统都能改过来, 自然就都好了, 这是晓得一切为心。 佛令一切法不映住者, 是浅其分别执着取向之病,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无助不但法相不能住, 非法相也不能住。 为什么这样教导我们? 目的是教我们把这些分别执着取向的毛病, 把它除掉, 放下。 由此可知, 佛叫我们离乡, 不是离外面的乡, 外面乡那怎么离? 那个不能离, 离不掉的。 佛叫我们离乡, 是离我们心里面只取的那个乡。 外面的乡, 实在讲于我们修行正果没有妨碍, 正是戴经上所讲,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 没有障碍。 障碍在哪里? 障碍是我们的心取着乡, 那个障碍。 这个话诸位如果听了, 还不甚明白, 我得再说浅一点。 直取的像是什么? 我们一般讲, 你牵肠挂肚的那些乡, 这个东西障碍。 所以心里面决定不能有牵挂, 有牵念, 有挂念, 那个麻烦才大。 如果你要挂念你的财富, 要挂念你的地产, 这是贪财。 你要挂念你的亲人, 叫情职, 感情的执着。 这种心就是牵肠挂肚的心, 叫做轮回心, 你所造作的都是轮回业, 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 佛教给我们, 把这一切忧虑, 牵挂统统放下。 天下本无事, 天下是与我都不相干, 既不相干, 哪来的妨碍? 没有妨碍。 所以应当统统放下。 放下之后, 你的心清净了, 你的智慧升起来了。 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般若智慧。 所以佛教我们不应住着, 是说的这些。 不是外头一切法, 外面一切法并不相干, 那个没有关系。 取向之并若除, 则内耳五蕴, 外耳山河等一切法, 便如, 冷言经, 所说, 贤是妙境明星, 性境明体, 这个引用的好。 妙境明星, 性境明体, 妙境明星是讲作用, 性境明体是讲体, 是讲我们自性的本体。 自性的作用没有一点迷惑, 也没有一丝毫的毛病, 用现代的话说, 究竟圆满的健康状态, 没有一点病态, 自性性得圆满的现前, 冷言经, 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此法法皆如之真实义。 底下这个一段经文要给我们讲法法皆如。 一切法是法相, 相如其性, 性如其相, 性相不二, 性相亦如。 法相哪里有毛病? 没有毛病。 由此可知, 所有一切的病痛, 都是从妄念身, 这妄想身。 所以打妄想非常可怕。 诸佛菩萨他们心目之中, 打妄想才叫真正可怜悯者。 我们想象, 我们打不打妄想。 一天打了多少次妄想? 这个不得了。 佛眼睛看到我们, 都是可怜悯者。 用什么方法不打妄想? 想不打妄想又不行, 偏偏要打妄想。 这就是前面讲了, 无始劫来的习气断步调, 唯一的办法就是念阿弥陀佛。 你不念佛, 不念经, 准打妄想。 这就是说明, 这个经不可不读, 佛不能不念。 为什么要念的那么多? 其实在理上讲, 不必要念那么多。 念那么多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妄想太多了, 不念就打妄想, 这个太可怕了, 用佛号把妄想换过来, 是这么个意思。 读经, 跟诸位说, 念一部经, 念佛, 念一尊佛。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样容易把你的妄想打掉。 你要念两尊佛, 念念阿弥陀佛, 又想观音菩萨, 念到观音菩萨, 又想阿弥陀佛, 你的妄想还在, 你还是去不了妄想。 固然你念佛, 念菩萨有福, 福不能救。 这是六祖会能大师在, 谈经, 讲得很明白, 修福不能救, 不能救你出六道轮回。 你修的福可以在六道里面享受,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就是不能乐生死, 不能出三界。 乐生死, 出三界, 一定要有能力浮烦恼, 就是把妄想, 分别, 执着打掉。 由此可知, 念一尊佛, 念一部经, 得力。 能够很快收到效果。 你念许多经论, 说老实话, 总免不了要打妄想, 这个东西很可怕。 诸位要晓得。 你要是问我, 我讲净土几部经典, 这一次又跑来讲, 金刚经, 你不是也讲了很多吗? 我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没有讲经, 如果我要讲经, 也叫打妄想。 有一些同修心系的看出来了, 我讲这部经, 我没有预备, 我没有想这部经, 我并没有想, 今天要给大家怎么讲法, 没有。 讲完之后, 你问我讲些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我从来不看经本的, 这就是没有妄想, 上台也就是胡说八道。 这个要很谨慎, 我这一招学不得的, 学了很危险。 你到什么时候, 人家请你讲什么经, 经本网讲台一放毫无准备, 行。 讲完也什么都不知道, 那可以, 你能保持清静心。 否则的话, 学多了总会胡思乱想, 那个很麻烦, 那个对自己有很大的障碍, 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一门深入, 到清静心线前, 那就可以了。 古人的标准, 禅宗是不看文字的, 莫执参曲。 开悟之后, 看经了。 宗门讲, 悟后起修, 开悟之后看经。 他心清静了, 法与非法都不执着, 这个时候看经, 定会等持。 看经, 不被经里面文字所转, 这是修定。 经文当中所讲的理论, 方法, 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修会。 经本意展开一浏览, 它是定会等学。 不像我们, 我们今天经本意打开, 胡思乱想, 不能跟人家比。 每个人功夫境界不一样。 教下也需要大开元解之后, 才能够广学多文。 总而言之, 要记住四红誓愿的教训。 四红誓愿, 实在讲是世尊教导我们修行的四个阶段。 第一, 你一入佛门, 劝你发菩提心, 发什么心? 上求下话, 众生无边是愿度, 你要发这个心。 这个心是菩提道上的动力, 推动你勇猛精进, 你不会懈怠, 不会退转, 因为你感觉的你有责任, 我这个责任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我要帮助他们, 当然要成就自己的道德, 学问, 能力, 我没有智慧没有能力, 那个愿是空的, 那怎么能帮助别人? 所以先要发愿, 发愿之后, 从哪里做起? 断烦恼, 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品德。 烦恼断了之后学法门, 成就圆满的智慧, 然后才能成佛道。 四弘士愿是四个阶段, 没有说烦恼不断学法门, 哪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现代人学佛, 成绩不如古人。 可是现代人表面上看起来, 福报比古人大, 古人要想的一部经典, 可不容易。 到寺庙藏金楼借出来抄, 多辛苦。 现在这么好的版本印出来, 这是现在人的福报比从前人大。 从前人晚上看书, 油灯是一根灯草。 新加坡人恐怕没有见过, 大概大陆上人见过, 乡下油灯是一根灯草。 我们小时候念书在学校里面, 学校里晚上上自修, 一个人一个油灯, 一根灯草, 哪有现在灯光这么明亮, 这是享福。 坐在这里还吹冷气, 福事想了, 成绩不如人家, 这个道理在哪里。 人家是从断烦恼在学法门。 我们今天学佛, 前面两愿不要了, 发愿度众生是假的, 看到这个也讨厌, 那个不喜欢, 不度他, 所以不是真的。 也不想断烦恼, 烦恼天天增长。 从哪里下手? 从学法门。 学了法门就要成佛道, 空中楼阁, 不从基本上学习, 所以学了一辈子没有成绩可言。 依旧是轮回心, 还干的是轮回业, 那怎么能成功? 这就是根四红誓愿颠倒, 没有能够依教奉行, 原因在此地。 果然能够依教奉行, 念头转过来了, 念头转过来, 也就转过来了。 念头转过来, 给诸位说, 就是钻石成智, 转烦恼成菩提, 转染成静, 转迷成绝, 就转过来了。 我们今天转, 记住, 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就对了。 阿弥陀佛, 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 虽然不觉, 可是天天向无量觉这个路上走, 总有一天大彻大悟, 就真的是觉悟了。 觉了之后, 外面这些不相干的境界, 原来全是自信所限之物。 所以显示山河大地一切众生, 原来统统是妙境明星, 性静明星是讲的色相, 作用, 性静明星是讲的真如本性, 原来统统是的。 这正是所谓, 成佛了, 看到所有大地众生各个都是佛, 就这个意思。 一切众生都是佛, 花草树木也是佛, 没有一样不是, 自己成佛了。 我们今天看这些众生, 这个面目可憎, 那个很不高兴, 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心? 这是什么也? 这是三恶道, 恶鬼, 地狱, 畜生, 干这个。 起这种心, 造这个业, 你说多可怕。 我们看到一切人都是好人, 一切事都是好事, 你才是个好人, 你才做的好事。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这个道理晓得, 从今之后, 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各传法。 这是讲道法法皆如的真实义。 这个地方文字不多, 确实将一切法的真相, 诸法识相, 为我们说出来了。 十, 起信论, 云, 此真如体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息皆真故。 亦无可力,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须知阿诺菩提, 即是真如之以明。 若诸于此, 仍是取向。 有所取, 便有所利。 便非一切法皆如。 起信论, 云, 大臣起信论, 是马明菩萨的著作, 当中有这么几句话, 此真如体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息皆真故。 亦无可力,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这两句话很不好懂, 因为不是我们的常识, 是诸佛与大菩萨他们所见到的。 正是所谓诸法识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如体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是究竟圆满,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够不尽。 浅是浅离。 那怎么能离? 没法子离。 就像我们现前的虚空一样, 虚空没有边际, 我们怎么能离虚空? 这个教室我们可以离开, 出了门就离开了, 可以离, 虚空怎么离法? 真心本性就像虚空一样, 没得离的。 但是旺心可以离, 旺心就像我们教室一样可以离, 真心不能离。 以一切法皆真, 一切法都是真心本性变现出的相分。 真心不能离, 真心所现的相分, 那怎么离? 也不能离。 所以前面讲, 佛教我们离什么? 离分别, 执着, 妄想的相, 就是你心里面牵挂的相, 那个完全是假的, 佛教给我们离那个。 离了之后, 心就干净, 清净了, 让心一念不深, 一念不深的心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就是能变一切色相的本体。 一无可立。 也许同修们听过佛门有这么两句话, 佛是门中, 不舍一法, 上描这一句意思, 不舍一法, 又说, 佛是门中, 不利一法, 利是什么? 建立。 为什么一法都不能建立? 因为, 一切法皆同如故。 一切法就是真心, 就是自信, 你利什么? 上至诸佛的净土, 下至阿比地狱, 要知道相虽然有差别, 体都是真如, 都是自信。 自信为什么现这么多差别相? 就是因众生的心念不一样, 他念什么变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法法皆真, 所以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哪有可力的? 没有可力的。 冷言经, 上所说的,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随心应量,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就是讲这是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那个心自然就放下, 自然就清净, 你自然就快乐, 你不会再有忧虑, 不会有牵挂, 也不会有恐怖。 须知阿诺菩提, 阿诺菩提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是真如之一鸣, 就是真心, 本性的别好。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真如,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若住于此, 人是取向, 这个不能住, 一住, 你心里面又有一个妄想了。 我修, 我修什么? 我修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将来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不佑这乡了。 佛教我们要离乡, 就是要离这个项。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真如, 是自信。 真如自信有, 真的有。 这就是一切法西真, 那个不能离。 你心里面有执着, 有污染, 真心你就见不到。 必须把心地这些污染, 统统去掉, 统统放下, 真如本性自然现前, 佛不得已叫个名字, 你正的无上菩提。 其实你听到佛说这句话, 听而无听, 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 我正的无上菩提, 你要有这个念头, 你四相聚足, 那是凡夫的情职, 那不是智慧。 诸位果然把这些意思听明白了, 你去读, 无量受经,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平等的境界, 你就不会疑惑了。 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人多, 那个人数之多, 没有法子计算的。 那么多的人, 都没有姓名, 都没有名字, 所以有人就怀疑, 人长得都一样, 又没有名字, 张三, 李四不就搞乱掉。 大家都跟阿弥陀佛相一样, 到底哪一个是阿弥陀佛? 这问题严重了。 那是你不明这个道理, 你才有这些疑惑, 才有这些分别执着。 实在讲, 这都是无始劫来这乡的习气, 这个东西在作祟。 统统放下了, 心地清静光明, 相貌虽然完全都一样, 他的来历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每一个人六种神通都具足。 他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 是在哪个世界, 从哪一道里面, 你都清楚。 那怎么会不能区别? 西方极乐世界大家住处, 也没有街道的名字, 也没有门牌号码, 那么大的地方, 你要找一个朋友, 找个同参道友, 到哪里去找? 你这个念头一念, 那个同参道友就现前了, 你也不必去, 他也不必来, 就现前了, 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要晓得, 佛教给我们无助, 是无助什么,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若助于此, 人是取向。 有所取, 便有所利。 便非一切法皆如。 与事实真相相为了, 相为就是迷惑颠倒, 逆性而行。 诸佛菩萨一切是顺性, 随顺自性, 而凡夫是随顺妄想, 随顺烦恼, 他搞六道轮回。 我们念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诗在讲, 十大愿望的名称, 每一个人都会被, 天天课颂都要念,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天天都要念, 可是意思没有几个人真懂。 你很顺众生, 你顺什么? 顺众生的烦恼, 顺众生的邪见, 那个麻烦大了。 所以你要晓得, 十大愿望是谁修的。 法身大事, 不是凡夫修的。 没有破无名, 没有见本性, 修六度, 修三学, 没有叫你修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是法身大事学的。 他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的法性, 不是横顺众生的法相, 是横顺众生一切皆如, 他顺的是这个, 我们怎么会晓得。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那几个字, 把那个意思错会, 还以为我们没错, 修谱咸行了。 你多读大成经, 那个意思才会明白一些。 十一, 法法皆如, 一段经文, 一二零至一二五节, 为全经中重要之义, 以及一切大成佛法中重要之义。 向后所说, 无非禅发此义, 正成此义。 此事世尊将自己清正者和盘托出, 相为开示, 比众生由此而误入也。 法法皆如, 一段经文, 一二零至一二五节, 一百二十节就是底下这一段开始, 明法法皆如。 这一整段, 正好在科叛表解的当中, 这是明果, 明果的前面一段是, 明无得而得,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段。 底下这一段, 明法法皆如, 这是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段到一百二十五段, 这里分四个段落。 第一段是, 曰明号明如, 第二段是, 曰果得明如, 第三段是, 曰诸法明如, 第四段是, 曰报申明如。 讲, 法法皆如, 这一段,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是全经当中很重要的意思。 一级一切大乘佛法中重要之意, 金刚经, 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纲要, 金刚经, 当中的要义, 当然是一切大乘佛法当中的要义。 向后所说, 无非禅发此义, 正成此义, 下面这个经文, 就是发明这个意思, 正成这个意思。 此事世尊将自己清正着和盘托出, 降位开示, 比众生由此而误入, 这一段经文很难得。 世尊将他自己修因正果的经验, 亲身所经历地为我们说出, 提供我们做参考, 希望对我们修学误入能有所帮助。 修行首先要开解, 首先要明理, 就跟走路一样, 走路首先的条件要认识路, 你不认识路, 怎么能走得到? 佛法修行也是如此, 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认识路, 走路不难, 认识路很难。 果然认识清楚, 走起来不累, 也会很快就走到, 所以认路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十二, 当知法法皆如, 若其正道, 必能行出。 如促无量劫为一沙那, 言一沙那为无量劫。 以戒子那须弥, 便娑婆为净土, 至此世事无碍地位, 方许说此话。 一切学人, 唯当向法法皆如上观照, 以静遣其我见遍迹之之之情, 以其正路, 思未可耳。 当知法法皆如, 法法皆如这四个字, 就是禅宗讲的明星见性。 如, 是什么? 如就是星星。 怎样才能见到性? 刚才讲了, 一切法无不是自信。 因为一切法讲法相, 像是自信变的, 那怎么不是自信? 一切法皆是自信。 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 我们的心不明, 如果你的心要明了, 你就会看出一切法皆是自信, 一切法莫不平等, 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 众生是讲究法界的众生。 不但我们跟佛平等, 阿比地狱众生跟佛也平等, 蚊虫蚂蚁跟佛也平等。 为什么? 同是一个自信所现的像。 古德所谓, 以经作弃, 弃弃皆经, 它是平等的。 我们见不到这个平等,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迷惑颠倒。 所以修行没有别的, 明心而已。 心本来是明的, 现在不明。 为什么不明?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得很清楚,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明。 于是世尊才教我们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就是淘汰, 浅除妄想执着的一个方法, 非常巧妙的方法。 你要是从这个地方真正觉悟了, 明白过来了, 你正果就非常的快速。 真正是身佛, 那是一念之间, 一个念头彻底转回来了, 就成佛了。 我们今天对这个道理是实真相, 好像有那么一点懂得, 似懂非懂, 境界转不过来, 你要问什么原因? 还是没懂? 果然懂了, 哪有不转的道理? 譬如我们这里有两堆, 一堆是沙土, 一堆是金沙黄金, 现在叫你去选择一堆, 如果你要认识, 你一定取黄金, 不要沙土。 你不认识, 沙土不错, 颜色也很好看, 你取这个, 你就不取黄金。 关键在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 真正认识没有不转的。 一转过来, 利益功德无量无边, 哪里还在六道里面受苦, 受这些灾难, 没有了, 一转过来, 智慧, 福德样样都圆满。 你今天还是不肯转, 没有别的, 还是没听懂。 我当年刚刚学佛, 刚刚接触佛法, 亲近张家大师, 我就向大师提出来, 我说佛法的修学跟孙中山先生讲的学说一样是, 知难行义。 大师点头, 真的是知难行义。 一点就能开悟, 就通。 知难。 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世间, 为我们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你才晓得知难。 有人四十九年还不会, 还没懂的。 行, 容易。 念佛人, 若一日, 若七日旧的一心不乱, 就自在往生, 可见得这个不难。 我们在, 净土圣贤路, 往生传, 里面看到的, 确实有念佛几天往生的, 他也不生病, 走得非常潇洒, 非常自在。 不难。 难在之。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事实真相搞清楚, 这才叫难。 当知法法皆如。 若其正道, 必能行出。 法法皆如, 正道就是他真正明白, 真正懂得, 肯定了, 行出, 是他做到了。 正道之后, 他一定会做到。 下面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显示出如意。 如醋无量劫为一刹那, 醋是缩短, 无量劫是长时间, 能把无量劫缩短变成一刹那。 严一刹那为无量劫, 也能够把一刹那延长成无量劫。 时间不是真的, 如果要是真的, 那怎么能够随意延长, 随意缩短? 这在我们佛门当中, 就有非常明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讲, 《华言经》, 用了多少时间? 二七日。 也有经里面说三七日, 就算三七日, 三七二十一天, 他讲了多少? 龙树菩萨看到的大本, 《华言》,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绩, 依四天下为成品。 那要讲到什么时候? 无量劫。 把无量劫浓缩成二七日, 这是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你要不相信, 我不晓得现在学校里面的国文, 有没有, 黄良梦。 黄良梦, 是唐朝时候的笔记小说, 文字写得非常美, 是很有名的一篇小说。 在从前中学国文课本里面就有, 也可能是一个事实。 这个秀才走到一个古庙, 看庙的老道士在那里煮黄粮。 黄粮是小米, 高粮米。 高粮米很短的时间就煮熟, 比一般的米时间还要短。 这时, 秀才打瞌睡, 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他考取了举人, 又考取了近世, 又做了官, 不断地升官, 几年升到宰相。 对他好的人, 有恩都报了恩, 对他不好的人, 也都报了仇。 到了七十岁, 退休告老还乡。 几十年, 一下梦醒了, 梦醒时黄粮还没有煮熟。 老道在那里打坐, 老道有神通, 有定力, 看到他在做梦。 醒了之后就问他, 怎么样? 你这几十年过得如何? 几十年梦中的光阴, 那个黄粮还没煮熟, 一刹那。 这就是长的时间可以缩短, 短的时间可以延长。 人在不得一时, 所谓是度日如年。 可见得时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它可以延促。 以戒子那须迷, 便说婆未净土, 至此事事无碍地位, 方许说此话, 法法皆如不简单, 不好说。 什么人才可以说法法皆如? 要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刹那, 可以把一刹那变成无量劫。 可以用芥菜籽, 芥菜籽很小, 像芝麻一样, 把须弥山装到芥菜籽里面, 芥菜籽没有放大, 须弥山没有缩小, 这叫世事无碍的境界。 便说婆未净土, 这世, 华言, 四无碍境界里面世事无碍, 要到这样的地步, 才许可你说法法皆如。 一切学人, 唯当向法法皆如上观照, 不许我们说, 为什么世尊又在, 金刚经, 上这样说。 明明晓得我们都是业障很重的凡夫, 不是法身大事, 为什么要说? 这是如来的慈悲, 虽然不是我们这个境界, 我们知道法身大事的境界, 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去精进, 那就对了, 就没错了。 向法法皆如上观照, 观照这两个字要搞清楚, 要常常这样想, 佛这个看法,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就是法法皆如这是事实, 这是决定正确的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不如, 一切法有障碍, 不是一切法上有障碍, 不是事实有障碍, 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上产生的障碍, 哪里是事上有障碍? 理事没有障碍, 事事没有障碍, 所有一切障碍, 都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些东西在作祟, 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 怎样转这个观念? 如果遇到困难, 遇到障碍发生, 想到, 金刚经, 上, 法法皆如, 一句不够, 多念几句, 那个心就平了, 就不再那么执着了, 也不再那么分别了。 已尽浅其我见遍际之执情, 法相宗讲的遍际执, 法相宗讲三性, 遍际所执性, 依他其性还有个东西引起你, 这个没有。 辨识普遍, 分别计较。 遍际所执性从哪里深? 无始节来的妄想习气, 其现行的时候就变成遍际所执。 以其阵入, 思维可耳, 我们要常常想到, 当我们心不平的时候, 当我们见解思想跟佛所讲的不一样时, 想想佛在经里面的教训, 这叫做观照。 如果不会, 不会就统统念阿弥陀佛, 也行, 归到阿弥陀佛也平等, 也清静, 也就离一切障碍, 都是去情直的一个方法。 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 境界自然就现前了。 十三, 应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法华, 曰, 是法住法位, 是间相常住。 故一切法清静本然, 绝非造作, 故曰无畏。 一切贤圣莫不修此证词。 但因公行之浅身, 故有成贤成圣之差别。 因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这是真性。 所有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 这一桩事情, 法相宗讲的详细。 信宗只说各略说, 信宗的人聪明, 稍稍一提, 他就明了了。 法相是对中下根性人说的, 要不细说, 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眼见色相, 第一眼见的是真相, 第一眼见的是什么? 皆如, 法法皆如。 可是第二眼来说, 变了, 就不如了。 第二念就是什么? 他又分别, 执着, 落在意识里面去了。 诸位要记住, 什么叫第一念?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所谓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看这个色相, 这个时候是你见性, 见色性, 能见的如, 所见的也如, 法法皆如, 法法平等, 法法清净, 没有分别心。 有一个小册子, 金山活佛神义录, 你们看看金山活佛, 金山活佛就是这个境界, 他没有分别。 人家供养他好的菜饭, 他也吃, 人家吃剩不要的丢在地下, 啦啦啦杂杂的东西, 他拿到他也吃。 别人吃的时候, 肠胃决定接受不了。 他怎么吃了没事? 因为他没有分别, 因为他没有分别。 他那个学不得, 不能学的。 书上记载, 他夏天穿棉袄, 冬天穿单挂, 跟别人相反的。 人家供养他的钞票, 他拿来放进嘴里就吃掉了, 那个钞票上多少细菌, 他若无其事, 他没有分别执着。 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我们见到的不是现场。 我们见到的花, 是不是真的也见到的? 不是的, 我们没有见到。 而是眼时, 眼时像个照相机一样, 照到外面的境界箱, 里面有一个形象。 你们学过为时晓得, 心心所都有四分, 见分, 相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眼时看到外面这个色相, 眼时就有一个相分。 用什么剑? 第六意识剑, 第六意识是分别。 它在分别, 这是花, 这是黄色的, 那是红色的。 眼时没有分别的, 眼时只接收, 它没有分别。 第六意识是不是分别眼时的相分? 不是的。 第六意识从眼时相分里面传播, 第六意识自己有一个相分, 第六意识它有四分, 它从眼时的相分传播过去, 可见得眼时的相分已经是假的, 它现在假中之假。 第二个传播, 传到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剑分分别自己的相分。 好像广播电台现场转到这个台, 这个台再转到那个台, 与外头相不相干, 外面是现场。 佛教我们离相, 就是离这个相, 离心心所的相分。 佛教我们离间, 是离心心所的见分, 与外头境界不相干, 外面那是现场的境界。 外面境界是什么? 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 所以叫本至境。 其实这心所的像是带直境, 这是相宗讲的详细。 你要是了解这个, 佛教我们离相离间, 离什么相, 离什么见, 搞清楚, 不是外面阿赖耶的清相分, 不是这个, 是离你心心所那个见分跟相分。 金刚经, 上讲的离一切相, 离一切见, 就是指这个。 有为时的常识, 我这样一说, 你就会很清楚, 很明白。 那个东西是障碍, 外面这个境界没有障碍, 清凉大师讲理是无碍, 事事无碍, 它不会产生障碍, 对你修因正果不会造成障碍, 造成障碍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见分跟相分, 这个东西有障碍。 因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这是讲真如本性所现的相分, 这个相分实在讲, 这是一真法界。 离了八十五十一心所, 那个境界就是一真法界, 如果还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用事, 那就叫十法界。 十法界是虚妄的, 十法界里面都免不了情直, 妄想, 执着。 严重的就是六道, 比较轻的就是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这个佛是藏教佛, 通教佛, 在十法界里面的, 别教的佛超越了, 别教佛在一真法界, 但是藏, 通佛在十法界, 为什么? 他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 只是心意识用的善, 用的正。 六道凡夫心意识用的不善, 用的邪, 邪之邪见。 四圣法界使证之正见,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 四圣法界使证觉, 可见他不是邪之邪见, 他使正觉, 还是用心意识, 没有离开阿赖耶时。 必须道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真性, 这个时候不用阿赖耶时, 所谓是转八十乘四至, 他用的是真心, 这不是妄心。 在, 百法明门, 里面讲, 到这个时候叫同身性, 跟佛用的心相同, 佛用真心, 原教出著菩萨用真心, 别教出的菩萨用真心。 用真心就不在十法界里面, 十法界里面都是用妄心。 世尊讲阿罗汉, 小乘四果罗汉, 冷言会上释迦牟尼佛说他们用的那个心, 由未妄想分别隐世, 不是真心, 那是阿罗汉, 阿罗汉, 辟知佛, 全叫菩萨。 由此可知, 依旧用的是妄心, 也就是用的是八十, 他用的正, 所以叫正觉, 不能叫正等正觉, 等是跟佛一样, 没有佛那么圆满。 佛是用真心, 用真心就是正等正觉,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都是正等正觉, 他破一品无名, 他用真心, 不用八十, 转时成智。 冷言经, 的注解, 明朝焦光大师注解教, 冷言正脉, 他老人家主张, 舍实用根, 的确他说的没错, 是根据, 冷言, 的教义发明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难。 古代这些大德注解, 冷言经, 的, 没有说这个。 古代, 冷言经, 的修行方法, 都采取天台大师的, 三指三观。 说成三指三观, 他也有点道理。 智者大师一身仰慕, 冷言, 冷言, 没到中国来, 所以他住了一个拜经台, 每天向西方礼拜, 希望这部经典能够到中国来。 经典来的时候, 他老人家早已经往生了, 所以他一身没有见到。 当年他为什么要拜, 冷言经, 是因为他自己发明修行的方法, 三指三观是他发明的。 曾经遇到从印度来的高森, 看到他这个方法非常赞叹, 说他这个方法跟, 冷言经, 上所讲的非常接近, 于是才知道有, 冷言经。 冷言经, 到中国之后, 因为有这么一说, 大家都用天台大师的指观, 来解释奢魔他, 三魔, 禅纳。 但是焦光大师不赞成, 认为三指三观还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锁, 跟, 冷言, 的教义不相同。 冷言, 是用根性, 他不用心心锁, 所以他的注解主张, 舍时用根。 譬如眼见用见性见, 不用眼时, 听用闻性闻, 不用耳时。 当然这个难。 这有没有例子? 有。 观世音菩萨反闻文字性就是这个, 所以焦光法师讲的非常有道理。 观世音菩萨听声音, 不是用耳时听, 是用闻性, 所以说, 反闻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那不是一般人能用得上的。 就跟, 金刚经, 上, 这是原初注菩萨的境界, 不是凡夫的境界。 这是我们从这些代经大论里面, 体会到这个经意, 的确是有它的深度。 所以前面交代, 金刚经, 的后半部为深无浅。 它确实有深度。 你只要用见性, 像焦光大师这样的舍石用根, 那法法皆如, 法法皆真, 那就不一样了。 法华, 曰, 是法注法味, 世间相常注, 这一句话也是很不容易理解。 世间相常注, 就是永远不生不灭, 不变不坏。 世间法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人有生老病死, 花有花开花谢, 这哪里叫常注? 其实真的是常注。 我们看到的是幻想, 变化是幻象。 为什么? 我们是用生灭心看外面的境界, 都变成生灭的境界。 佛菩萨为什么看到世间相常注? 佛菩萨那个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 看到这个世间一切法不生不灭。 由此可以证明, 佛在经论上常讲的没错, 相随心转, 这个像是讲山和大地一切万象, 不仅仅是身体。 所以前面讲的话很有道理, 五蕴六根, 一切山和大地, 这个说得很有味道。 五蕴六根是讲我们这个身, 身相随心转, 除了身相之外, 山和大地也是为心所变, 也是随心所转, 尽随心转。 诸位如果真正透的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还要去看像算命吗? 你还要去看风水吗? 不需要。 风水, 随我心转。 我的心善心好, 那个不好的风水, 你到那里去住就转好了。 你的心不善不好, 请一个地理师看得好风水, 你到那里一住, 那个好风水变坏了, 这是真的。 看风水的人, 也有一句话很有道理, 那不是欺骗人的,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所以修福很重要, 你真正修福, 你住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福地。 你要是没有福报, 帝王的风水, 你到那里去毛病摆出, 你也样样不如意,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用不生灭的心, 那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断静, 那个时候你的心清静, 你的心不动了, 你看所有一切万法, 佛在法华经上讲的这两句, 你就同意, 你点头了, 没错。 佛讲的一点没错, 是法住法位, 世间相常住, 是法犯指一切法, 一切法都住在他本位上, 没有生灭。 故一切法清静本然, 清静本然是, 冷言经, 上说的, 跟, 法华经, 这个意思相通。 绝非造作, 故曰无畏, 不要以为好像我们这一切法都是有畏在造作的。 我们看新加坡一栋一栋大厦, 天天那么多工程在设计, 那不都是人造的吗? 造的, 那是圆。 其实这个现象, 心地清静的人, 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那怎么是你造的? 你造的, 为什么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看到? 我在没有造之前, 释迦牟尼佛怎么看到的? 可见得早就有了, 你不过是加一点圆而已。 这个事情, 我相信有不少人, 能够同意这个说法。 所以有预先知道的, 中国, 外国都有, 所谓是圆, 能知道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以后的事情, 要发生什么事情。 可见得那是注定的, 都已经是现成的, 哪里是造作? 既非造作, 那岂不是清静本然吗? 岂不是世间相常住吗? 这叫, 无畏。 一切贤圣莫不修此证词。 但因公行之浅身, 故有成贤成圣之差别。 金刚经, 上也这样说, 一切贤圣,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他就是修这个无畏法, 正这个无畏法的时候, 功夫浅身所显示的境界不相同。 无畏法是什么? 就是无住身心, 身心无住, 这就是无畏法。 由此可知, 一切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一直到正的究竟圆满的果位, 修什么? 就是修, 无住身心, 身心无住。 这是行门的总纲领, 展开来,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也就修一个,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八万四千法门还是修一个, 无住身心, 身心无住, 这是把总纲领, 总原则为我们说出, 底下讲, 和盘托出, 一丝毫的隐瞒都没有。 世尊将他修行正果原原本本统统说出来了, 金刚经, 上全部说出来了, 不像其他的经典, 说出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没说, 金刚经, 是彻底圆满的道出。 十四, 若领会得法法皆如, 我见情直之病, 即都浅静, 则见相及见性, 头头是道, 摩索不可。 故, 最圣王, 为摩洁, 等经云, 五蕴即是法身, 生死即是涅槃, 烦恼即是菩提, 皆显法法皆如一也。 若领会得法法皆如, 我见情直之病, 既都浅静, 则见相及见性, 头头是道, 摩索不可。 这就是诸佛菩萨是现在六道, 是现在人间, 所谓是游戏神通。 为什么? 人家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所有一切的活动, 跟真相完全相应, 丝毫不违背。 我们常讲随顺法性, 所以他的的是大自在, 他的的是大圆满。 宗门讲大自在, 密教里面讲大圆满, 到这个境界, 就统统都得到了。 见相就是见性, 为什么? 离心一世。 他所用的是六根根性, 六根根性见外面不是六成, 是见性。 见性见色性, 闻性闻身性。 见闻觉之对的统统是性, 那不叫尘。 用时对外面叫尘, 尘是污染, 把我们清净心污染了。 根性不污染, 所以外面也不是沉浸, 是色性, 这叫明星见性。 见相就是见性, 所以叫,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磨锁不可, 喜欢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我们在经上看到, 特别是在, 华言, 看到五十三参, 五十三尊佛, 在, 金刚经, 上讲的那些诸佛, 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原教初驻菩萨就叫佛, 他就有能力, 应以佛身而得度, 他就试现佛身的度, 所以叫见性成佛。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都是佛, 每一尊佛现的相不一样, 每一尊佛试现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真的叫五花八门, 磨锁不可。 故, 罪圣王, 唯摩洁, 等金云, 五蕴即是法身, 生死即是涅槃, 烦恼即是菩提。 皆显法法皆如一也。 如果你要不懂法法皆如, 这几句你就会错会, 错会了那个问题就严重, 那是这相不见性。 确实有人误会, 生死就是涅槃, 哪个人不入涅槃, 要修什么? 以为死了就入涅槃, 哪个人不死, 死了就入涅槃, 何必要苦修? 不必要修, 到时候都入涅槃了。 那何必要求菩提? 烦恼就是菩提, 成天生烦恼, 那就是菩提。 大错特错。 这个话, 不能说的, 你没有明星见性, 不可以说这个话的。 你有能力, 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刹那, 一刹那能够展开为无量劫, 采取你讲这个话。 你要没有这个能力, 这些话为魔居士可以讲, 最圣王可以讲, 你不能讲。 人家讲这个话, 是真的入法法皆如的境界, 他说的没有过失。 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 说这个过失可大了。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五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五。 请先开经本一百七十二面。 十五, 发心自度度他, 以其明信见佛。 恶药之方, 全在于此。 其方云合。 依此经教, 离乡离念是已。 末后的结论, 结得非常之好。 学佛就是学做人, 就是学怎样过日子。 世间人所需求的幸福美满生活, 就是佛法, 如果要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一定要发心自度度他。 佛经里面讲的度字,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帮助的意思, 协助的意思。 你要想你能够过得幸福自在美满, 你要帮助你自己, 你要帮助一切众生。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佛在经上已经为我们说得很详细, 很多, 很明白。 理实在讲是甚深, 甚广, 一般凡夫不能觉察。 可是凡夫里面也有一些聪明人, 他知道人不能够离开社会人群独立的生活, 所谓人是社会的动物。 我们要自己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必须别人也要幸福, 也要美满, 那才是真的, 如果别人的生活很艰难, 很困苦, 我们自己过得很幸福, 幸福里面会有灾难。 中国俗语常讲, 一家保暖千家院, 其他的人看到你, 嫉妒你, 仇视你, 甚至于来盗窃你, 来杀害你。 这些事情自古以来, 史书上就记载很多。 在近代, 大家在报纸杂志, 新闻广播里面, 几乎每天都有, 不止一种。 由此可知, 幸福何在? 美满何在? 于是我们就了解, 佛给我们讲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帮助自己脱离贫穷, 脱离困苦, 也要帮助一切众生, 大家都能够离开贫穷困苦, 这个世间才美满。 就如同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 为什么那么美好? 阿弥陀佛没有只顾自己, 他顾一切众生, 自己要好, 一切众生跟我一样好。 这个道理事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要发心自己帮助自己, 要帮助一切众生。 怎么帮助法? 要克服自己无始劫以来的恶业习气。 我们是什么习气? 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只想自己, 没有想别人, 这大错特错了。 世间人有发财的, 有生活过得很好的, 有贫穷的, 生活过得很苦的。 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那个人命好, 这个人命不好。 命是果, 果必有因。 命从哪里来的? 一定有因, 因是造的业。 如果造善业, 这个人命就好, 他就幸福, 他就快乐, 他就很自在, 如果造恶业, 他的命就很苦。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怎么自度。 断恶修闪。 不但不造恶业, 起一个恶念都不可以,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 念念要帮助这个社会, 这是善心, 这样造的是善业, 得的果报不可思议, 这的善果。 帮助别人一负如是, 劝人明白因果, 谚语说得好,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你今天会赚多少钱, 或者你今天会赔多少钱, 命里注定的, 真是所谓,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个话听起来很悲伤, 很伤感。 其实一生都是命, 这是一点不错, 这句话讲得很正确, 说半点不由人, 这个话未必可靠。 为什么? 人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可以转业, 可以创造新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有能力自己帮助自己, 去帮助别人。 我们常常看到, 了凡四讯, 这个小册子, 就是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是他所说的是世间法, 不是究竟法。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自度度他的目的, 是以其明信见佛。 明信, 禅宗里面讲的明信见信, 我们自度度他的目的都要在此地。 见佛, 诸位要知道, 见佛就成佛了。 怎样见佛? 这一句话里面, 般若与净土的教义, 都含设在其中, 见信是修般若, 见佛是修净土。 念阿弥陀佛, 必定的阿弥陀佛皆引, 往生净土。 恶要之方, 全在于此, 最经要的方法, 就在这一部经上。 其方云合, 方式方法。 方法是什么? 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交给我们的, 离乡离念, 这是非常经要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提这一句, 诸位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没有问题, 如果前面没有听到的, 听到这一句, 你很难领会。 这一句话具足的文句是, 无助身心, 不助色身相味触法, 这是离乡离念。 而行不失, 不失在本经不是教你捐几个钱, 那你就看错了, 不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 是这个意思。 在大乘法里面, 菩萨行事以六度包括万行, 六度万行。 用一个不失, 包括了六度, 所以六度就是万行, 不失就是万行, 万行就是我们整个生活行为, 意思很深很广。 虽然行不失, 一定要离乡离念, 这就是受持, 金刚般若。 120, 明法法皆如曰明号明如。 底下一段经文, 正是说到, 金刚经, 最重要的一段。 明法法皆如, 这里面分为四个小段, 这是第一个小段, 先就明号说明皆如的一段, 何以故? 如来者, 即诸法如意。 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 如来是什么意思? 诸法如意。 一, 如来, 之意, 离一切法差别之虚相, 正一切法意如之真性。 不见有诸法差别之相, 是知未如。 不见有一法独意之相, 是知未, 分别那些虚妄相, 这个念头统统放下, 这个意思昨天已经讲得很详细。 不是外面的相不要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佛教给我们离相离念, 不是说外面的现相, 是我们心里面所起的, 新心所, 所起的见分跟相分。 诸位晓得, 见分跟相分舍弃掉, 你们想想看, 其不就是钻石成智吗? 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 就是那个心心所的相分, 见分不肯放下, 一放下就转石成智, 一转石成智, 即同如来。 所以离念是离见分, 离相是离相分, 这个一定要懂。 不是外面的相, 外面的相不相干, 那是世事无碍。 能发生障碍的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见分跟相分, 那是虚妄想。 正一切法一如之真性, 我要用四智菩提来讲, 大家就更好懂, 转八十成四智, 只要把见相两分放下, 八十就转成大圆境智, 莫纳就转成平等性智, 第六意识就转成妙观察智, 前五十就转成智所作智, 我们这个方法比相宗高明, 相宗讲得好啰嗦, 你搞了几年还搞不懂, 不晓得怎么做法, 这个讲法多好, 只要把见相两分放下就行了, 实在是妙。 如果你放不下, 也不要紧, 把那个念头一转, 都转成阿弥陀佛就行了。 抓住阿弥陀佛, 见相两分不放自然就放下了, 不必要勉强, 自然就放下了, 一心专念。 所以念各几年佛, 他就成功了, 他就得念佛三昧, 他能够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什么道理? 就是他万元放下。 万元实在讲就是八十五十一星所的见相两分, 这两分害人, 我们无始劫来就被他害了。 所以离相是离这个相, 搞清楚。 正性就是正四至菩提, 那是真性。 不见有诸法差别之相, 是知未如, 未时不见差别相。 因为你不用第七十, 把第七十的见相两分放下。 你所用的是什么? 是第七十的自正分跟正自正分, 自正分是相同的, 八十五十一星所, 自正分都是相同的。 自正分是什么? 真如本性, 正自正分是什么? 是本具的般若智慧, 这两分是真的, 虚妄的是见相两分。 你要是用真性, 像昨天我们举, 《冷言经》, 上所讲的, 我们用见性见色性, 见性平等, 所见一切色性亦平等, 没有差别, 这叫如, 相如其性, 性如其香, 是如其理, 理如其是, 无有一法不如, 这一切法皆如, 无有一法不是, 法法皆是, 法法皆如。 所以佛经一展开, 头两个字, 如是, 我闻, 如是的意思懂得了。 释迦牧尼佛说了四十九年, 说个什么, 说个什么? 如是而已。 整个, 大藏经, 讲什么? 如是而已, 就讲个如是。 佛法一点都不啰嗦, 两个字说尽了。 可是你要不懂的法法皆如, 那如是两个意思给你说, 你还是不能够明了。 不见有一法独一之香, 古人用比喻来说, 以经作弃, 弃弃皆经, 一切万法一正庄严, 都是自性变现的, 所有一切相分, 全是自性变现的, 就是性,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哪有差别? 相上有差别, 性上没有差别, 你是从相上见到性。 所以没有一法独一, 义是两样, 没有两样。 佛跟众生一样, 人跟畜生一样, 菩萨跟地狱也一样。 相不一样, 性一样, 所变得不一样, 能变得是一样, 能变得既然是一样, 所变得还是一样, 看看你能不能体会得到。 实在说现代科学家发现了, 证实了, 确实是一样, 他把所有一切万物去分析, 分成分子, 分成原子, 分成电子, 分成粒子, 全都是一样。 只不过这些基本物质, 排列的方式不相同, 组合的方式不相同, 所以方程式不一样, 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 本经里面讲的五蕴, 五蕴就是基本的物质, 相同, 没有两样。 没有义法有独义之相, 所以诸法如, 无有义法不如。 二, 如者, 无差别之义, 义不义之义, 为法性无有差异也, 以其空济固, 诸法如义, 即法性空济之义, 正空济之性, 名为, 如来。 固曰, 如来者, 即诸法如义。 如者, 无差别之义。 如, 没有差别。 义不义之义, 不义是没有两样, 统统都是一样的。 为法性无有差异也, 从性体上讲, 能变得性体没有差异。 以其空济固, 这是前面说的很多了。 即法性空济, 这个地方讲的空, 是佛法里面所讲圣意空, 不是顽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空里面有, 能现一切万象, 空能现象。 所以, 空跟有是仪, 心经, 上讲的,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几句话说得很妙。 空跟有是一不是二, 一如, 法法皆如, 空有是一如, 换句话说,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 是一不是二。 这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 这是诸法时相, 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空有一如, 正空即知性, 名为如来, 故曰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什么叫正? 彻底明白旧叫正, 究竟圆满的明白叫正。 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 叫下叫大开圆解, 这都是正的意思, 真正明了一切法是一不是二。 前面讲, 小里面可以限大, 长时间可以缩短, 短时间可以延长,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是一如, 因为严促一如, 所以长时间可以变短, 短时间可以变长, 大小一如, 芥菜子里面可以装须弥衫。 你要不懂这个道理, 那个不思议境界, 那真是没法子想, 你不能接受。 一真法界里, 华藏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不思议解脱境界。 为什么会有那么稀奇事情? 就是因为那个世界里, 人人都正得法法皆如。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处处都是障碍? 我们不懂法法皆如, 以为没有一法是如, 法法都不如, 所以就变成重重无尽的障碍, 根本的道理就在此地。 你要是通达契入这个境界, 那就叫如来, 如来的意思就是正的诸法如意。 三, 佛称大诀, 即是究竟诀此不依不义之法性, 故曰, 如来者, 即诸法如意。 这是说明, 如来名号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有这个名号? 因为他正的诸法如意, 所以在佛十号里面, 给他起一个名号叫如来, 说明一切法不依不义。 不依是从相上讲的, 相不一样, 不义从性上讲的, 性是一个, 相不相同, 千差万别, 性是一个。 能变得空气的性体, 所变得是虚幻的形相, 相都是虚幻的, 刹那刹那生灭的, 它不是真的。 4.其中关键, 诠释者不着。 不着有, 诸法不爱一如。 不着空, 亦如不爱诸法。 这于诸法, 非如也。 这于如, 非诸法也。 故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为正方之故。 其中关键, 关键就是你是做佛, 还是当凡夫。 佛跟凡夫的关键在哪里? 诠释者不着, 关键在此地。 不着有, 诸法不爱一如。 不着空, 一如不爱诸法。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这两句话是佛法的精髓, 是大乘法的关键, 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诸佛菩萨空有两边都不着, 所以人家是世事无碍, 我们的病就是执着。 这于诸法, 非如也, 错了。 这于如, 非诸法也。 故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为正方之骨。 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如来所说一切法, 就是一切经, 这一切经能执着吗? 执着就错了, 你怎么能懂经的意思, 不能执着。 也不能不要, 你要是不要经, 这空, 你要是要了经, 就这有了。 现在佛教给你空有两边都不着, 经我要, 我要看, 我要听, 我不执着就行了, 不执着就对了。 看经, 听经怎么个不执着法? 离言说香, 你听经不要听我的言语, 不要执着我怎么讲的, 不要执着言语, 离名字香, 经里面讲的如来的名字, 你听就听了, 不要执着, 离心圆香, 听就用心的听,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听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就完了, 你就落在意识里面去了, 又掉在剑香两分里面去了。 你能够离言说香, 离名字香, 离心圆香, 就是无助。 伸心, 伸这个心来听经, 清净心, 真诚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一听就开悟了。 有些人一听开悟正果了, 他为什么会开悟? 为什么会正果? 他会听。 他怎么会听? 离这三项是会听。 所以他听经也是, 应摩锁住, 而伸其心, 他用这个方法来听, 所以他开悟。 我们听经听了几十年都不开悟, 道理在哪里? 我们是身心, 但是执着, 心有助。 助于诸法, 这就非如, 与如的意思相违背。 助于如, 这个如是代表佛法名字相, 你要试着了名字相, 也错了。 所以记住, 经里面所说的,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为正方之故, 正是你真正的领会, 体会道。 知就是开经纪里面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如来的真实意, 你就知道了。 五, 修学应离一切诸相, 修六度万行。 离诸相者, 实际离的, 不染亦成故。 修万行者, 佛是门中, 不舍亦法故。 如是诀, 如是离, 如是修, 则法相应, 性相应, 而得正相应矣。 修学应离一切诸相, 修六度万行, 离一切诸相, 就是应摩所住, 修六度万行就是而生其心, 总离不开总原则, 总纲领。 离诸相者, 实际离的, 不染亦成故, 实际离的就是真相, 就是本性, 真心本性里面一法不利, 一成不染。 从前六组会能大师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跟这个意思相同, 这是讲清净的自信。 修万行者, 佛是门中, 不舍亦法故, 为什么? 事事无碍, 理事无碍。 如果要不修万行, 那你就住空, 修万行不住空, 离诸相不住有, 空有两边不住。 由此可知, 六度万行不能不修, 不修你者到那一边, 你不是两边不着, 这是经前面说的很多。 法相不能执着, 非法相也不能执着, 非法相是空, 法相是有, 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 如是诀, 像这样的诀, 像这样的离, 像这样的修, 则法相应, 性相应, 而得证相应以, 与法相应, 法是讲法相, 也就是说语相, 用相应, 性相应是讲体。 我们讲的体, 相, 用, 都相应了, 相应就叫做证, 这才能证果。 六, 总之, 媚平等, 取差别, 变心随法转, 即非法亦成障碍, 于差别, 见平等, 变法随心转, 即法法莫非真如。 古德所谓, 迎宾送客, 运水搬柴, 行住坐卧, 二六时钟, 于诸法上捏来便试者, 是好一幅无视道人行乐徒也。 总之, 媚平等, 取差别, 变心随法转, 即非法亦成障碍。 这一句试讲的凡夫境界, 是我们现前的状况。 媚是无知, 愚媚无知, 我们时时在在不知道, 法法平等, 法法亦如, 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一切法相当中, 我们生起分别心, 生起执着的心, 生起好恶之心, 顺自己意思, 生欢喜心, 不顺自己的意思, 就生厌恶之心, 叫好恶心。 都是从媚平等, 取差别里面生起来的, 这是与真性的体, 像, 作用完全违背。 于是我们心随法转, 法式讲境界, 我们一般讲心随境转, 外面境界诱惑很多, 你自己把持不住, 你被外面境界影响, 受外面境界诱惑, 心随法转, 就是你很容易被外面境界诱惑, 就这个意思。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这个很可怜。 即非法也成障碍, 非法是空, 无论是空是有, 你都会被境界所转, 被境界所转的是凡夫, 冷言经, 上讲得很好,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如来是佛, 佛跟我们不一样在哪里? 佛能转境界, 我们被境界所转。 与差别, 见平等, 变法随心转。 这一句就翻过来说了, 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 他为什么的自在? 他在差别里面见平等, 也就是说, 在差别箱里面见到真性。 性是平等的, 性是清净的, 这是诸佛菩萨。 所以诸佛菩萨怎样? 静随心转。 我们要学, 学佛实在讲, 就是要学这一招, 这一招学到手了, 你才自在, 你才真的幸福美满, 无论什么境界, 都变成称心如意的境界, 静随心转。 我们今天很苦恼, 到处想去找一个好地方, 现在世界大乱, 哪个地方安全? 到处去找, 能找得到吗? 找不到。 这个诸佛要晓得, 什么地方最安全? 你要相信佛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的人, 不造恶业都修善业, 这个地方就最安全。 为什么? 静随心转, 这个地方人心都好, 他的境界就好。 诸佛必须要知道, 心随静转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是静随心转, 这才能得自在。 即法法莫非真如, 见性的人法法都是真性。 古德所谓, 迎宾送客,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应酬, 现在尤其住在大都会, 应酬的事情很多, 迎宾送客。 运水斑柴, 这是讲日常生活, 我们常讲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七件事, 这是讲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 二六时钟, 二六时钟就是昼夜, 二十四小时。 于诸法上粘来便是者, 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如, 哪一法不是。 所谓是,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就是讲的这个。 是好一幅无事道人行乐图也, 行乐图, 行乐就是形容你的生活自在快乐美满。 什么人? 要静随心转, 你就快乐了。 我们学佛, 佛教给我们离苦得乐。 如果我们学佛没有离开苦, 没有得乐, 换句话说, 你学佛没有成绩, 你白学了。 为什么学佛不能离苦得乐? 你一定要反省, 佛法里面没有错误, 你一定学错了。 如果不是在理论上出了问题, 就是在方法上出了问题, 总不外乎这两大类。 如果理论上没有问题, 方法上没有问题, 它的效果一定是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你学佛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快乐, 一天比一天快乐, 你生活在真实智慧之中。 不学佛的人生活在烦恼里面, 忧虑里面, 恐怖里面, 那个日子真的是不好过。 所以学佛的确是离苦得乐, 一点都不假。 七, 当知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捏来便是, 自在何如? 这四句是形容学佛生活之乐, 生活的美满, 捏来便是, 是, 就是大圆满, 大自在, 宗门里面讲的大自在, 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 就是这两句, 捏来便是, 自在何如? 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参禅, 要去念咒? 参禅, 念咒如理如法, 可以得到, 除了参禅念咒之外,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只要如理如法, 门门都可以得到, 所谓,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禁无量无边, 原理原则只有一个。 原理原则是什么? 离乡离间。 参禅要释放不下, 不行。 它还是被境界所转, 它不能开悟, 甚至于不能的定。 学密要释放不下, 麻烦大了, 很容易着魔。 学密着魔的多少, 我在国内国外看到太多太多了。 好好的一个人, 甚至于书也念得很好, 大学毕业, 得到硕士, 博士学位, 工作也还不错, 去学密。 学个半年, 得了神经分裂症, 他有得了, 他的的是神经分裂, 送到神经病院去了, 你说多可怜。 什么原因? 理论错了, 方法错了。 修学佛法最重要的, 是要找一个好老师。 佛在小晨经, 阿南问世佛及胸经, 里面, 一开头佛就叫给我们, 要求明师受戒。 明可不是有明气的明, 有明气没什么用处, 那个明是光明之明, 真正有修, 有学, 有正的老师, 你听他的教会。 受戒不是说到那里去跟他受五戒, 受菩萨戒, 不是。 那就错了。 戒是交戒, 就是要听他的教导, 这个人是过来人, 不会把你领错路的。 天下本无事, 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现在有没有事? 还是无事, 永远都是无事? 是从哪里来的? 人造出来的? 这个世间本来是太平的, 本来大家日子都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搞得大乱? 好事的人太多。 这个也想救世界, 那一个也想救众生, 每一个人拿一套办法, 个人的办法不一样, 互相打架, 打得我们受苦, 我们遭难, 就这么一回事情, 庸人自扰之, 一点都不错。 八, 古得云, 不悟时, 山是山, 水是水。 悟了时,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山是山, 水是水者, 只见诸法也。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唯见亦如也。 古得云, 这是禅宗的, 古大德有这个说法。 不悟时, 山是山, 水是水, 没有开悟,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悟了以后,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这是禅宗很有名的公案。 山是山, 水是水者, 只见诸法也, 者了乡, 山是山, 水是水。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不着乡, 离乡, 离乡见性。 山之性跟水之性是一个性, 我们叫做法性, 在有情的分上叫做佛性, 在无情的分上叫做法性。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性是相同的。 所以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九, 又有物后割云, 青山还是旧青山。 盖为诸法人就也。 而见诸法之亦如, 则青山依旧, 光景焕然星矣。 又有物后割云, 彻悟之后, 青山还是旧青山,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那是什么? 见性也不执着了, 性相两边都不执着, 这是真正过来人。 盖为诸法人就也。 而见诸法之亦如, 则青山依旧, 光景焕然星矣。 虽然你一看, 山是山, 水是水, 它也是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味道不一样。 你有情职在里面, 它没有情职, 充满了圆满的智慧, 那怎么会相同? 时, 为佛如来, 正性亦如, 则尽真如济世, 来。 真如无济, 故来亦无济。 真如不动, 故来亦不动。 虽明曰来, 实则来而无来, 无来而来者也。 当知明为, 如来, 者, 为明其来无来乡, 故曰, 如。 为明其如无如乡, 故曰, 来, 而。 由此可知, 如来, 这两个字, 跟前面所讲的原理, 应摩所著, 而生其心, 你看看一样不一样。 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 这两句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 没有法子离开。 名字上不能离开它, 生活上不能离开它, 修行上不能离开它, 果证上也不能离开它, 完全相应。 我们把这一段简单说说, 为佛如来, 佛的十个名号, 佛有十个通号, 这十个通号显示出圆满的性得。 如来是十号之一, 它的意思显示什么? 显示, 正性一如, 真如本性是一, 真如本性是如。 所谓,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十方三是佛, 包括我们大家在其中。 三是是讲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而佛在经上说,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所以讲三是诸佛, 把我们全包括在其中。 共同一法身, 这一法身是什么? 真如自性, 真如自性是亦不是尔。 而心性多大, 其大无碍, 没有边际。 则尽真如迹, 这叫来, 解释来的意思。 真如没有边际, 来, 这个意思也是没有边际。 真如不动, 所以, 来, 也有不动的意思, 冷言经, 上所讲,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也是如来的意思。 大臣经义互相来参考, 意思就很明显。 虽明曰来, 是不是真有来的相? 没有。 来只可以讲现, 现相, 所以是, 来而无来, 无来而来。 当知名为如来者, 说明他来无来相, 这是如的意思, 说明他如无如相, 这是来的意思。 这个意思也不好懂, 如果我们现在用电视画面来做, 比喻, 就很好懂。 今天世界上各地方发生事情, 你电视一按, 画面现前了, 问你来了没有。 来而无来, 无来而来, 就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 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 现种种相, 说种种法度众生, 正如电视画面一样。 他又没有来。 阿弥陀佛到我们这里来了, 是不是从极乐世界到这里来? 没有。 虽没有, 但是针线了, 象征在此的, 就像电视画面一样。 在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 我们这里一按钮出现了, 那来了没有。 我们晓得, 这是因为电波的传递会现这个箱, 把那个现箱在我们这个地方示现出来。 那诸佛菩萨在我们这里现象是什么? 那是星星。 比电波的能力, 不晓得强多少倍, 电波的速度不快, 一秒钟才三十万公里, 而星星这个速度, 一弹指一刹那是尽虚空, 便法界。 所以无处不现身, 你怎么能说它来? 你怎么能说它不来? 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 不明白这个理, 你念, 弥陀经, 怀疑, 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早晨去拜十万亿佛, 不到一餐饭就回来了, 这怎么来得及? 一个佛那里磕个头也来不及, 我们会想到这些, 为什么? 我们折了来去之想。 殊不知道那个地方, 跟诸佛如来的能力智慧相同, 无处不现身。 每一尊佛那个地方同时现身, 不是一尊一尊的, 同时现身, 同时拜佛, 同时文法供养。 所以那个时间绰绰有余, 哪里会很慌张, 很忙, 没有。 这就是我们一般俗间所讲的分身, 其实讲分身都是多余的, 哪有分身? 随念献钱, 喜欢献什么身, 就献什么身? 由此可知, 如来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有没有? 也有, 没有像佛那么明显。 你要不相信, 我一说你就会同意了。 像你们从中国来的, 我要一体五台山, 你们那个五台山的乡, 马上就在脑海里陷起来了, 这不就来了吗? 说某一个人, 你马上想到这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 就来了。 就是你很清楚, 不能把这个相限给别人看就是了, 你还没有这个能力。 诸佛菩萨有能力, 把这个相限给大家看。 我们也有, 能力差异等, 没有佛菩萨那么明显。 由此可知, 诸法如意涵盖一切法, 不是说佛菩萨有, 我们没有, 一切法, 一切众生, 各个统统都具足。 只是你昧平等, 取差别, 你愚痴痴, 你有无明, 无明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明白事实真相, 这叫无明。 哪一天无明破了, 破了就明了, 道理明白了, 事实真相明白了,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这一段是就明号上来说如的。 一二一, 曰果得明如明无法。 举佛做例子, 这个地方这一大段讲法法皆如, 法法皆如真的是说不尽, 举佛做一个例子。 前面是举佛号, 这个地方是举佛的果得。 你要是真的明白, 参透了, 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 想想我自己的名字, 如不如。 想想我现前的能力如不如。 然后你才能懂得精益。 你这里看到如来, 统统讲如来与我不相干, 那就错了。 那我们学他干什么? 举例为什么不举别的例子, 特别举佛。 佛是修行最圆满的, 举佛做例子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跟佛同样的具足。 举一切众生, 众生的果得不圆满, 大概我也不圆满。 举佛是圆满的, 那我们人人都圆满, 没有一个不圆满, 这是一定举佛做例子。 若有人言,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假设的话, 要有一个人说, 如来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法。 虚菩提, 十五有法,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成佛了, 成佛才叫如来。 成佛式的无上正等正觉, 有没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法? 跟诸位说, 没有。 你以为还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法, 你就执着法相。 既然没有, 为什么佛要说出这么一个明相? 佛不说就没有法字显示, 必须要建立这些假明, 显示事实的真相。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有的言说, 明相, 都是不得已而建立的, 换句话说, 全都是假设的, 你可不能当真。 所以教你不执着, 教给你,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一, 或以其人为有法, 殊不知时无有法也。 但未明其觉已究竟, 无以明知, 名为,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 若曰信德言, 时事诸法亦如, 或以其人为有法, 殊不知时无有法也, 这个意思, 希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却确实时没有法。 佛的的无上菩提是什么? 无非是把剑丝烦恼, 尘杀烦恼, 无明烦恼, 统统舍尽了, 就叫无上菩提。 哪有真的还有什么无上菩提? 没这回事情。 我们把这一句话翻成中文式, 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凡夫没有, 凡夫迷惑颠倒。 佛告诉我们, 把剑丝烦恼放下, 舍掉了, 不再执着了, 就叫正觉, 给他起个名字叫正觉。 其实哪来的正觉? 没有。 只是他剑丝烦恼断掉而已, 再把尘杀烦恼断掉, 放下了, 不要了, 不再执着了, 无明也放下一品, 或者放下几品, 叫正等正觉。 真的有正等正觉? 没有。 不过是剑丝, 陈沙, 无明放下几分而已, 就叫他个名字, 叫正等正觉。 四十一品无明统统放下, 都没有了, 再加个无上正等正觉。 用这个假明显示这一个事实, 你不要真的还有这个名号, 那你又呆了, 又起无明, 又被明像迷住。 佛, 不迷人, 人字迷, 很可怜。 多少人读佛经, 被佛迷了。 佛看到这个样子, 摇头叹息, 这就是你不解如来真实义。 为什么会迷? 就是执着, 就是放不下。 什么人叫觉悟, 觉者? 放下的人就觉悟, 放不下的人就迷惑, 觉跟迷就在这个地方分。 哪有觉有迷? 实在就是一个放得下, 一个放不下, 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实实在在讲, 无有法, 佛无有法可说。 但为明其觉已究竟, 显示他的觉达到圆满, 达到究竟。 见死是不觉, 成杀是不觉, 无明是不觉, 他把这些不觉统统放下, 统统舍弃, 所以他的绝缘满, 就尽了。 无以明知, 那叫他什么名字? 这假设一个名, 名为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尔, 若曰信得言, 时是诸法一如。 从本性上说, 什么也没有, 只见诸法一如而已, 法法皆如。 二, 约, 佛, 正名称为的菩提者, 亦在显其以正无上正等觉, 亦及诸法一如之果尔。 约佛, 正名称为的菩提者, 我们叫这个人, 叫他做佛, 意思就是说明他的无上菩提, 给他取这个名字。 亦在显其以正无上正等觉, 亦及诸法一如之果尔, 到这个地方, 诸法一如就近之果, 他是完全明白了, 完全见到了。 这个物不是解物, 是清见, 这是正物。 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 以如来, 以佛果为一个例子, 反映出九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与佛无二无别, 只是你放不下。 马明菩萨在, 其信论, 告诉我们, 本觉本有。 本觉是什么?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本有, 不是外头来的, 个个都有。 不觉本无, 什么是不觉? 见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都是不觉。 不觉本无, 真如本性上没有。 本来无的, 当然可以放下, 毫无问题的, 本来有的, 当然可以恢复。 放下就恢复, 为什么不肯放下? 我再告诉诸位, 我讲的都是真实话, 诸位每一个人都是大富翁, 你们听起来很高兴, 你们每一个人的财宝都无量无边, 称性的。 为什么现在穷, 穷兴兮的? 因为你有障碍障住, 你这个障碍不肯放下, 什么障碍? 贪心。 因为你有贪心, 无量无边称性的财宝全部都被他障碍, 得不到。 你们读, 华言, 读, 弥陀经,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那个富贵, 住的房子七宝建的, 道路是黄金铺路。 我们这里是用地毯。 极乐世界是黄金铺路, 为什么那么富有? 他没有障碍, 障碍是贪。 佛的相貌为什么那么好, 身体为什么那么健壮? 我们也有。 可是我们今天身体这么脆弱, 稍微吹一点风寒, 就不得了, 就要生病了。 我们有障碍, 什么障碍? 甜, 吃。 贪甜吃是大障碍, 贪甜吃放下, 舍掉了, 称性的福报就现钱了。 不晓得自己称性的福报是无量无边, 天天要去贪图那一点小利, 你说那不叫可怜吗? 天天搞贪甜吃, 你说这怎么得了? 以轮回心造轮回业。 我们读经, 字字句句都要消归自信, 要会归到自信上来, 我们才能够的受用。 佛的经典, 没有一句, 没有一个字不与我们自己有关系, 与自己要没有关系, 那个不是佛法。 如果是佛法, 字字句句与自己有切身的关系。 一二二, 名义如。 须菩提, 如来所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是终无时无须。 这四个字, 希望诸位牢牢地记住, 你一生受用不尽, 无时无须。 一, 如来所得, 这, 唯一, 无时无须, 即是诸法如意。 这叫真的得到了。 无时, 正如佛在本经所说, 能得之心, 三心不可得, 所得之物, 皆是因缘生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能得, 所得都不可得, 这是无时。 可是在世相上, 能得, 所得这个相存在, 相有, 作用也有, 无须。 无时无须。 和前面无助身心, 无时是无助, 无须是身心。 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无时无须, 无须无时, 你就得自在, 你就快乐了。 你真的会得, 所谓, 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 你真的能够随心如愿的所得, 虽然得到, 你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执着, 心里面若无其事, 因为无助。 诸佛如来生活在这个境界里面,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要认真去学习。 二, 如来所得之法, 乃是实相。 实相者, 无相无不相。 无相无实也。 无不相无虚也。 若究竟言之, 相不相皆无。 故曰, 无时无虚。 虚实皆无, 是未真实之法。 以正成上文真实之说也。 如来所得之法, 乃是实相。 实相者, 无相无不相。 无相无实也。 无不相无虚也。 这是完全用班若经上的法相来说明, 说得一点也不错。 如来所得的法是什么? 是真相, 一切法的真相。 一切诸法的真相, 是什么样子。 是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从体上说的, 体空计, 无相。 但是体会现相, 刹那生灭, 它现相, 现这个相是无不相, 无不相是有相。 体上讲无相, 起作用上讲有相, 体是真的, 永远不变的, 相是假的, 刹那生灭, 这个相叫妄相, 妄相不是无相, 它有相。 所以有相跟无相是亦不是二, 心经, 上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就是说这个意思。 四句话是一句话, 是说的一桩事情。 无相则无实, 绝对不是时有, 无不相是无虚, 它有相存在。 若就尽言之, 相不相皆无, 体上魔是真无, 相上魔是假无。 因为相是幻相, 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故约无时无虚, 虚实皆无, 是未真实之法。 以正乘上文真实之说也。 佛说这个意思真实, 一点都不假。 所有一切万事万法, 无有一法, 不如是, 你能够看到这一层, 你这个心在万法怎么不自在。 心清静了, 不会被一切法所污染, 心平等了, 不会再分别执着一切法, 立刻就转我们凡夫境界成诸佛菩萨的境界, 马上就转了。 三, 阿诺菩提, 即真如觉性之以名。 如来即诸法如意, 称为如来, 因其以正真如觉性。 足正如来所得, 无时, 觉性空计。 无虚, 觉性原张固。 阿诺菩提, 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真如觉性之以名, 我们讲真如, 讲本性, 讲觉, 讲阿诺菩提, 一个意思。 一装饰, 一个意思, 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 佛的用意, 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 知道这个名字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明白意思就好了, 不要执着一个名字。 所以一装事情, 他说许许多多名字, 是这个意思, 叫我们不要执着。 如来即诸法如意, 称为如来, 因其以正真如觉性。 足正如来所得, 无实, 觉性空计。 无虚, 觉性元章。 我们称佛, 称如来得号, 它里面就显示这个意思, 教你从这个名号上, 你就能够起观照的功夫, 就能够绝而不迷, 启发自己的觉性。 我们中国从前的人讲, 启发你的悟性。 悟性跟觉性是一个意思, 觉悟, 帮助你觉悟。 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说, 如来, 就要想到诸法如意, 我对一切法要平等,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假名它有作用, 它不是没有作用, 决定不能执着这个假名, 要叫这个假名把我们自己的决性开发出来。 譬如我们念佛, 我们念,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是什么意思? 规依, 规是回头, 依是依靠。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无量觉, 阿是无, 弥陀是量, 佛是觉。 难无阿弥陀佛, 我们是不是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依自信的无量觉? 你要懂的这个意思, 深深唤醒觉性。 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 唤起我们性德里面的慈悲寂静。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 看到这个字样, 听到这个名号, 我对人是不是一片慈悲。 牟尼是寂静, 就是清静的意思, 听到这个名字, 我心是不是清静。 由此可知, 诸佛菩萨的名号 启发我们的性德, 道理在此地。 从前人, 古人起名字, 名字都是代表自己的愿望, 佛门里面你出家或者你皈依, 师父给你起个法名, 法名就是代表你修行的目标。 现在人很糟糕, 很多中国人给小孩起个名字, 起个外国名字, 大概是希望我这个儿子做中国人不好, 将来都做外国人。 名字是外国人, 那个相貌不能变成黄头发, 蓝眼晴, 变不出来, 还是枉然。 这个真的不晓得是做何居心。 名以昭德, 名以显德, 所以它有作用的。 决性就是蒋真如本性的体性, 它是空气的, 所以无实。 决性原章, 原是圆满, 张是明显, 就是它起作用, 显示出实法界一正庄严, 无需。 所以从体上讲是无实, 从相用上讲是无需, 这样才把性得体相用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 四, 一法不深, 时无有法也, 故无实。 无法不限, 诸法一如也, 故无虚。 一法不深, 时无有法也, 故无实, 真如本性一法不深。 无法不限, 诸法一如也, 故无虚, 虽然一法不深, 但是无法不限, 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法不限。 同样一个道理, 佛法基本道理, 你要掌握到了, 你修学真的就有下手之处。 班若经, 上跟我们讲的要领事, 班若无知, 而后事, 魔所不知。 从前出家在家的大德, 我们在, 高森传, 居士传, 里面看到的, 它修学没几年就开悟了。 我们现在缘分比从前殊胜太多, 为什么我们修了一辈子, 越修越迷惑, 越修越颠倒, 为什么不开悟? 方法不一样。 古人下手, 从哪里下手? 从无知, 他先学无知。 过去无论在家出家, 你拜一个老师, 老师指导你, 老师教给你什么? 就教给你无知。 无知怎么叫法? 天天教你在道场里面工作, 这个粗重的活, 你天天干。 六组会能到五组那里, 马上分到对方去破柴, 充米, 去干这个。 干这个苦工是修福。 学佛不能没有福报, 为大众服务是修福。 修会怎么修法? 修会是修根本智, 根本智是无知。 禅家叫你参一个话头, 教你关心, 教下教你读经, 没有讲解的。 譬如天台宗要背三大部, 时间是五年, 法华经悬议, 法华经文句, 磨合纸观, 这是天台基本的三大部, 师父把书交给你念, 天天念, 念到会背, 没有讲解的。 为什么叫你念? 念经不胡思乱想。 如果不念经就会胡思乱想, 把妄念用念经的方法把它念掉, 恢复到清静心。 清静心里面一念不深, 那是根本智, 清静心起作用, 磨锁不知, 那叫后的智。 古人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从前五年学戒, 不是学戒律, 五年学戒就是遵守老师的教戒。 老师怎么教你, 你就怎么做, 守老师的教戒五年, 五年大概新定下来了。 然后再听教, 再听讲经, 再参禅, 或者再念佛, 那个功夫进步就太快太快了, 基础稳固了, 换句话说, 基础就是清静心, 根本智就是清静心。 心地清静起作用的时候是磨锁不知, 般若无知, 磨锁不知, 我们现在搞颠倒, 这一开头就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知, 到最后, 是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搞糟糕了。 所以什么都学, 学砸了, 学乱了, 有所不知, 人家是磨所不知, 我们变成有所不知, 这糟糕不糟糕。 方法错了。 我们想想, 古人这个方法, 与, 金刚经, 上所讲的原理原则相应, 我们今天用的方法, 与经典所讲的完全相悖, 背道而驰。 五, 无实无虚, 即, 起性论, 如实空义, 如实不空义。 如实即是真如, 因真如未真实之性体, 故曰如实。 如实空者, 无实也。 如实不空者, 无虚也。 空而不空, 无实即富无虚。 不空而空, 无虚即富无实。 此是一切法, 如如不动之真体。 无实无虚, 即, 起性论, 如实空义, 如实不空义, 如实就是如实空, 无虚就是如实不空, 马明菩萨在, 起性论, 里面所讲的。 如实即是真如, 因真如未真实之性体, 故曰如实, 如实是指这个意思。 如实空者, 就是如实的意思。 说的虽然是有一点差别, 意思完全相同。 如实不空者, 无虚也。 空而不空, 无实即富无虚。 不空而空, 无虚即富无实。 此是一切法, 如如不动之真体。 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 并不难懂。 前面的意思懂得了, 这个地方念念就可以了。 六, 不空是由空来, 可知无虚是由无实来, 诸法亦如, 是由实无有法来。 这一句的意思深, 但是的确是事实。 意思虽然深, 并不难体会, 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本经末后佛的教训,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作如是观, 你想这一句就能明了了。 不但使法界依正庄严, 如梦幻泡影, 决定不能执着。 即使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变化, 没有生灭。 人都是无量兽,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兽, 华藏世界的人是不是无量兽? 没说, 没说我们也晓得是无量兽。 怎么晓得的? 他不用生灭心, 他用的是常住真心, 常住真心不生不灭, 他现得那个香氛就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不就叫无量兽。 使法界里面, 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 用十心, 使有生有灭, 所以使法界里面的香都是生灭香, 道理在此地。 因为生灭香, 所以寿命就有长有短。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寿命延长? 我们有没有能力把我们的青春多住一个时期? 你要是懂得金刚斑弱, 你就会肯定, 行。 可以做得到, 道理理论有。 怎么做法? 把你生灭的心, 妄念把它减缓, 就行了。 现在我们妄想一团不得了, 太大了。 你能够把你的妄念减少, 妄念减缓, 就延寿了, 你也就不容易衰老。 我们世间人常讲, 儒家讲, 又能使人老。 忧虑就是你的妄想起伏很大, 你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一点, 都不要去分别, 执着, 样样都好, 好也好, 不好也好, 大而化之, 无所谓了, 你这个心就比较平静, 你就不容易衰老。 所以真的样样做得到, 你懂理论, 懂方法, 真的是,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求什么旧的什么, 求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都得到, 世间这些东西不旧鸡毛蒜皮。 所以, 要晓得这个道理。 无需是从无时来的, 无时是体, 无需是相根作用。 七, 无时, 可指诸法言。 诸法原生, 故无时。 无需, 可指如言。 真如不空, 故无需。 如来所得, 但正诸法如一耳。 无时, 可指诸法言。 诸法原生, 故无时。 一切不是真实的。 无需, 可指如言。 真如不空, 故无需。 如来所得, 如来所得, 但正诸法如一耳。 这是说明无时跟无需互为体用, 讲真性无时, 法相无需也讲得通, 讲法相无时, 真性无需也讲得通, 多元容。 这是叫你法相名词不能执着, 言说不能执着, 横说, 述说, 左说, 它是圆的, 它都通, 你执着一个就不通, 就出障碍。 显示出世事无碍, 理事无碍, 不思议解脱境界。 所以无论什么事, 在佛菩萨口里面没有一样不圆容, 在我们口里处处都起障碍。 它对于这个事理透彻, 明了了。 八, 无时无需, 事空有一如, 性德本然。 如来正此, 说此。 令众生觉此, 修此。 若观一切法为实, 凡夫也。 若观一切法为虚, 二甚也。 即观一切法时中有虚, 虚中有实, 亦是全教菩萨。 佛与诸大菩萨, 观一切法无时无虚, 是整个的。 无时即无虚, 无虚即无时。 诸法亦如, 空有同时。 无时无虚, 是空有一如, 空有事亦不是二。 性德本然, 我们真如本性本来是这个样子。 如来正此, 说此, 如来为我们说的, 无非就是把他所证的的为我们说出来而已, 他所证出来的是事实的真相。 令众生觉此, 修此。 若观一切法为实, 凡夫也。 一切法都当真, 都以为是实在的, 坚固的执着不放, 这是六道凡夫。 若观一切法为虚, 二圣也, 生文, 原觉, 阿罗汉, 辟知佛堕在空里面, 他认为一切法都是假的, 一切法都舍弃, 他也不身心, 这堕偏真涅槃。 即观一切法时中有虚, 虚中有实, 这是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就是实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不能超越实法界。 佛与诸大菩萨, 观一切法无实无虚, 是整个的。 无实即无虚, 无虚即无实。 诸法一如, 空有同实。 空有同实, 性相同实, 理事同实, 无有一切不同实, 这是一真法界的菩萨, 超越实法界, 无实无虚才能超越实法界。 我们学班若实在讲, 对于往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 你明白这个道理, 什么事情看淡了, 看穿了, 不放在心上, 往生的品位增高, 这个有一定的帮助。 九, 佛是门中, 不立一法, 无实也。 不舍一法, 无虚也。 应摩所住, 无实也。 而身其心, 无虚也。 无实无虚, 即是诸法实相。 应如是觉, 如是修。 云和修。 身摩所住心, 离一切相形, 不实六度, 以利益一切众生是也。 佛是门中, 不立一法, 真的是一法不立。 无实也, 这就是无助。 不舍一法, 无虚也, 无虚是身心。 应摩所住, 无实也。 而身其心, 无虚也。 无实无虚, 即是诸法实相。 应如是觉, 如是修。 为我们说出修行的总纲领, 修行的总原则, 一定要懂得无实无虚的道理, 知道无实无虚的事实。 我们现前的生活, 真的旧的自在美满。 你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说多自在。 这是真正的幸福, 这是真正的享受, 这就是诸法实相。 身摩所住心, 离一切相形不失六度, 以利益一切众生是也, 真正的佛弟子, 真正觉悟的人, 他必然是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 你从他做人, 从他做事, 处事待人皆悟, 一定符合, 金刚经, 所讲的原理原则, 他是觉悟的。 如果自称为觉悟的人, 他的心态跟,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原则相违背, 那是假的, 那是骗人的。 大乘佛法要是读多了, 法眼不敢讲, 会眼会开。 这个是坚真的, 假的, 邪的, 正的, 你一眼就看穿了, 绝对不会受这些妖魔鬼怪的矇骗, 不可能的。 所以大乘经不可不读。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六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六。 请先开经本一百七十七面。 一二三, 曰诸法明如明及一切法。 曰诸法明如。 这一大段都是说明诸法如意, 前面我们读过, 从名号上, 从果德上来显如, 今天这一段是从诸法。 小科题, 明及一切法。 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金刚经, 上下两半部的义去, 前半部佛是从体上为我们说, 所以说一切法皆非, 后半部的意思, 比前半部要深, 也讲得透彻圆满, 为我们说出法法皆如, 无有一法不如, 这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为我们说出来了。 一, 诸法原生而无时, 同一如时而无虚。 所以,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由诸法如意, 开出无时无虚。 即以无时无虚, 显明一切皆是, 正成诸法亦如。 辗转相生, 相视, 相成, 其时皆明一意, 应魔锁住视野。 这个深意, 我们从今的开端一直讲到此的, 同学们纵然不能够完全领悟, 我相信多少能得到一点消息, 果然透彻一句, 两句, 我们的一生受用无穷, 换句话说, 享受不尽。 正如戴经上常讲的, 会以真实之力, 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都在这些大成了一经论之中。 一切法原生, 用现代的话来说是条件。 华严经, 上讲, 任何一法, 小而为成, 诸法里面最小的是为成, 都是无量因缘而生的。 无量因缘我们现在的, 话讲条件, 许许多多的条件, 无量的条件, 显现这个一法。 既然是许许多多条件成就的, 诸位要晓得, 这里面含藏着什么意思。 它里面真正的一去, 就是告诉我们, 法不是实在的, 是许多条件凑合而显现的。 它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所以叫无实。 无实的意思, 无限的声广, 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那就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因为,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执着, 执着就错了。 佛与大菩萨们跟我们众生差别在哪里?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佛在经上常常责备我们, 我们六道里面众生, 用的是轮回心, 造的是轮回业, 无量劫来生死轮回, 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轮回心? 用, 金刚经, 的说法, 那就太明显了。 金刚经, 上讲的四箭, 我箭, 人箭, 众生箭, 受者箭, 这就是轮回心。 什么是轮回业? 金刚经, 上讲的四箱, 我箱, 人箱, 众生箱, 受者箱, 这叫轮回业。 经上讲的好,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标准定在此地。 四箱破了, 步骤轮回业, 四箭破了, 转轮回心为大菩提心。 这用, 金刚经, 上的话来说明,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点都不啰嗦。 认清宇宙人生的真相是, 无实无虚。 无实是因为它是原生之法, 无有自信, 也就是无有自体, 了不可得, 无实。 为什么说无虚? 它有相, 并不是没有相, 同一如实而无虚。 因此, 佛给我们说了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相, 一语道破,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以你要会了,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不会的, 大放广佛华言经, 也不是佛法,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也不是佛法,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什么叫佛法? 佛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佛法就是一切法你都能够觉了, 都能够觉悟彻底明了, 哪一法不是佛法? 我们佛门常讲佛法无边, 却确实实没有边际。 无实无虚是, 金刚经上非常重要的刚领。 由诸法如意, 开出无实无虚, 无实无虚从哪里来的? 从诸法如意里面开出来的? 这一大段都说这一桩事情, 无有意法不如。 你真正明了一切法无实无虚, 你就懂得佛在此的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意思, 你听了之后会点头, 会同意, 佛这个说法没错。 本经一开端, 是尊是献道舍卫大臣启实这一持波, 哪一样不是佛法? 这一是佛法, 持波是佛法, 吃饭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诸位要记住, 你要懂得什么叫佛法, 觉悟了, 穿衣觉悟了, 吃饭觉悟了, 处世带人接悟样样都觉悟了, 生活是佛法, 工作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样样都觉悟。 这话还是难懂。 什么叫觉悟? 什么叫不觉? 你晓得样样都是, 无实无虚, 就觉悟了, 知道样样无实无虚, 是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因为他无实, 你不执着有, 因为他无虚, 你不执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这个人觉悟了。 凡夫这有, 样样计较, 样样执着, 所以我们读经读了几十年, 听经听了几十年还不开悟。 不开悟当然他有障碍, 障碍是什么?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障碍, 世尊把他归纳成两大类, 一个是, 烦恼障, 你有烦恼, 烦恼是什么? 执着, 你有分别, 执着, 另外一个是, 所知障, 所知障是什么? 是妄想。 世尊在, 华言经, 上说我们众生, 但以妄想, 执着, 而不能证的。 妄想是所知障的根源, 执着是烦恼障的根本, 你二障不除, 你怎么能觉悟? 读经, 听经还是被二障障住, 苦在这里。 学佛要从哪里学起? 四红誓愿就是佛教给我们学佛的一条正路, 成佛之道。 第一个教你发心, 发什么心? 菩提心。 金刚经, 上一开端就叫我们发心,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一开端就叫你发心。 什么叫菩提心? 舍己为人是菩提心。 为什么菩提心一定要舍己为人? 你要知道, 我们之所以变成凡夫, 所以不能成佛, 原因在哪里? 我执, 我向, 我见, 你这个东西不破, 那你就是凡夫。 佛教给我们把自己忘掉, 念念都想一切众生, 点点滴滴都不要想自己, 这是破我见, 破我乡的妙法, 我们要真的肯做。 不但是念念念众生, 念念想众生, 我们的一切所做所为都为一切众生, 决定不要为自己。 为自己增长我见, 增长我乡, 增长我见就是增长所知障, 增长我值就是增长烦恼障。 佛法是教你破二障, 怎么容许教你增长二障, 这是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的一个关口。 不但是学佛, 我相信我们同修听这么多年的经, 都应当了解, 应当明白,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美满, 这也是一个关键。 你真的觉悟了, 你会感觉这一生生命非常充实, 一天都没白过, 真正得到快乐, 真正得到法系充满。 所以要从破我直下手。 这次讲金刚经, 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讲金刚经? 念佛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 看不破, 放不下, 你怎么会得力? 学佛学得好辛苦, 日子过得好苦, 这是你学佛功夫不得力, 如果得力, 你学佛会一天比一天快乐, 一年比一年快乐, 这是你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真正得到的好处。 学佛要学得那么辛苦, 我们何必学佛法里面讲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我们学得很苦, 没有得到乐, 你要想到头一句, 你的迷没有破, 你没有悟。 苦从哪里来的? 迷来的。 什么是迷? 四项, 四见就是迷, 破四项, 破四见就是绝, 绝了就快乐, 迷了就辛苦。 佛不欺骗我们, 句句话都有很深的意思。 所以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悟了一切皆是, 迷了一切皆非。 苦跟乐, 众生跟佛, 就是一面迷雾之间而已。 我们迷得太久, 无量劫来都迷, 把这一切现象, 一切假东西误以为是真实的, 我们错在这里。 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无实无虚, 我们把它做实了, 以为这是实实在在的, 大错特错。 佛实在是难得, 不能不叫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金刚班若会上, 这个经文不多, 用这样简洁的开示, 把这样深广的道理, 事实真相, 都给我们说出来, 不容易。 正成诸法一如, 如果我们能够契入, 能够体会到诸法一如, 那就恭喜大家, 你不是凡夫, 不但不是凡夫, 你不是二圣, 你也不是全教菩萨, 你是法身大士。 契入诸法一如那个境界, 不但转六道, 连十法界都赚了,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的人, 华严经, 上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是入了这一流。 但是大家要晓得, 你要不从四向, 四剑上下手, 不但是十法界出不去, 六道都出不去。 破了烦恼障出六道, 破了所知障出十法界。 十法界从哪里来的? 你有妄想就有十法界, 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要真干, 真干要你自己干, 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上忙。 诸佛菩萨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 那是什么? 是教会。 把道理, 事实真相说清楚了, 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教会, 后面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干。 开示误入, 佛能够帮助我们的事开示, 我们自己要误入, 误入不能靠人, 佛菩萨帮不上忙。 你要觉悟, 你要能够契入一如的境界, 一如就是一真。 辗转相生, 辗转的意思广大没有边际, 用佛法的术语来讲,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辗转相生的, 怎么辗转相生法? 诸位记住前面佛的开示, 无助身心, 因为无时所以教你无助, 因为无须所以教你, 你身心, 你要是能身一如之心, 你就成佛, 成菩萨, 法身大事。 你要是身六度心, 你是菩萨, 不是法身大事, 这个要知道。 你要是身四地心, 你就当阿罗汉。 由此可知, 你要是身贪, 甜, 吃的心, 就变三恶道, 贪心是恶鬼道, 甜会是地狱道, 鱼吃是畜生道。 佛是苦口婆心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劝我们要把无始劫来的习气烦恼, 贪甜吃拔掉, 三恶道的因没有了, 自然没有三恶道的果报。 贪心我说的很多, 不仅是世间的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 财色明十税这些东西, 包括佛法。 我世间都不贪了, 贪佛法, 照样堕恶鬼道。 佛是教你断贪心, 不是教你换对象的, 换对象没有用处, 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搞清楚了, 你就觉悟, 你就不迷惑了。 所以施法界一正庄严辗转相生, 就是大家的念头。 相宗所讲的, 为心所现, 所有一切的现象, 从哪里来的? 新现的。 施法界从哪里来的? 六道从哪里来的? 时变的, 为时所变。 因为是为心所现, 所以你不能住, 交给你应魔所住, 因为是为时所变, 所以教你身心。 你要是身菩提心, 现的境界是佛的境界, 不但污秽的境界舍离了, 清净境界也舍离了, 染尽两边都舍掉, 真净。 与性得圆满的相应。 你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小柱里面所讲, 相生, 相世, 相成, 你才懂得, 其实皆明一意, 应魔所住事也。 相生, 相世, 相成, 这六个字, 我再跟诸位说得清楚一点, 明白一点, 现在话讲, 我们落实在生活里面讲,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就是相生, 相世, 相成。 一切经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过去, 现在, 未来。 从我们的起心动念, 讲到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也因果报刹那相续, 这六个字, 你才晓得含义是多么的深, 多么的广。 佛讲一真法界你才明了, 并不仅限于一部, 华言经, 一切经皆是, 不但一切经皆是, 一切众生的生活行为, 哪一样不是。 晓得这个道理, 才知道佛给我们讲无助身心的真实义, 我们应当要遵守。 无助就是放下, 万元放下, 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清净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经上说得很好,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实相是实相般若, 真实智慧, 信心清净生真智慧。 信心不清净所生的是实质变聪, 实质变聪不是真智慧, 不能解决问题。 二, 如来说, 三字最要, 明其是约信而说。 离相关信, 则头头是道。 人言, 云, 五蕴, 六入, 乃至十八戒, 皆如来藏妙真如信。 古得言, 窗外黄花, 莫非般若。 亭前翠竹, 竟是真如。 是之谓, 一切皆是佛法。 如来说三字最要, 明其是约信而说, 经文里面有些地方, 佛说, 有些地方, 如来说, 如来跟佛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凡是讲, 如来, 都是从心性上说的, 讲, 佛, 是从事相上说的, 用这个字样来区别。 所以这三个字非常要紧, 说明这句话是约信而说的。 离相关信, 则头头是道。 人言, 云, 五运, 六入, 乃至十八戒, 皆如来藏妙真如信。 人言经, 这句话是如来说, 是从信上说的。 怎样见信? 离四相就见信,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不是说我们把相不要, 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那不行。 吉相离相 所以离相, 诸位要记住, 不是离外面境界相, 是离你心里面执着的那个相, 只要你心里面不执着, 我们起心动念打妄想, 要离哪个相。 中国的文字高明到极处, 妄想, 想, 自心上有个相。 佛叫我们离相, 离什么相? 心上那个相离掉, 真心就现前, 妄想就没有了, 那个相是妄想。 所以叫你离相, 不是离外面那个相, 离心里面那个相, 把那个相离掉。 我们中国的文字, 离一切分别, 执着, 分别, 执着是思。 思画上格子, 心上画了格子, 有分别了, 把那些格子去掉, 不要分别, 留下来是真心。 思跟想就糟糕了, 想是妄想, 是所知障, 死是你有分别, 执着, 是烦恼障。 你能把思想那个心上的田拿掉, 相拿掉, 真心就恢复了。 我们现代人说, 人没有思想还得了, 人没有思想就不是人了, 一点都没错, 人要没有思想就成佛了, 因为你有思想, 所以你才堕在六道, 你才搞六道轮回。 你问问佛菩萨有没有思想? 佛菩萨没有。 你问问阿罗汉有没有思想? 不但阿罗汉没有, 金刚经, 上连虚陀环都没有, 人家成圣人。 我怎么样想? 我怎么样思? 坏了。 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觉悟, 然后你才明白大臣经上所讲的义趣, 才真正能够体会到。 五蕴、六入, 乃至十八戒, 这几句话把尽虚空, 便把借有情无情的众生全部包括了。 皆如来藏妙真如性, 就跟前面讲的, 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意思完全相同, 说的话不一样, 意思是一个意思。 古德言, 窗外黄花, 莫非般若。 亭前翠竹, 竟是真如。 这是禅宗祖师大德们所说的, 都是误了以后, 从乡上见到性, 这是见性的话。 从性上讲一切皆如, 无有意法不如。 一切皆是佛法, 无有意法不是佛法, 是知为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以生活怎么不幸福? 怎么没有趣味? 怎么不快乐? 法系充满,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心清静,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永远保持一个清静心, 这是觉悟人的生活。 觉悟的人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的生活。 必须要知道, 所有一切忧虑牵挂都是妄想。 我们同修当中, 有不少是经商的, 现在所谓商场如战场, 一天到晚在动脑筋, 怎么去赚钱, 生活过得苦得不得了。 跑来问我, 我说自讨苦吃, 假如你动这些脑筋, 真的会赚到钱, 诸佛菩萨都拜你做老师, 佛菩萨做不到。 你所有那些妄想全是妄想, 你命里面有财富, 该来的照来, 不该来的动什么样脑筋也得不来。 小偷命里该发财他偷得到, 要不然他也偷不到, 我去偷怎么偷不到。 佛跟我们讲得清楚, 财从哪里来的? 财不失来的。 不失是因, 财富是果报,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不失是因,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谓不失是因。 人能够修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他的的果报就是财用绝不缺乏, 聪明, 智慧, 健康长寿是这么得来的。 你不肯修, 你怎么会得来? 以为打妄想就能够得来, 这是自欺欺人, 没有这回事情, 在佛法讲无有是处, 这都是迷惑颠倒。 念念未未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 你利益众生大, 就是利益自己大。 如果反过来, 念念未利益自己, 而不肯利益众生, 你的福报很有限, 想完就没有了。 你没有继续再修, 你所想的福是过去身中所修的余福。 后面这一条说得好, 说得很清楚。 三, 是出事法, 皆是原生。 观其不易之性, 不变之体, 则一切皆是, 诸法亦如以。 否则住法八心, 住法修行, 则佛法亦非佛法, 何况一切法。 是出事法, 皆是原生, 这句话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出事法, 世间法是原生, 出事法也是原生, 所以佛才交给我们,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法就是佛法, 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不能够执着, 执着就错了。 法有用处, 我们有智慧去用它, 去受用它, 决定不能够执着它, 决定不能够占有它。 为什么不能占有? 因为一切法无实, 你怎么能占有? 为什么说可以受用? 因为一切法无虚, 可以受用。 不可以占有, 不能具为己有, 要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人就觉悟, 这个人就有福报了, 我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 所以, 是法, 出事法都是原生。 佛菩萨是现在世间, 向世尊八相成道是原生, 四十九年说法也是原生。 观其不义之性, 不变之体, 则一切皆是, 诸法亦如已, 你从性上去看, 从体上去看, 那就皆是佛法。 否则住法八心, 住法修行, 则佛法亦非佛法, 何况一切法, 这两句同修们要牢牢地记住。 我们今天修行,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就犯了这毛病, 住法八心, 住法修行, 这八个字。 无论在家, 出家, 你们学得这么苦, 学得这么可怜, 原因在哪里? 八个字说得清清楚楚。 你不懂得无助的道理, 你不懂得无助的事实。 住是什么? 执着 发心了, 发度众生的心, 执着发度众生的心, 修行执着修行。 所以修得再好, 你所得到的果报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 我断恶修善, 舍己为人, 我这项。 什么人做的? 我做的, 我修行, 我度众生, 我发大心, 我, 没有忘掉, 我见, 我相识足, 这就是住法。 什么时候能把我忘掉, 你与, 金刚般若, 就相应, 念念还是我在, 就不相应, 与, 金刚般若, 完全相违背。 这两句话要牢牢的记住, 住法发心, 住法修行, 你搞的不是佛法。 你学佛都不是佛法, 那何况一切法? 这才体会到,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两句话的重要性, 这是刚领。 无助要用现代的话, 说的明白一点是 无条件, 我帮助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条件的。 有条件是凡夫, 无条件的这是学佛, 是佛菩萨。 佛用的是,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哪有条件? 世间人起心动念, 都是要谈条件。 谈条件, 那你学佛, 念佛, 修行, 都是住法修行, 住法发心, 告诉你, 凡夫一个。 这个话我们听多了, 也看多了, 可是走出讲堂, 还是住法? 什么原因? 习气老毛病改不掉。 在这里听了, 看到你们点头, 好像有点觉悟, 出了门就忘掉了, 老毛病又发了, 这个就不行。 所以世尊讲经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天天叫你熏习, 希望把你老毛病伸疏, 把佛所讲的,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慢慢把它变熟, 伸疏的变成熟的, 熟的变成伸疏的, 你就成功了, 一定要自己认真努力。 现在比过去的人, 的确有福得多, 过去人要听经的有法师讲经, 他才能天天听, 没法师讲经他到哪儿听? 现在没法师也行, 听录音带, 看录像带, 你可以每天都不间断的熏修, 这是说明, 读经跟听经的重要性。 每天至少需要用两个小时, 没有法师讲经, 回家去听录音带, 去看录像带。 三天不听, 你的老毛病全出来了。 每天听两个小时, 要听多久? 可能要听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慢慢会觉悟, 会转过来。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欲速则不达, 病根太深了, 无量劫来的病根习气, 哪有一下能转过来, 没那么简单。 这是希望同修们, 要细心去体会, 牢牢地记住, 依教奉行。 四, 广而言之, 凡行世间法, 慈悲为本, 皆为利他, 不存利己。 依依不为佛法, 则是法即佛法。 若行佛法, 而存名利恭敬之心, 则佛法亦成是法矣。 广而言之, 这世把这个推广, 实在讲究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凡行世间法, 慈悲为本, 皆为利他, 不存利己。 依依不为佛法, 则是法即佛法。 你慈悲, 慈悲从哪里表现? 慈悲表现在你生活行为当中, 全是利他的, 点点滴滴都为他, 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 我学佛以后, 这么多年来, 我的生活随缘, 如果我不跟你们大家在一块生活, 我一个人过日子, 自在快乐, 我一天只要吃一餐。 你们看到我的生活, 一点营养都没有, 我快乐极了。 点点滴滴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多快乐。 你们每天讲营养, 讲保养, 讲进补, 补了一身的病。 我什么都不要, 身体健康, 自在快乐, 精神越用越饱满。 由此可知, 身心的健康从哪来的? 清静心来的。 你们怎么进补, 怎么保养, 为什么还一身毛病? 心不干净, 心里面有贪甜吃三毒, 心里面有三毒, 你怎么能健康得了? 心里面没有毒了, 一片慈悲, 一片清静, 一点饮食都不要, 都健康快乐。 你要懂得道理, 晓得事实真相。 所以你们叫我吃饭, 随缘,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干这些把戏。 所以要紧, 这个地方要真学, 皆为利他, 不存利己。 所以我们学佛, 老师非常重要, 真正的善知识。 我这些基本道理, 修学方法,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我二十六岁, 接触佛法才一个月, 就认识张家大师。 我向他请教佛法从哪里入门, 他告诉我, 看破, 放下。 我问他从哪里下手。 他告诉我不诗。 我听话, 老师怎么教, 我就真干, 我的的好处就是这一点。 我对老师尊敬, 老师讲的话我依从, 我相信老师不骗我, 老师对我是真实的, 依教奉行, 真得利益了。 这是我们修行的大根大本, 如果还有念头为自己不为别人, 诸佛菩萨来教导你, 也没有用处。 所以佛法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念念念一切众生, 尽心尽力去做, 功德就是圆满。 一一不为佛法, 佛法是什么? 金刚经, 上所讲的是总刚领, 应魔所著, 而行不诗。 不诗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 不要看不诗两个字, 我出一点钱这叫不诗, 错了。 是全部的生活。 从我们起心动念, 到我们日常生活一切行为, 是不诗两个字, 就是在这里面叫你放下, 舍掉。 舍什么? 舍四象, 舍四见, 把这个不诗掉, 你就一一的不为佛法, 都如法了。 世间法统统是佛法, 穿衣, 吃饭, 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反过来说, 若行佛法, 而存名利恭敬之心, 则佛法一成是法意, 那个念头, 一转又迷了。 我是个讲经的法师, 我要大家对我恭敬, 要对我供养, 有这一个念头完了, 大错特错了。 我们名利, 明白人, 我们求法, 磕头作一向善, 知识请教, 我们要用真诚心, 恭敬心去求。 我们弘扬佛法, 把佛法送给别人, 要用什么态度? 也要用恭敬心, 真诚心, 磕头作一把佛法送给人。 不能说我磕头作一求得来的, 你也要磕头作一我才给你。 你要有这个念头, 你念念这几句话, 菩萨里面有长不清菩萨, 你们念, 弥陀经, 大家念得很熟, 甘陀喝啤菩萨, 不休息菩萨, 我们也要磕头作一把佛法送给别人, 我们真的这样做法。 他肯接受, 原成熟, 不肯接受, 原没有成熟, 无论原熟与不熟, 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 这样才没有亏欠。 不能说原不熟, 我们就不做了, 这个观念是错误。 原不熟要跟他结缘, 原成熟要促进他成就。 所以佛是普度众生, 原没成熟的人多。 我们现在在国外, 现在几乎是全世界, 衬衫上印的那些话, 印的那些香, 你仔细一看, 都是妖魔鬼怪。 我看到这个现象, 我也想到, 我们印阿弥陀佛, 印佛经的句子。 走在街上, 人家看到念一声, 看一眼, 阿赖耶识落了种子, 我们跟他结法缘, 我们跟人家结佛缘。 无论认识不认识, 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 只希望众生的佛法真实利益, 我们对众生义无所求, 连恭敬供养都不要, 有了这些东西麻烦。 一二四, 明离一切香, 须菩提, 所言一切法者, 即非一切法, 是故名一切法。 这一段是说明, 离一切香。 一, 一切法, 知其, 即非, 而不着相, 则是佛法而非一切法矣, 知是假名幻香, 而归于性。 虽明一切法, 而皆是佛法矣。 一切法, 知其即非, 而不着相, 则是佛法而非一切法矣。 前面讲一切法皆是佛法, 问题是这不着相, 不着相皆是佛法。 什么叫佛法? 佛法是诸法一如, 无时无虚, 这是佛法。 一执着了, 不是落在时这一边, 就是落在虚那一边, 就不是佛法。 以六道来说, 欲界, 色界这有, 落在, 有, 这边, 无色界执着在, 空, 那一边, 都不能出六道。 六道太苦了, 轮回六道, 佛在戴经上讲身死疲劳, 搞这个事情。 我们常在经上看到, 佛感叹, 可怜悯者, 真可怜。 迷得太深, 看不破, 放不下, 干这个事情。 看破了, 就是你真正看到一切法无时无虚, 你看破了。 你了解事实真相, 自自然然放下, 不执着了, 那个日子过得多快乐。 佛菩萨在经典上讲游戏神通, 快乐。 到这世间来干什么? 游戏的。 游戏怎么会累, 怎么会有苦? 游戏就快乐。 知道一切法皆非, 就不着相, 一切法无时。 知是假名幻相, 而归于性。 虽名一切法, 而皆是佛法矣。 这是前面古大德所说的翠竹, 黄花, 从相上见到性, 从事上见到理, 性相理事事一不是二, 一如,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二, 即非, 是名, 何而言之, 以名无时无虚, 空有同时之矣。 世尊说此, 是交行人于行, 住, 坐, 卧, 二六时中, 对静随缘, 皆应坐如是官。 则处处皆是道场, 是世尊掌菩提。 即非, 是名, 何而言之, 这在, 金刚经, 这种句子很多,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以名无时无虚, 空有同时之矣, 这个要晓得, 这样讲法才不至于偏在一边, 把真相讲得圆圆满满。 我们从这里面体会, 你旧的真实的受用, 你才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看得透彻, 看得清楚。 一切法确确实实是同时的, 无时无虚是同时的, 性相是同时的, 理事是同时的, 身佛是同时的, 无有意法不同时。 同时,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佛菩萨? 这个不是佛菩萨, 十法界, 一真法界, 跟我们不是同时同处,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自己有业障见不到。 我们在五楼奖金, 底下四楼, 三楼, 二楼跟我们同不同时。 同时同处,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底下一层业障, 所以你见不到。 要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讲, 佛告诉我们, 无尽的时空是同时的。 但是我们今天, 三度空间的众生见不到四度空间, 四度空间众生见不到五度空间, 科学家已经证明, 至少有十亿种不同的空间。 从理论上讲, 时空的维次是无限度的, 科学家说这些话, 我们听了点头, 没错。 原本是一真法界, 为什么变成无数度的时空? 妄想, 执着变现出来的。 时法界, 无量无边法界从哪里来的? 妄想, 执着变现出来的。 离开妄想, 执着, 同时。 妄想, 执着教业障, 你为什么不肯把妄想, 执着放下? 放下就同时了。 你读花言, 读法华, 读无量寿经, 那些天人大众, 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尽虚空, 变法界, 随心所欲, 变化自如, 它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 那个能力是我们的本能。 离开了障碍, 本能就恢复。 障碍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教我们看破, 教我们放下, 都是这些。 假名幻香, 名有, 假的, 香也有, 假的, 都不是真的。 香, 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生灭现象, 法香宗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 确实,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冷言, 上讲, 当处出身, 当处灭尽, 当处, 刹那, 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我们心态粗体会不到。 佛给我们讲一坛指, 一坛指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九百个生灭。 我们现在坛指一秒钟可以但四次, 四剩六十再乘九百, 刚好两个十万八千, 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 当处出身, 当处灭尽。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这是讲十法界森罗万象是随心应量变现出来, 因为这个所以才教你身心, 因为它是刹那身灭的相续相, 不是真的, 所以教你无助。 佛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一点都不错。 为什么要住法? 为什么要这乡? 你要想得到人生的幸福快乐, 你从这里下手, 你才能真正得到, 佛法不欺骗人。 世尊说此, 是交行人于行, 住、坐、 卧、 二六十中, 对静随缘, 皆应坐如是观, 则处处皆是道场, 是世增长菩提。 没错, 龙树菩萨过去在龙宫, 见到大龙菩萨收藏的大本, 大放广佛华言经, 是什么? 就是使法界一切众生随缘对境,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起心动念, 生活行为点点滴滴, 哪一样不是, 大放广佛华言。 你要会了, 你才知道头头是道。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餐个什么? 许多人念, 华言经, 对善财童子羡慕得不得了, 他的命好, 遇到那么多善之事, 我一生一个也没遇到。 其实, 善之事一天到晚围在你的周边, 你不认识。 善财童子认得, 除了自己一个人之外,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 都是菩萨, 都是善之事。 你要不相信,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在, 谭经, 里面讲过,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他就是善财童子。 我们今天看这个人有毛病, 那个是又不顺眼。 你到哪里找善之事? 你到哪里找佛菩萨? 所以必须要晓得, 五十三位善之事, 就是我们现前社会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你要离开相看性, 都是诸佛菩萨。 你要是对于一切现象都不执着, 你要是看他的生活, 看他的一切所作所为, 统统增长智慧, 哪里不是道场。 所以, 大放广佛华言, 在哪里? 生活之间。 金刚经, 跟我们讲出总原则, 总刚领,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 在展开,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 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待人皆物之间, 看出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无时无虚, 教我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正常生活是三昧, 正寿, 寿是享受, 正常的享受, 诸佛菩萨的生活是正常的享受。 我们今天有苦、乐、忧、喜、舍, 不正常。 离开苦、乐、忧、喜、舍, 那个生活是正常的。 所以要晓得, 处处皆是道场, 世事增长菩提, 增长菩提是增长智慧。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想到慧能大师当年见五祖人和尚, 他说, 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我们看到好羡慕。 我们心里面常生烦恼, 人家常生智慧。 读到这里晓得, 他为什么常生智慧。 他看到一切法无时无虚, 所以他常生智慧。 他看到一切法皆是佛法, 看到一切人皆是善人。 必须要知道静随心转, 我们是佛心, 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 所以你要问, 我什么时候成佛? 你到哪一天看到大地众生各个都是佛, 那恭喜你, 你成佛了。 你要是看到这一切众生都是恶众生, 你自己本身就是恶众生。 为什么? 相随心转。 你心善, 一切境界都善。 我善, 他明明恶吗? 你再仔细观察, 他不恶, 把自己的烦恼心所, 恶心所降服住了, 你再看, 他就不恶了。 你能够在恶法里面看到善, 染法里面看到静, 为什么? 染静不恶, 善恶也不恶, 亦如, 法法皆如。 我们今天做不到, 没入这个境界, 不知道一切法无时无虚, 换句话说, 不晓得一切法的真相, 迷在这个里面。 所以念念增长烦恼, 不深智慧,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三, 清静觉性, 既非虚而又无实法。 正好借一切法, 以利是恋心, 净空诸相。 又何必于一切法外别密菩提? 心经, 云,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岂非无上菩提, 婉然在忘乎。 清静觉性, 既非虚而又无实法。 正好借一切法, 以利是恋心, 净空诸相。 又何必于一切法外别密菩提? 佛在经典里这样教训我们, 历代的祖师大德, 也常常用这一句话来开导我们。 我们要觉悟,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 我们修行在哪里修行? 历世练心, 是旧式日常生活, 穿衣吃饭, 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在世里面去练心, 练什么心? 我刚才讲的那个话, 你们想想看很有味道, 把心上的香拿掉, 把心上的格子拿掉, 就练这个。 你果然把那些东西拿掉了, 你的心就生智慧。 无论穿衣吃饭, 念念都生智慧, 处事待人接物, 眼睛见的, 耳朵听的, 身体接触的,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没有一样不生智慧的。 生智慧才快乐, 不生智慧就烦恼了, 这叫学佛, 学佛学跟佛一模一样。 我常讲佛是什么心, 我们要学佛的存心, 佛是什么愿, 我们要学佛的愿, 佛是什么样的生活行为, 我们要学佛的生活行为, 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 但是诸位要记住, 我唯恐诸位住法发心, 又住法修行, 那就糟了。 不能住, 不能执着。 佛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执着, 我们执着。 执着是凡夫, 不执着是佛菩萨, 决定不能执着。 如果我们用这一个道理, 来简别真佛, 假佛很容易。 现在这个社会假的太多了, 冒牌的太多了, 假冒佛法也多得不得了。 你仔细观察看他执不执着, 执着就是假的, 不执着是真的。 我这个佛法好, 他那个不好, 这一听, 他也未必好, 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可以赞叹自己好, 他决定不会毁谤别人, 那是真的。 你们最近听过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李静称赞, 善才童子在华言会上给我们做的榜样, 李静决定是平等的, 对于妖魔鬼怪都理尽, 都平等。 为什么? 他有佛性。 你离相看他的性, 他是佛, 他不是别人。 为什么不赞叹他? 他那个相不顺性。 我们在五十三餐里面看到, 他对于圣热婆罗门没有赞叹, 甘露火王没有赞叹, 法苏密多女没有赞叹, 这三位善之士, 他表得像是贪甜吃, 贪甜吃是三恶。 他对这三个人有礼敬, 没有赞叹。 你们仔细去看, 华言经, 你就晓得, 参访每一位善之士, 礼敬之后都有赞叹, 然后再请法, 唯独这三个人有礼敬, 后头接着请法, 当中没有赞叹。 赞叹顺性, 我们常讲隐恶扬善, 正面的, 善的, 我们要赞叹, 恶的不说就好了, 不用去毁谤。 所以不赞叹, 我们就了解, 他那个不如法。 佛教我们这样做人, 这样处事, 才能够维系社会的平安, 社会的安全, 共存共荣, 才能够转移风俗, 只赞叹人正面, 不毁谤人负面。 在这里头练心, 练清静心, 练平等心, 练绝心, 绝而不迷。 净空诸相, 把你心里面那些妄想, 统统要把它舍弃掉, 那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真心, 是心的本能, 真心有觉性, 菩提是绝。 心经, 云,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岂非无上菩提, 婉然在忘乎。 无上菩提在哪里? 无上菩提一分一秒没有离开你。 宗门的话常讲, 六根门头放光洞的, 世尊在冷言会上也讲得很透彻, 很明白, 就是六根的根性。 焦光大师在, 冷言阵脉, 里面教我们, 舍石用根,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可是很难, 我们的石舍不掉。 石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这事实, 我们没有能力, 舍不掉。 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 性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它教给我们用眼的见性, 用见性见外面色是见色性, 就不是色尘了。 所以你要眼时见外面是色尘, 耳时听外面是深尘, 沉染污心性, 你要能够用见性见外面是色性, 用闻性闻外面是深性。 明心见性, 那真的叫一尘不染。 这个理我们懂得, 事实上我们今天做不到, 这才不得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仗着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 使我们无量节的烦恼习气能扶得住, 真正能够符合, 能言, 上的标准, 舍食用根。 所以我们要晓得, 决性, 无上菩提, 没有离开我们一分一寸, 没有离开我们一分一秒, 就看我们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佛实在是苦口婆心, 真正是大慈大悲, 这种恩德, 事出世间再也遇不到了。 这样的教会, 要警示我们能不能体会到, 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够依教奉行。 四, 佛法如家常饭, 自应饱餐, 当注重消化。 若能心心常觉, 不及不离, 则随时随地, 皆可得真实受用。 佛法如家常饭, 自应饱餐, 当注重消化, 这一句的比喻, 重点就在后面这四个字, 要注重消化, 我们佛门常讲要, 消归自信, 就是此的注重消化的意思。 如果不能, 消归自信, 佛法学了没有用处。 一定要消归自信, 你才得真正的养分, 才得真实的受用。 若能心心常觉, 不及不离, 则随时随地, 皆可得真实受用。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随时随地,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无论什么环境, 你都得真实利益。 什么叫真实利益? 你的清静心, 你的心里面常生智慧, 这就是真实利益。 你处世代人皆物样样都如法, 如法世界, 换句话说, 真实利益就是世界定会。 穿衣吃饭, 日常工作, 处世代人皆物, 无论什么环境, 顺境里面成就界定会, 逆境里面也成就界定会, 关键就在你能不能把佛法消化。 这个讲法实在讲很难讲, 讲都很难了, 你听懂了, 那相当不容易。 所以要不抓住经文, 你真的没有依靠。 佛法是什么? 无助身心, 无时无虚, 舍己为人, 离四乡, 离四见, 利益一切众生, 佛教导我们, 用什么样的态度? 不取于乡, 如如不动, 这两句还没有念到, 还在后面, 这些就是佛法。 就一般而说, 界定会是佛法, 觉正境是佛法, 这个意思无尽的深广, 单看表面看不出来。 六度是佛法, 十愿是佛法, 你要真正能够体会到, 真正把它应用在生活上, 你就得受用。 心心常觉, 心心是清醒, 不迷惑。 诸位要记住, 动一念为我就迷了。 所以一切众生常在迷惑之中, 他为自己, 为自己增长我见, 增长我乡, 这个事情是个麻烦。 学佛的人多, 成佛的人少, 原因就在此的, 他不能把自己舍掉。 舍从哪里舍起? 这是过去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先从我所舍起, 这有一个下手的地方。 我所是我所有的, 我们讲身外之物, 从这里舍起。 我所有的很多, 这很多当中从哪里舍起? 你最执着的, 最放不下的, 从这里舍起。 譬如有人说他才看得很重, 其他的都能舍, 才不能舍, 佛教你就从舍财下手。 要从你的嗜好, 你最喜欢的, 最执着的, 从这个地方下手。 这个能舍, 其他就容易了。 就跟治病一样, 最严重的病先治, 然后其他的小毛病就容易了, 有一个下手之处。 最放不下的就是最坚固的烦恼执着, 先从身外, 外面能舍弃掉, 然后这个身也不在乎了, 真的身心世界一切都舍。 舍了身, 这个身不是我的。 身不是我的, 好处多, 为什么? 他不生病, 他不衰老, 他也不死, 有我, 我病, 我老了, 我死了。 他有我, 他才有这个东西, 我没有了, 哪来的身, 老, 病, 死? 统统没有了。 舍好。 不舍就糟糕, 舍好。 佛叫我们舍, 舍了身, 身体在, 身确实还在, 还挺健康的, 要知道身不是我的, 身是佛法的, 身是一切众生的, 为一切众生工作, 这才叫做, 皆为利他, 不存利己,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利他了, 我做多少事情利益别人, 你是助法发心, 助法修行。 换句话说, 生老病死你还是不能超越。 必须在念头上转, 我, 没有了, 不起心动念则已, 其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范围多大? 尽虚空, 变法界。 不是为, 你是我的亲属, 你跟我有关系, 你是我的同乡, 这个观念没有。 尽虚空, 变法界, 那个我才没有了。 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你这个, 我, 破不掉, 你没有舍己, 舍己是舍我, 你没有舍掉。 所以你无论做多少好事, 依旧是助法发心, 无论怎么样修, 修六度万行, 助法修行, 所以你不会开悟, 当然更不可以正果, 也就是说, 你二账非常严重, 你账没有去掉。 五, 佛所说法, 说理辩设有事, 说性辩设有修。 此一大段, 皆说自觉甚至, 令学人依知其观照。 必须离相离念, 方能契入。 佛所说法, 说理辩设有事, 说性辩设有修, 这是你一定要懂得的, 你要不懂, 你就不会看经, 你在佛经里面就看不出味道。 佛所说法字字句句都是圆容, 都是圆满的, 所以讲世里面有理。 譬如我们平常大家常常读的经, 地藏经, 讲世, 弥陀经, 展开也都讲世, 是里面有很深的理在, 理要不透彻, 那个经怎么能叫人相信。 说理的经, 金刚经, 讲理, 理里面有事, 理要事没有事, 这些道理都落空了, 那就变成谈玄说妙, 无济于事。 理里面有事, 事里面有理, 你才能看出味道。 金刚经, 讲的是性, 性里面有修, 性修不二, 理事亦如。 这些道理事实明白了, 再回过头来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真正得到自在圆满。 此一大段, 皆说自觉甚至, 令学人医知其观照。 必须离乡离念, 方能契入。 末后这一句好, 这一大段的经文, 讲一切皆如, 无有义法不如, 末后皆归到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是如来与大菩萨果地上的境界, 所以说, 自觉甚至, 不是凡夫的境界。 说到这个地方, 是希望帮助我们, 依照这一段的经文起观照。 观照, 观, 是观念, 把我们错误的观念换过来, 用正观照见识出世间一切法, 那就是佛之佛见。 可是下面有个条件, 必须离乡离念, 离乡是离四乡, 离念是离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是念, 你才能够弃入。 如果四相, 四见破不了, 这一段话只是听听而已, 得不到受用。 不但得不到受用, 真正的义去也很难体会,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修行这两个字要认清楚, 行, 是生活行为, 生活行为范围无量无边, 佛法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身, 语, 义。 身体的一举一动, 深夜的行为, 言语, 口夜的行为, 起心动念, 我们今天讲的思想, 见解, 是义夜的行为。 用身, 语, 义, 就全部都包括了。 身, 语, 义错误的行为, 把它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修行两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 修正我们思想见解, 言语造作不正当的行为, 把它修正过来。 修正的标准, 是多层次的, 像我们平常讲的十法界, 那就是个不同的标准。 标准虽然很多,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绝对的标准就是, 金刚经, 上说的总原则, 总纲领, 无助身心, 无时无虚。 因此, 我们无论学哪一个宗派,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不能够违背总原则, 总纲领, 违背总原则, 总纲领的, 那就错了, 那就不是佛法。 由此可知, 金刚经, 的重要, 在一切经理念非常非常重要。 金刚经, 在修行上的纲领原则, 就是要离四相, 离四见, 这是讲修德上的原理原则, 不离四相, 不离四见, 你就不得其门而入。 这一不经是大成经, 是大成原教出驻菩萨的境界。 大成原出驻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超越十法界, 佛在经上讲, 若菩萨有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即非菩萨, 那个菩萨不是原出驻以上的菩萨。 他是不是菩萨? 他也可以说是菩萨, 他是全教菩萨, 全小菩萨, 他不是法身大士。 法身大士一定是破四相, 破四见, 金刚经, 的标准在此地。 如果说是金刚经, 所讲的道理, 所讲的原理原则, 要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这两不经是一部, 一个讲信, 一个讲修。 华言, 在世修上讲的详细, 你懂, 通达, 金刚经, 了, 再看, 华言, 去未无穷。 你不懂, 金刚般若, 华言, 就难读, 特别是前面十一卷半的经文, 你怎么读得下去? 那讲就更没法子。 你懂金刚般若, 字字句句其未无穷。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七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灵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七。 请先开经本一百七十九念。 一二五, 约报申明如, 须菩提, 譬如人申长大。 须菩提言, 世尊, 如来说人申长大, 则为非大申, 是明大申。 一, 申如须弥, 故曰, 长大。 至佛之报申也。 如来说, 证明报申与法申已如也。 这个地方是说佛的报申。 通常我们在赞佛记里面, 赞叹佛的报申, 所谓, 白豪婉转五须迷, 干木成青四大海, 这是比喻, 比喻佛申的高大。 实实在在, 要以我们凡夫的知见来看, 的确是不可思议。 世家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 所现的事列印身, 就是藏六经身, 三十二项, 八十重好。 我们从大臣经里面读到, 诸佛如来的报申, 报申是智慧成就的, 智慧圆满, 报申就现前了。 报申的香不止三十二香, 经上告诉我们, 申有无量香, 相有无量好。 所以这个地方, 长大, 是用须弥山来做比喻。 身如须弥, 故曰长大, 这是指佛的报申。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经文用的是, 如来说, 证明报申与法申一如也, 这事就报申明如。 诸位从这个地方, 要很细心去体会。 报申如, 应化申如不如。 也如, 无有义法不如。 二, 上来曰明号, 曰果德, 曰诸法, 以明如, 皆是法说。 此曰报申明如, 则是欲说。 孔文法说不了然, 因欲而得了然也。 上来, 是指前面一大科的经文。 曰明号, 曰果德, 曰诸法, 以明如, 都是解释,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一句话实在是说得非常地圆满, 皆是法说。 此曰报申明如, 则是欲说, 前面都是法说, 这个地方是从比喻上来讲。 孔文法说不了然, 因欲而得了然也, 了然就是清楚, 明白。 由此可知, 是遵说法的慈悲善巧。 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能够体会, 学习。 三, 法身有二义。 一, 法身即是清净自性, 名为自性法身。 此即佛与众身所同聚, 所谓同体之性。 曰众身言, 又名在藏真如, 亦名在禅法身。 二, 一切诸佛, 常劫勤修, 福慧庄严, 自性圆满显现。 此名出障法身, 亦名出障真如。 又名报得法身。 法身有二义。 一, 法身即是清净自性, 名为自性法身。 此即佛与众身所同聚, 所谓同体之性。 曰众身言, 又名在藏真如, 亦名在禅法身。 为什么讲一切法皆是佛法? 为什么说, 如来者, 诸法如矣? 如果我们明了, 佛在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身皆有佛性, 佛性就是自性。 有情众身称之为佛性, 无情的众身, 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 植物, 矿物, 把宇宙间一切的现象统统都包括了。 动物有情, 有情时, 所以叫它做佛性, 植物与矿物就叫它做法性。 但是诸位要晓得,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原是圆满, 圆满的一切种制。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才真正明了什么叫做, 同体大悲, 什么叫做, 无源大词。 今天这个社会上, 有个人对我们很好, 我们就怀疑了, 它是什么居心, 它为什么这样对我好, 有什么企图。 佛菩萨对一切众生, 就是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好? 同体大悲, 无源大词。 诸佛菩萨处世代人皆悟用真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我们学佛的, 做佛的学生, 做佛的弟子, 学佛什么? 首先要学佛的存心, 要学佛的用心, 我们心跟佛不一样, 那叫学什么佛? 佛对人真诚, 我们要对人真诚, 佛对人平等, 我们对人要平等, 佛对人慈悲, 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慈悲。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从这个地方做起, 这才叫学佛。 众生跟佛的自信是无二无别, 那为什么他叫众生, 他不叫佛? 他虽然有清净自信, 但是他有障碍。 因此他的清净自信不能显露, 这叫, 在障真如, 他有障。 他有所知障, 烦恼障, 我们通常讲二障, 或者说他有三障, 或障, 业障, 暴障。 一名在禅法身, 他有清净法身, 一切众生各个具足。 佛与大菩萨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他的自信, 他的法身, 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不过现在有一点障碍, 他自己没有发现, 没有发觉。 那怎么不平等? 第二个意思, 一切诸佛, 常劫勤修, 福慧庄严, 自信圆满显现。 此名出障法身, 亦名出障真如, 又名报德法身。 前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信聚, 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来的。 虽然是信德, 如果没有修德, 你的障碍去不了, 所以一定要有修德。 诸佛如来, 长劫勤修, 我们要注意这一句。 修行要有耐心, 要有长远心, 不是几天, 几个月, 几年就能成就的, 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发长远心, 要勤苦的修学。 修就是把我们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说法, 做法修正过来。 无量劫来的习气, 毛病无量无边, 所以说, 烦恼无量是怨断, 真的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起来, 不外乎佛在本经上所讲的, 四相四见, 不出这个范围, 我们抓住这个纲领, 要会应用。 烦恼像个网一样, 这是纲, 你把纲抓住了, 要认真去断。 断烦恼也得要会, 所以修行要会修。 宗门里面常说, 从根本修, 那就是会修的。 烦恼的总纲抓住了, 修学的总纲也要把它抓住。 佛在这个地方, 教给我们破四相, 破四见, 这是把修行的总纲领抓住。 用什么方法破? 金刚经, 教导我们那个方法, 实在是巧妙极了。 先叫我们发心, 真的跟四红誓愿没有两样。 佛一开端就说, 这个话是须菩提尊者说出来的, 也跟佛说的没有两样。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先要讲发心, 真正觉悟了, 那个心就是菩提心。 什么叫真正觉悟? 不想再搞生死轮回, 不想再为烦恼束缚,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心是觉悟了, 醒过来了, 可是我们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 怎样把他断掉?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这是我们修行总纲领, 总原则。 我们妄念不息, 烦恼习气不断, 如何把他降伏? 我们的心到底要安住在哪里? 佛的答复很好, 佛自己做了个榜样。 他老人家的意思说的是, 像我这样就行了。 这个话虚菩提尊者懂, 我们不懂。 虚菩提尊者一天到晚跟佛在一起, 他怎么不懂? 我们去佛远了, 去佛三千年, 佛的生活行持我们不知道, 经本里面所记载, 我们看到半信半疑,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不能不详细的讲解。 把这些理事都讲清楚, 都讲明白了, 我们细细想想, 细细思维, 有道理。 我们才肯接受, 才欢喜依教奉行, 承认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甘心情愿做佛的弟子, 向佛学习。 佛的生活行持, 就是无助身心。 佛怕我们对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清楚, 所以特别详细说明, 无助。 无助说的什么? 不助色、 身、 香、 味、 处、 法, 叫我们不要住外面六成境界, 不要执着,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而行不失, 不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范围, 不失就是放下, 舍。 穿衣, 穿衣怎么舍? 衣不是照样穿吗? 舍是俗人要考究, 要什么样的料子, 要什么样的款式, 那你就试着像。 佛也穿衣, 穿衣他怎么无助? 佛绝对没有想到, 我要选一个什么料子, 没有。 他心清静, 人家供养什么就穿什么, 这个多自在, 毫无分别。 脱波吃饭也没有分别, 随众生供养, 饭菜好也一样, 也没有欢喜心, 今天脱波脱的饭菜不很好, 也没有烦恼, 这就叫舍, 这就叫不失。 所以不失的范围很广大, 不是说我们拿了钱, 到寺院里面舍财, 帮助别人叫不失, 那你把不失的意思看得太小太小了。 不失是舍, 衣食住行, 把我们的分别, 执着, 妄想统统舍掉, 这叫, 而行不失。 妄想, 分别, 执着都舍掉了, 剩下来什么? 一片清静心。 清静自信就现钱了, 就在穿衣吃饭, 处世待人接物之间, 他就现钱了。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自信都现钱了。 我们的自信为什么不现钱? 在生活上, 任何一个环节, 点点滴滴都执着, 都用的是分别, 妄想, 执着。 和自己的意思, 生欢喜心, 欢喜也是烦恼, 动了心, 不如意的生甜会心, 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生极度心, 这就叫账。 把清静自信统统给仗住了。 仗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从自己无量节来烦恼习气里面生出来的, 缠裹了法身。 我们有法身, 法身不能现钱, 障碍了自信, 清静自信不能现钱。 一定要懂得长节修行, 怎么各修法, 佛在这个经上都告诉我们了。 换句话说, 告诉我们怎么做人, 告诉我们怎么过日子, 怎样去工作, 怎样去应付这些人事, 金刚经, 是给我们讲这个东西的。 有一些不明了佛法的人, 说我们学佛的人是迷信, 说我们学佛的人消极, 说我们学佛的人忽略现实。 你们诸位听听, 金刚经, 佛所讲的话, 哪一句话迷信? 哪一句话消极? 哪一句话忽略现实? 实在说, 说迷信, 说忽略现实是它, 不是我们。 你真正明了体会到了, 佛法是最讲究现实的, 没有比佛法更讲现实的, 学了马上就用, 马上就的好处。 依照佛所讲的道理, 原理, 原则去做, 就是, 福慧庄严, 福慧双修。 我们还用经上的话来说, 无助, 是慧, 身心, 是修福, 所以这一句里面是福慧双修。 真正依照这个方法去修, 就是福慧庄严。 我们天天念回相记, 庄严佛净土, 拿什么庄严。 拿我们的修持, 无助身心庄严净土。 这个样子, 自信圆满显现了。 当我们真正用功时, 一分功夫得力, 自信就显现一分, 两分功夫得力就现两分。 所以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时间很长。 三大阿僧止节, 那是从原初住讲的, 原初住以前不算, 要连前面都算, 那是, 华严经, 上讲的无量节, 长节勤修。 这么长的时间, 难道他不厌倦吗? 他不疲倦吗? 普贤菩萨在, 行愿品, 里面告诉我们, 无有疲厌。 你要问为什么会无有疲厌? 因为他法系充满, 天天觉悟, 月月觉悟, 他怎么不欢喜? 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 天天觉悟, 念念觉悟, 那个自信愈来愈圆满, 这个才真乐。 除此之外, 这个世间名文立养, 五欲六成, 那里面没有乐只有苦, 佛给我们讲的三苦, 八苦。 细细去观察, 却确实实三界统苦, 唯有觉悟才乐。 出禅, 不是一下就出去, 分分出。 所以无名烦恼分分断, 清静自信分分阵, 因此长节没有皮眼。 有很多人对我很同情, 常说, 法师, 你天天讲经, 你很辛苦, 其实他不知道, 不讲经真辛苦, 日子好难过。 讲经一点都不辛苦, 不要说两个终点, 我现在的能力, 一天讲八, 九个终点都不辛苦, 越讲越快乐。 乐在哪里? 觉悟。 我们俗话讲, 叫学相长。 讲经的法师大概都有经验, 没有讲之前要做充分的预备, 上了讲台, 所预备的东西统统用不上了。 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这些思路, 自自然然讲出来了, 悟处。 所讲的不是你自己准备的, 这个有多快乐。 答问也是如此, 了。 有很多问题, 我们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一问, 我自然就答出来了。 答了, 最后想想, 答得很好, 很不错, 究竟从哪里答出来? 不知道。 这里面有乐趣。 由此可知, 日常生活当中, 你生活里面有乐趣, 工作里面有乐趣, 处世待人里面有乐趣, 你就不疲不厌, 你与佛法就相应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念念利益一切众生。 什么利益? 帮助一切众生开悟, 帮他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是他的事情, 我们最要紧的是帮助众生破弥开悟。 四, 曰信严, 法身飞响。 部落长短大小数量, 故曰, 则飞大身。 曰相言, 则明报身, 故曰, 世明大身。 足见报身与法身, 不依不易矣。 曰信严, 法身飞响。 部落长短大小数量, 故曰, 则飞大身。 这是从体性上说的, 说, 则飞, 从信上讲的。 从相上说, 那叫报身。 故曰世明大身。 金刚经, 这样的句子很多, 这样的说法, 里面的用意很深, 它是把信, 像, 理, 是, 统统说到了。 更与我们显示一个很深的意义, 就是诸法一如。 法身跟报身一如, 法身跟印身一如, 法身跟化身一如, 世明, 就含着这个意思。 五, 离一切账, 尽得满足, 曰自受用报身。 为修因正果, 自度以尽。 即出账报得法身。 离一切账, 尽得满足, 曰自受用报身, 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 离一切账, 你不离账不行, 虽有信得没有修得, 信得透不出来, 不起作用, 一定要修。 修什么? 离账而已。 账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所有一切业账的根源。 不仅仅是宗门讲要从根本修, 教下也不例外, 念佛也不例外, 离一切分别, 执着。 妄想, 分别, 执着起来, 自己马上要觉悟, 老毛病又犯了。 古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持。 念念要觉。 不觉就迷了, 老毛病又犯了, 念念要觉。 觉了以后怎么办? 念佛最好。 念佛的好处, 前面讲的太多了, 念佛就做佛, 一切法从心想身, 想佛, 佛境界现前, 这是最究竟, 最圆满的果报, 念菩萨, 菩萨法界现前。 使法界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决定不能念贪甜吃, 念贪甜吃所现的境界是三恶道。 不可以念亲情, 怕出学佛的人听到这个, 学佛的人都无情。 这个佛还能学。 他不知道亲情重的人, 离不开欲界, 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亲情我们要不要关照? 要。 在世相上要尽心尽力去照顾, 心里面不能有, 要用亲尽心。 换句话说, 你要是懂得佛法, 你才佩服佛的高明。 我们要用真心对待亲人, 真心是亲近心, 不能用妄心对待亲人。 妄心是什么? 妄心是分别心, 是染污心, 情直。 情是谜, 理是智。 真心里面没有迷惑, 佛以真心对人, 对一切众生亲近心, 平等心, 真诚心。 我们用这个心对诸佛菩萨, 用这个心对家亲眷属, 用这个心对一切众生, 这就对了, 这就不迷了。 你才能出离六道轮回, 你才能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 才能够离障, 才能够尽得满足。 这是自受用的报身。 我们要问, 佛有自受用报身, 我们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 你只要依照佛的原理原则去做, 你就得到了。 报身是智慧身。 我们没有学佛之前, 没有智慧。 是智变聪不是智慧, 为什么? 佛法所说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梵文的音译, 它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 小陈阿罗汉, 我们世间人有没有觉悟? 不能说没有。 现在这个世间, 科学家、哲学家、 宗教家都很有智慧, 不能说他不觉, 但是佛法那个标准是正, 他虽然觉, 他不正。 正的标准是什么? 晴师断了就正。 他还有晴师, 所以虽觉而不正, 这叫, 是智变聪。 阿罗汉, 辟知佛他们见私烦恼断了, 所以他的觉才称之为正觉。 菩萨, 这个菩萨是讲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叫, 正等正觉。 法乡宗里面所说的, 他跟诸佛如来同身性, 我们凡夫跟诸佛如来是一身性, 我们用的心不一样。 破一品无名用真心, 诸佛菩萨用真心, 他也用真心, 他真心是真心一边的同身。 没有破无名, 没有见本性, 用的是十心, 八十五十一心所, 所以是一身性, 不是同身性。 由此可知, 原初诸菩萨, 在相宗教转十成至, 转八十成四至, 那就是同身性, 用真心。 由此可知, 佛的标准正确, 合理, 合情合理。 我们要在这里下功夫, 要懂得离杖的重要性, 非离不可。 我们前面所念到的, 信心不腻, 信心不腻的意思是非这么做不可, 不这样做就不行。 真肯这样做, 你就得自受用报身, 自受用报身简单讲, 你所过的日子充满了智慧。 凡夫过日子充满了烦恼, 苦不堪言。 你能够学会, 金刚经, 这个原理原则, 你的生活, 你的日子, 充满了智慧, 那怎么不快乐? 你就得自受用, 现前这个身就变成报身, 智慧身。 为修因正果, 自度以尽。 即出账报得法身。 慧能大师在, 谈经, 里面说得好, 一体三身, 他这一句话跟, 金刚经, 这一段的意思完全符合。 诸法一如, 如果三身不是一体, 那就不如, 那怎么能叫一如? 三身一体才是一如。 修因正果, 整个佛法, 华言, 法华, 这是大家晓得的, 亦成了亦的戴经, 都离不开因果。 因果是佛法的根本, 通常我们讲解, 修善因得善果, 这一句话讲的是原则, 细说无量无边。 六道世间善法, 四胜出世间善法, 不是究竟圆满的, 究竟圆满要超越十法界, 那个因果才圆满, 这样才能够正得出仗的暴身, 如天台大师所说的, 六集。 我们今天没有破无名, 没有见自信, 我们要是认真修行, 如理如法, 可以体会到相似的暴身, 破一品无名, 是纷正的暴身,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应当从明子位, 现在听讲经是明子位, 真正用功是观形位。 用功有所契入, 就入了相似位, 这是我们一般人用功, 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得受用, 不要说在相似位, 观形位就得受用。 六,便一切尽, 光明普照, 曰他受用暴身。 法身献暴身之乡, 原为利他。 可见自暴, 他暴, 亦是不依不依。 便一切尽, 光明普照, 曰他受用暴身, 自受用暴身里面, 讲求的离一切账, 就是无助的意思。 他受用暴身里面讲, 便一切尽, 光明普照, 诸位想想看, 这就是身心的意思, 就是, 而行不失。 佛菩萨他的存心, 他的用心, 他一举一动, 他的生活行为, 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 生活是生活的好榜样, 工作是工作的好榜样, 待人接物是待人接物最好的榜样, 这就是不失。 你要晓得, 不失这个意思多深多广。 我们佛弟子, 我们的一切要跟我们附近的这一切大众, 要做他们的榜样, 你这才叫学佛, 这才叫佛弟子。 我们一举一动不能不谨慎, 不能给人做一个坏样子, 要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 这事而行不失, 这就是, 便一切尽, 光明普照。 光照就是表现一个好模样, 这就是他受用的报身。 我这个身, 我的一切严行造作, 是他受用, 他可以学我这个榜样。 我们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用意在哪里? 不能不知道。 我们如果连这个意思都不明白, 别人说我们迷信, 我们没有话讲, 没有话反驳。 为什么造的佛像, 这个香一定要塑造出三十二像, 八十种好。 诸位要晓得, 香好是果报。 果从哪里来的? 从修音来的。 看到果我就要懂得修音, 我就要向佛菩萨学习。 佛不再是, 行香是我们的好榜样, 让我们见到佛菩萨的行香, 就想到他是怎样存心, 他是怎样用心, 怎样待人接物, 怎样生活。 具体表演, 华严经, 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法身大事, 五十三尊佛事现在世间, 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无非给社会各种行业做一个好榜样。 人人都能这样学习, 这就是佛化世间。 化慧土为净土, 化缩婆为极乐, 这就是此的讲的, 光明普照。 所以要懂得它受用报身的意义。 我们能不能做? 现在就要做, 不但是讲能做, 一定要做。 法身献报身之香, 原为利他, 不是为自己享受的, 自己的享受是心清净。 诸位要懂得, 清净是最高的享受。 什么叫清净? 心里面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没有杂念,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说多快乐。 不是说我要有多大的名气, 多大的权力, 多少的财富, 不是这个, 那个东西是烦恼, 不是享受。 真正的享受, 自受用报身, 是离一切账, 清净, 净得满足, 那叫真正的享受。 唯有佛法, 能带给我们人生最高的享受。 表现的一切是他受用, 他受用报身。 所以要晓得, 我们现在现这个身是夜报身, 我们都是夜报来的, 但是可以转, 把我们夜报身转成为法报身, 不是不能转。 如果不能转, 我们佛学的有什么意思? 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转迷或颠倒为大智大觉, 我们这么转法。 什么叫迷? 起心动念为自己就是迷。 什么叫觉? 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是觉, 你就从这里转。 如何转迷成觉? 转自私这个念头念一切众生, 只想一切众生的好处, 一切众生的利益, 不要再想自己, 把自己给忘掉。 这是转的方法, 转的起点, 从这里转。 今天这个世间, 科技文明相当的发达, 人民的负数都超过前一代。 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从前人苦, 不如前一代。 原因在哪里? 迷, 迷得太深, 换句话说, 虽然富有, 他不快乐, 富而不乐, 这个很可怜。 为什么不乐? 因为他不绝。 乐从哪里来? 乐从物来的, 苦从哪里来? 苦从迷来的。 破迷就离苦, 开悟就得乐。 由此可知, 今天举世众生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佛法, 唯有佛法能够帮助他破迷开悟。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 现前要做的哪一样工作最重要? 弘扬佛法最重要。 哪一种方法, 叫众生的真实的利益? 弘扬佛法令一切众生的真实的利益。 我们要拼命去做, 要认真努力去做。 你们听了, 想想是应该做, 我能力不够, 我文化水平太低, 这些话都是似是而非, 不是真实。 佛法, 我们凡夫有什么能力宣扬? 一定要靠三宝加持。 如何的三宝加持? 真诚学习。 我真心为佛法, 真心为众生, 你就得三宝加持。 与你这个世间文化水平毫无关系, 不相干。 发心要紧。 你只要肯发心, 你就生智慧, 你有智慧, 你就能克服重重的难关, 你就能够把佛法顺利地推行, 发扬光大, 利益一切众生。 可见自报, 他报, 意识不依不依, 自受用, 他受用报身, 界限在哪里? 没有界限, 显示出一如的意思。 不仅我们在佛的三身上看到一如, 从自身上看到, 从自身, 从一切众生, 自己与一切众生这个地方看出一如, 这才能开智慧。 七, 一切法, 本是真如自性, 随缘所现。 若不着诸法之相, 则见诸法时, 便见诸法之性。 譬如报身, 亦及出障法身显现之相也。 不着报身之相, 便见法身之性, 两不相爱。 一切法, 本是真如自性, 随缘所现。 若不着诸法之相, 则见诸法时, 便见诸法之性。 为什么? 性是体, 法是相, 性相从来不离。 古人有个比喻比的好, 所谓, 已经做弃, 弃弃皆经, 只要不着相, 哪一个弃不适经? 都是真经。 这相就见不到性, 不着相就都见得适性。 这相, 不平等, 实法界不平等, 离相, 实法界是平等的, 原来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不是实法界外头有个一真法界, 那你就又搞错了, 哪里叫异如? 实法界跟一真法界是在一起的, 是一不是二, 这个诸位要懂。 离一切相, 实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这一切相, 一真法界就变成实法界。 可见得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的差别在一念之间, 一念觉, 一念谜。 觉, 没有分别, 没有直, 谜, 有分别, 有执着。 修行修什么? 在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把分别, 执着的念头舍掉, 这叫真用功, 真修行。 离开妄想, 执着, 一切皆是, 这一段经上讲, 一切法皆是佛法, 用宗门的话来说, 一切法皆是自信。 一切法的体就是真如自信, 一切法是真如自信随缘所现的相, 随什么缘。 念头, 这世世尊常在戴经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时是什么? 分别, 妄想, 执着。 心能现, 时能变, 因此才给我们说破, 一切法从心降生。 念佛成佛的道理, 就是根据这句话说的。 一切法从心降生, 我心里想佛就献佛境界, 想菩萨就献菩萨境界, 想什么就献什么境界, 随缘所现。 要紧的是, 不着诸法之香, 你就清静自在, 快乐美满, 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依着香, 那烦恼就来了, 执着越重, 你的生活就越苦, 苦乐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回事情, 它不是真的。 譬如报身, 一级出账法身显现之香也。 不着报身之香, 便见法身之性, 两不相爱。 法身是什么? 法身就是自性, 法身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在我们佛法里面不叫做本体, 我们佛法里叫做法身, 法是一切诸法, 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是从他身的。 他是能身, 诸法是所身, 能身的这是本体。 这个本体是什么? 佛法名词叫, 真如, 叫, 自性, 叫, 真心。 名词用的很多, 经典里面随便翻翻, 几十个名词术语, 说的是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 为什么佛说这么多的名词? 佛教学用意很深, 教你不要执着名字像。 他说一个, 怕你执着名字像, 说很多名字, 都这一桩事情, 这名字是假名。 不要执着名字像, 你才能见到真如, 才能见到本性。 由此也能够体会到佛教学的善巧。 八, 报身虽相好光明, 而不爱自性清净。 且因自性清净, 所以相好光明。 推知一切法, 相虽不依, 性则不义。 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 报身虽相好光明, 而不爱自性清净, 正如经上所说的,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两句话意义也是声广无际, 我们要会听。 是不是面貌很好? 面貌当然好。 是不是身体很好? 身体当然好。 身体, 面貌为什么会好? 事法里面看向算命都知道, 相随心转。 你心好, 相貌就好, 你心好, 你身体就好。 我们身形相貌是从哪里变? 心变得, 为时所变。 你心清净, 身当然清净。 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 人心清净, 这一部机器运作正常, 正常就好, 就健康。 一身烦恼, 机器里面就有阻塞, 就发生故障。 你要晓得, 人身体这些故障从哪里来的? 从烦恼来的, 从贪甜吃来的, 从忧虑来的, 这个不是好东西。 中国世俗也讲得很好, 优能使人老, 老就是不正常, 老化了。 为什么老? 忧虑。 由此可知, 一个人要是把忧虑舍掉了, 天天快乐, 没有忧虑, 他就不容易衰老。 为什么? 他这个机器运作正常, 没有故障。 什么事情值得你忧虑? 忧虑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那个忧虑叫白忧虑, 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 叫我们舍, 舍得干干净净, 我们自信里面智慧得能渐渐都透出来了, 那是真的, 本有的。 我们再把这个意思, 落实到我们现前生活上, 我们用真诚, 清静, 慈悲心, 处世待人皆悟, 这就是我们的像, 我们的好, 我们的光明, 变照大地, 变照一切众生。 现在我们地球上的人都晓得, 这个地球已经遭到严重的污染, 科学家提出了警告, 那个警告是真的, 不是假的, 报纸上都登过的。 如果地球上环境污染, 要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50年之后, 这个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 最严重的是水污染, 将来水不能喝, 空气污染, 不能呼吸了。 50年很快, 不长。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 大家是不是认真努力去改善环境污染? 有没有效果? 看不出成效? 原因何在? 我们晓得, 但是我们说出来, 人家不相信, 不学佛之过, 不知道依报随着正报转。 懂得佛法, 改善环境的污染, 从哪里改? 从我们心上改。 人人都修清静心, 环境自然就转过来了。 但是这个话科学家不相信, 他不会接受, 唯独佛法讲的透彻。 那怎么办? 地球上50年不能居住了, 我们移民, 我们移到极乐世界去, 那个地方清静, 只有这个办法。 这个地方人不听话, 不听劝告, 我们只好移民。 这个要晓得, 佛讲的话真实, 一点都不假。 相随心转, 静随心转, 环境也是随心所转的, 所以要懂得我们的相好光明, 会影响别人, 会影响世间。 且因自信清静, 所以相好光明, 所以大家要真正得福报, 福报决定不是财富有多少, 你要这么想法, 你就错了。 福报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没有缺乏, 这个福报就很圆满。 我每天吃得很饱, 穿得很暖, 有房子住, 可以遮蔽风雨, 那就是福报。 不缺乏。 采用不缺乏, 聪明智慧, 身体健康长寿, 是真正的福报。 这种福报从哪里来? 从自信清静心里面的来的, 所以表现在外面自自然然是相好光明。 推知一切法, 相虽不依, 性则不义。 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 这个地方说佛法就是讲的自信, 一切法皆是自信, 一切法皆是真如。 九, 得此报身之果, 由约非身, 是明, 是佛不住此身相也。 故菩萨修因时, 应摩所住, 而身六度之心。 得此报身之果, 由约非身, 是明, 是佛不住此身相也。 这是把经上用的, 即非, 是明, 的生意, 为我们表示出来。 佛的这样的果报, 并没有执着, 我得这样的果, 没有这个执着。 如果他有一念执着, 那他是凡夫。 为什么? 四相聚足, 四贱聚足。 在过去我们以为法身大事不执着了, 全小菩萨应该还有执着, 读了, 金刚经, 这才恍然大悟, 小城出国虚陀环, 正的虚陀环, 也没有感觉的我正的虚陀环, 没有这个念头, 心里面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于是我们才真正懂得, 为什么他们才叫做, 正觉, 为什么世间人叫, 世智便聪, 虽觉不正。 原来人加入这个境界心清净, 若无其事。 佛成了佛, 报身缘满现前, 也若无其事, 也没有执着。 佛不住身相, 住是执着, 不执着。 故菩萨修因时, 应摩所住, 而身六度之心, 这事, 金刚经, 上, 佛苦口婆心一再劝勉我们, 不止三次, 四次, 太多次了, 一再重负提醒我们。 六度, 就是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不失, 就是你能放得下, 你能舍。 世间人样样都想得到, 我能舍。 每个人都想得, 这个世间就离不开纷争, 离不开斗争。 如何能叫大家都不争, 舍。 所以佛菩萨做各榜样, 统统舍, 用这个来感化人心, 大家都舍了, 这个世间就不争了, 没有斗争就和平, 和睦相处了。 佛教给我们持戒, 持戒是守法, 这些意思都要懂的。 不要想到持戒就是五戒, 十戒这些戒律, 那你想的范围太窄小了。 持戒, 真正的意思就是守法, 守规矩。 人人都守法, 人人守规矩, 人人都守力, 你说这个世界多美好。 菩萨要做样子给众生看, 不单单是言教, 要伸教。 你自己做不到, 劝人家做, 人家怎么肯相信。 自己先要做到, 真正肯舍, 真正守法。 忍辱, 是忍耐, 无论大小事情, 无论对人对事, 要有耐心。 精进, 是求进步。 所谓不进则退, 时代永远向前进, 我们要进步。 进步从哪里学? 要改进, 改正错误, 我们就往前推进了。 禅定, 就是胸有主宰, 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这个人有定功, 外面才色明十岁, 五欲六成, 你能在这些境界里面不动心, 这叫禅定。 般若, 是智慧, 是间, 出世间一切法,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般若。 佛教菩萨修行六条纲领, 佛教的名词叫六度。 我们要遵循这六条纲领过日子, 遵循这六条纲领去办事, 去工作, 遵循这六条纲领处事待人皆悟, 这就是光明辩照。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没有一个字, 没有一句是空话。 字字句句都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然后你才体会到, 佛法给我们的真实受用。 世间所有一切学术, 都没有佛法这样的实在, 没有一个字是空话, 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 读了几十年, 所学的东西到社会上实在讲, 所学非所用, 用不上。 纵然能用得上, 几分之机而已, 不像佛法, 佛法你能够用上百分之百, 甚至于你会用的还不止, 会用是百分到千。 原理把它扩大应用, 那不可思议, 不止百分之百, 就看你是不是真懂, 你是不是真的会用。 所以, 无助身心, 是无量法门的总纲领, 总原则。 一二六, 明因正遣法直约度身遣标遣。 须菩提, 菩萨亦如是。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身, 则不明菩萨。 科提示, 明因。 如来在果的, 菩萨在因底。 我们现在修学, 我们是初发心的菩萨, 诸位不可以自暴自弃, 要直下承当, 要信心不逆, 这是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期望。 一, 如是, 指上法法皆如一大段。 为佛为菩萨准神。 初心菩萨, 意应如是体会法法皆如之意, 而于法无助也。 如是, 指上法法皆如一大段, 菩萨亦如是。 菩萨学佛, 一切跟佛学, 佛是我们的好样子。 为佛为菩萨准神, 准, 是标准, 神, 是神末。 从前木匠要锯木头, 他有一个末斗拉一条绳子, 那一边钉子钉上, 把绳拉直, 但一条线, 然后锯字照这个锯, 换句话说, 神也是标准的意思。 准神, 是标准的意思。 佛是菩萨的标准, 佛是菩萨的样板, 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样板。 你能把这个意思体会到, 你是真正学佛, 你要不懂这个意思, 不能够做一切众生的表率, 不能做一切众生的榜样, 你没有学佛。 没有学佛搞的什么? 搞的是佛学。 学佛, 佛学, 颠倒了, 你搞佛学, 你不是学佛, 所以现在人讲佛学, 我们知道它颠倒了。 所以麻烦大了, 你们念的佛学院, 佛学院颠倒了, 你们搞佛学, 你们没学佛。 证明, 名字应该是, 学佛院。 你们是学佛的, 学佛的是菩萨, 佛学院是凡夫, 里面是六道凡夫, 一个菩萨也没有。 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回去佛学院劝劝他, 招牌改一改教学佛院。 名不正则言不顺, 孔老夫子对于正名非常重视, 名正言顺。 我那个时候一出家, 我就向台湾佛教会, 我写了一个报告, 请他改名称, 他们认真开会, 但是会了以后, 他又没有改。 我叫他改什么? 改, 佛陀教育。 因为现在大家把佛教误会了, 都以为佛教是宗教, 所以我那个时候提倡要做正名的工作, 佛陀教育, 大家看到, 这个名词很新鲜, 新的, 不至于误会。 我们接受的是佛陀教育, 佛教本来就是佛陀教育。 寺院, 安堂本来就是佛陀教育的机构, 推行佛陀教育的。 但是现在很不幸, 寺院安堂跟庙混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这个糟糕。 庙里面是奉似鬼神的, 把佛菩萨也当鬼神看待, 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 下连居老居士提倡, 学会,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一看到马上就采取。 我们这个静宗, 我现在不叫联社, 不叫什么寺, 我用静宗学会, 开班研究的是静宗学院, 用现代的名词, 大家一看就懂意思。 希望其他的宗派, 都能够把名字改一改, 认真考虑考虑, 符合这个时代。 不改就不能进步, 要改革。 佛法给我们讲精进, 进步, 永远领导这个世间, 教化众生, 结果社会众生走在前面, 佛法落后了, 你怎么教化它? 你怎么能领导它? 不进步决定不可以。 佛法在原理原则永远不变, 方式, 手段是常常在革新, 时时在变的。 我没有到外国去之前, 有些法师出国, 有些我们比较谈得来的, 我就劝他到国外, 不要建中国寺庙形式的道场, 要建外国的形式, 因为你度外国人。 中国这个样子的道场, 拿到外国去, 人家一看, 这外来的文化, 他不容易进来。 所以见他们本土的那个式样, 他就很欢喜进来。 佛菩萨的形象面孔要素外国人, 这是我常常提倡的, 让他一看, 这尊佛是我们美国人, 那个菩萨是美国人, 他自然就进来了, 他一看是中国人的面孔, 他不败中国人, 他心理上就有个排斥, 不能接受。 你们细细去观察, 中国的佛像像中国人, 日本的佛像像日本人, 西藏的佛像一看是西藏人, 泰国的佛像是泰国人。 你就晓得, 佛菩萨没有定乡, 没有一定的乡, 随类化身。 所以我们中国人把佛教传到美国去, 佛像还是中国人, 这是决定形不通的, 这是错误。 他们外教也不懂这个道理, 基督教, 我从前也遇到几位牧师非常感慨地给我说, 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百年了, 中国有十亿人口, 基督教徒才多少? 不到一百万。 一百年, 十亿人口的地方还不到一百万, 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失败。 他失败的原因没找到, 为什么? 教堂见的是外国的样子, 我们中国人一看是养鬼子, 当然就不进去了。 如果他的教堂建成我们寺庙一样宫殿式的, 那人就不知道进去多少。 这个要懂得。 佛法有智慧, 佛法懂得。 两千年前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弘法, 完全就中国本土化, 现代化。 着重这两句, 你要不懂得本土化, 现代化, 你弘法工作就行不通。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能符合现代化。 我第一次在北京建造普老, 我就向普老谈过这个问题, 中国也要建立现代化的道场。 现代化道场, 这个理想的道场是什么样子? 学校。 像美国的大学城, 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市。 现代交通便捷, 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只要建十个道场就够了, 十个大道场, 要建现代化的道场, 鸿法立身。 古道场保留下来那是历史, 那有价值, 作为观光旅游, 中国观光旅游的资源世界第一,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好, 完全作为观光旅游。 真正宏法立身, 修学, 做这个工作, 是要另外来建道场, 建大学城。 这是我们要做社会的榜样, 不但做给中国人, 做给全世界的人看, 你才能够普度众生。 初心菩萨, 意应如是体会法法皆如之意, 而与法无助也, 真正明了法法皆如, 你自然就放得下。 我们今天对于明文立养, 为什么放不下? 不知道法法皆如, 所以你才有情职。 真正把道理, 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智慧就升起来, 自然就不会再执着了。 二,如, 诸法亦如, 是, 一切皆是。 何而观之, 便是无时无须。 一切诸法, 无时也。 皆是亦如, 无须也。 须时巨无, 则应如是者, 必果如是矣。 如, 诸法亦如, 是, 一切皆是。 佛的经典义开头, 如是我闻。 换句话说, 佛要教给大家的, 要教给一切众生的是什么? 如是而已。 千经万论, 不但是加穆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就, 如是, 两个字, 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诸佛, 为法界众生所说的一切佛法, 也是这两个字, 两个字就包括尽了。 这一段很有味道。 何而观之, 便是无时无虚。 如, 是讲本体, 我们用现在哲学的名词来说, 是本体, 本体空即无时, 是, 是讲现象, 现象存在, 无虚, 向有体空, 无时无虚。 一切诸法, 无时也。 皆是亦如, 无虚也。 广形六度, 亦法不废。 不着六度之相, 亦法不直。 广形六度, 亦法不发是无虚。 我们要认真努力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这是无虚。 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自己绝对不能有个念头, 我是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有这个念头就错了。 心地清净, 亦成不染, 若无其事, 无时也。 无时无虚是信德, 才能与自信清净心的体, 相, 作用相应, 相应就是佛菩萨。 虚实巨无, 则因如是者, 必果如是乙, 因果皆如。 所以诸位同修, 特别是你们出家, 在此的培训班修学的几位同学, 一定要真的学佛, 不要搞佛学, 要真学佛。 要学真诚, 清净, 大慈大悲, 要摆脱世间许许多多的成见。 我举一个例子, 希望你从这个例子当中去体会。 现在佛门的陋习太多了, 譬如我们的经本, 将来你们有成就, 你们有著作, 你们东西出版, 后头有没有,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现在全世界都很肯定的关注著作权。 释迦牟尼佛哪一部经典, 后头有个,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佛是巴不得你流通, 劝你流通经法, 利益众生功德无量,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如果后头有个, 版权所有, 只要有这四个字, 我这本书绝对不看。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你写得再好, 你的心量, 你是轮回心, 你是世俗之鉴, 大概你这个著作不胜高明。 为什么? 你的心量很小, 自私自利, 你不是菩萨。 菩萨的心量广大, 只知道利益众生, 不知道有自己, 那个我们可以看, 对自己决定有好处。 我只举这一个例子, 不能以佛法在这里面的一点小小的利益, 为了利益自己, 那就错了, 大错特错。 这个要知道。 所得的一切供养, 必须要用在弘法力深的事业上。 如果这个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 错误。 你有个念头, 改善自己的生活, 换句话说, 你的四项, 四见, 坚固执着没有破。 释迦牟尼佛一身脱波, 树下医塑, 日中一时, 没有改善他的生活, 我的老师真的给我做了榜, 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 我亲近他的时候, 他的学生听他讲经说法的二十万人, 受人的恭敬供养。 到晚年他的学生, 我最低的估计, 应当有一百万人。 我那个时候在台中做学生, 台湾搞选举, 我跟老师开玩笑, 我说, 老师, 你要有一丝想当台中市长, 只要说一句话你就当上了, 不要去拉票宣传, 学生太多了。 一个学生给你拉五张票, 你保险当选了。 受人尊重。 他自己因为是在家居室, 他是大学教授, 他是奉寺官府的主任秘书, 他有好几个职务, 收入很可观, 就一个人, 就孤家寡人一个。 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 一天吃一餐, 一餐饭多少钱? 台湾钱两块钱。 那个生活别人不能过, 一生没有改变。 衣服, 几十年没有做一件新的, 外面衣服穿得还像样子, 里面的衣服都补丁的, 袜子补了再补。 到往生之后, 这些东西人家发现了, 才晓得老师这样的节俭, 没有改善。 全心全力为佛法, 为众生, 不疲不厌。 他老人家活到九十七岁, 往生前两个星期, 还在讲台上讲经。 九十五岁不需要人照顾, 自己烧饭, 洗衣服, 身体健康, 一生没有生过病, 这就是快乐。 老师不但是研教, 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我们跟他学, 学老师。 他自己非常谦虚, 他说, 我的行还不够, 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 所以我这个沉船是苏州灵延山寺的, 他教我要学印光大师。 学佛不要搞成佛学, 这非常非常重要。 要懂得修阴, 然后才能够正果, 因书胜, 果自然书胜。 李老师大概在七十几岁, 有一次讲经漏了一点消息, 他在讲台上讲的, 说他往生自在。 他说他想什么时候往生, 可以什么时候去, 多住几年也不碍事。 刚好那一座经我在听, 我听到这一句话, 回去找了几个同学, 比较亲近老师的几个同学。 我说, 老师既然有这个能力, 我们要留他注释, 不能让他早走, 怎么个留法。 想来想去, 老师一声就讲经, 我们找一部带经给他讲, 带经只有, 大放广佛华严经。 我们八个人联名请他讲, 华严经书抄, 是从前上海华严印经会印的, 一共四十本, 我有这一套书, 我把这一套书供养老师, 请老师讲, 华严经。 李老师在台中讲经, 讲, 华严经, 一个星期一次, 一年四十五次, 他忙得不得了, 天天工作太多了。 他就答应了, 他说, 好, 于是开始讲, 越讲时间就越长, 讲了十几年, 华严经, 三分之一还没讲到。 同修们就问我, 他说这一部经, 如果老师讲圆满了, 大概要住室多少年。 我给他算了一算, 大概要一百三十岁, 他这部经才能讲完。 他自己也说过, 我, 华严经, 讲完之后, 再讲一遍, 弥陀经, 我就往生了, 所以我估计他应当要活到一百三十岁, 以后是提前走了。 台湾社会乱了, 因为社会的动乱, 他提前走了。 十回相品讲圆满, 十的品还没有讲。 九十七岁, 这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生死自在。 知道生从哪里来, 死到哪里去, 叫了生死, 超三界。 我们看到他一生很辛苦, 过得那个日子, 他自己快乐无比。 你晓得多少众生的利益, 光明变照世间, 真的是学佛, 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 我们要向这些地方学习。 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八。 请先开经本一百八十一面。 三, 菩萨度深, 掩土, 离乡行六度。 广行六度, 一法不费。 不着六度之乡, 一法不直。 不费不直, 方是菩萨。 若取法, 助相, 分别执着, 则, 不明菩萨。 这一小段所说的, 跟世尊在本经前面所说的, 菩萨应离四乡, 意思完全相应。 菩萨包括出家, 在家,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位同修人人有分, 应当直下承当, 这样才不辜负佛陀对我们的教导。 菩萨度众生, 度深,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度深的意思不能够会错了, 帮助众生破弥开悟。 盐土, 盐是庄严, 就正如我们在回向祭天天念的, 庄严佛净土, 看到, 土, 这个字, 使我们就想到, 那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就像我们现在居住的大地一样。 而看到这两个字, 在现前我们感触特别的深。 为什么? 我们这一块土地, 已经有了严重的污染, 换句话说, 迫切需要就是要庄严, 盐土, 众生才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居住的环境, 可见得庄严净土非常重要。 用现代的话, 就是所谓环境保护, 庄严佛净土就是这个意思。 从什么地方庄严? 从我们心地庄严。 佛在许多大臣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 心境则佛途径, 同样一个道理, 今天我们要想改善我们居住的国土, 环境的污染, 也要从心地做起。 首先要离贪田吃三毒, 如果三毒不除, 盐土谈不上, 度身当然也有障碍, 可见得度身, 盐土, 都要从清净心修起。 静宗法门是直接修清净心, 无量寿经, 的经题, 说到修学的纲领, 第一句话就是, 清净, 平等, 绝, 可见得尽宗修清净心是直接了当。 清净心要怎么修法? 金刚般若, 里面说得非常之好, 简单二要, 叫我们离相。 离相心就清净, 要离四相, 要离六成之相, 要离身心之相, 所谓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这是离相。 行六度就是度身, 盐土。 如果离相不度身, 不盐土, 那就变成二圣, 变成小城的阿罗汉, 辟之佛, 住在偏真涅槃, 就是入小城偏真涅槃。 这世世尊在大成经上常常呵斥, 常常责备他们, 他们这种行持错误。 广行六度, 六度前面跟诸位讲的很多, 这个地方不再重负。 广行, 事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不离这六条原则, 这叫广行六度。 义法不废, 义法不废也就是, 佛是门中, 不舍义法, 样样都在做, 没有一样我们不在做, 而且认真的在做, 努力的在做, 负责任的在做。 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交际应酬上, 广行六度, 这是义法不舍。 虽然广行, 心地又清静, 心里面却确实时义法也不执着, 不着六度之乡, 天天在做, 虽做若无其事, 这就好。 这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这就是佛菩萨的工作。 佛菩萨这些交际应酬, 他不着相,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他的心都是清静的。 不着六度之乡, 义法不执, 不执着义法。 不费不执, 这就是中道, 这才叫菩萨, 方式菩萨。 不费而执着, 诸位要记住是凡夫, 我们每天工作, 我们每天也应酬, 心里面计较, 分别, 执着, 这是凡夫。 虽不执着什么也不干, 那也不是菩萨, 还是凡夫。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四空天的众生, 他不执着, 但是他什么也不做。 修行正果的人, 这就是小陈, 一般讲小陈正的偏真涅槃, 正果了。 佛在, 冷言经, 上讲的很不好听, 冷言经, 上讲小陈, 那个偏真涅槃是什么。 内守悠闲, 由未法成分别引誓, 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小陈入班涅槃这些人的批评。 这事虽不执着, 他什么也不干, 也是错误。 如果, 取法, 助相, 取根助都是执着的意思, 执着法, 执着相, 分别, 执着, 这就不是菩萨。 这个, 不明菩萨, 菩萨的标准是法身大事, 原教出注以上, 别教出的以上, 这个菩萨是指这样的地位。 由此可知, 菩萨有没有取法, 助相的? 有。 在这个地位以前有, 但是他的取语注, 非常淡薄, 不像我们凡夫这样重的执着, 情值太重。 他们也有取注, 非常非常的淡薄, 这是与凡夫不相同的处所。 四, 需唯密关照, 唯密勘验。 层层入戏, 浅之又浅。 直令此心一念不深, 竟无点尘。 灭度无量, 若无其事。 竖姬与亦如知亦相应耳。 需唯密关照, 唯密勘验。 层层入戏, 浅之又浅。 这四句是讲用功, 功夫要怎么用法? 平常我们讲持戒, 念佛, 诵经, 修订, 持咒, 这些都是手段, 都是方法, 这些手段, 方法得力不得力, 那就是这几句。 如果你只着重在事箱上修, 就是前面讲取法住箱, 无论怎么苦修, 功夫不得力。 所谓不得力, 这个地方讲勘验, 你自己勘查勘查, 测验测验, 那就明白了。 我们讲的粗浅一点, 你反省反省, 看看你功夫得力不得力。 从哪里反省? 你的妄想有没有减少, 烦恼有没有减少, 如果我们的妄想, 烦恼,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减少了, 今年比去年少, 那你功夫就得力, 这个月比上一个月少, 那是很好的功夫, 你很有进步。 如果要进入到这一个星期比上一个星期好, 那可以恭喜你, 你这一生当中如果能够精进步间断, 你决定出三界。 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得力, 这个功夫非常明显显著, 念佛那真教有把握往生。 层层入戏, 怎么个入法? 说实在的话, 没有别的, 就是舍, 就是放下, 明文立养,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必须使自己没有贪爱, 没有嗜好, 这才行。 这样也喜欢, 那样也舍不得, 那就糟了, 那就坏了。 想想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 身上就是三一一波, 除这个之外, 亦无所有, 舍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层层入戏, 丝毫都不执着。 观照, 在佛法修行的过程当中, 能提得起观照, 功夫就开始得力, 如果没有观照, 你所修学的叫名字为, 天台大师所讲六级的名字即, 名字就是有名无实。 譬如你受戒, 受了一个菩萨戒, 你不是菩萨, 你挂了菩萨的名, 受了菩萨戒, 有名无实。 什么叫观行? 观行是真正照做, 观是把我们思想, 观念改变过来。 没学佛之前, 我们的观念是轮回的观念, 轮回心干的是轮回业, 搞六道轮回。 现在学佛, 觉悟了, 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 这个观念改过来。 菩提心是什么? 我们就, 金刚经, 上的话说, 知道一切法无实无虚, 这是观, 明白这个道理。 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实无虚, 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 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这些经文教训, 要时时刻刻记在心上, 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是起了作用, 这就是观照。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你对于一切诸法, 自自然然就不执着, 为什么不执着? 因为, 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所谓执着, 只不过一个妄想而已, 妄想坏事, 妄想障碍心性。 这样真正去干, 叫做观形, 叫做观照, 你这个功夫得力, 你能看得破, 你能放得下。 唯秘是向深处, 是向细处。 深处, 细处在哪里? 在内心, 在无实的习气, 要从这个地方去观照。 唯秘堪厌, 堪厌是在世上, 是在我们生活行为上, 去反省, 去观察, 去测验, 是不是真的放下? 是不是真的觉悟? 佛在经典上重要的教训, 是不是都记住? 是不是时时刻刻, 都能够显现得出来? 遇到人, 遇到事, 顺境, 逆境, 是不是能够将佛的教训, 立刻就能够现前? 起心动念, 一切言行, 都要依照佛陀的教会, 不违背经训, 这事, 违密堪厌, 唯有这样用功, 才真正能够, 层层入戏。 阿赖耶时里面含藏着无名习气, 甚深甚深。 八的菩萨才见到阿赖耶维系乡, 这是我们要晓得,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粗心大意那是不能成就, 要细心。 浅之又浅, 浅是离开, 放下, 放下, 放下再放下, 要这样去做。 直令此心一念不深, 此的讲得一念不深, 这个念是妄念, 诸位要晓得不是正念, 前面经文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此的不深那怎么行? 那不是与经典教训相违背吗? 这个不深是不深妄念, 不深贪甜吃的念头, 不深我, 人, 众深, 受者的念头, 不深这个念头。 妄念不深, 那所深的是正念, 则没有妄念。 净五点尘, 这心清净, 清净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污染。 什么是污染? 妄想是污染, 分别是污染, 执着是污染,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那就是, 净五点尘。 这地方特别要注意到, 佛法也不能执着, 执着佛法, 佛法是尘, 法尘, 那还是污染。 所以,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非法不是佛法, 佛法都是污染, 佛法不能执着。 佛在, 金刚经, 一再说, 即非, 是明, 就是叫我们从言辞上觉悟。 佛给我们说法, 我们可以听, 可以体会, 不能执着, 连佛法都不能执着, 何况其他, 灭度无量, 灭度这两个字好。 度是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破弥开悟。 就好比我们教学, 灭, 这个字是成绩, 众生果然妄想, 分别, 执着灭了, 灭是成绩。 度, 是教学, 教学要有成绩, 没有成绩不是白交了。 所以这两个字非常之妙。 英语果统统具足。 教化无量无边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因菩萨的教化, 都能够破弥开悟, 都能够离苦得乐, 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 菩萨者不着相。 不着相, 若无其事。 正因为若无其事, 他的功德才真正无量无边。 如果他这相, 他助法, 取法助相, 他的功德就有限量, 就不是无量无边。 心里面有分别, 有妄想, 有执着, 这个人所修的功德是有量。 所修一切功德若无其事,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他这个功德是称性。 真如本性无量无边, 所以他的功德就无量无边。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事实真相要明了, 然后才知道诸佛菩萨能修, 我们也能修。 所以佛菩萨不敢轻视初学, 不敢轻视众生, 原因在他能做得到的, 一切众生各个都能做得到,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 换句话说, 你肯不肯放下。 你肯不肯做了心理若无其事? 如果你做了若无其事, 肯放下, 你跟诸佛菩萨有什么分别? 树姬与义如知义相应而, 佛跟大菩萨与诸法义如完全相应。 我们读了, 《金刚经》这一段经文, 如果能够体会的这个意思, 纵然不能做得像佛菩萨那么圆满, 少分我想人人都能做到, 但是先觉得条件, 要放得下, 这是很重要。 放得下, 你就是佛菩萨, 放不下, 你就是六道众生, 佛菩萨跟六道众生, 就在你放得下, 放不下。 五, 度身未应尽之则, 此则中未能尽。 又应之度亦等于未度, 所谓无疑众生时灭度者。 若自以为能尽此则, 大有所度。 则自经自负, 目空一切, 启示菩萨。 度身未应尽之则, 此则中未能尽,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懂得的人太少。 真的懂得, 你就觉悟, 你那个心就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是决心。 帮助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是佛菩萨应尽的责任, 做得再多, 做得再好, 不能鞠躬, 你应当做的, 这是一物, 应该做的, 做得不好, 做得不圆满, 是你的过失。 做得好是你应当的, 为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与我同体, 同体大悲, 所以帮助一切众生, 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无缘大词, 无条件的。 你真正能这样做, 你是菩萨, 你真正是菩萨。 帮助一个人是有条件的, 是凡夫,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 有这一个念头, 这叫凡夫心。 刚才我讲轮回心, 不管你帮助人, 不帮助人, 你造的都是轮回业。 我们凡夫跟佛菩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不谈条件, 没有问,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 没有这个念头。 只是在那里观察, 这众生接受不接受我帮助。 我要帮助他, 他让不让我帮助他? 绝对不会动个念头,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 没这个念头。 众生不愿意接受, 那佛菩萨也就没有法子, 所谓是, 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句话怎么讲? 佛没有办法去度那些不肯接受佛菩萨帮忙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肯接受佛菩萨的帮忙, 佛菩萨时时刻刻在我们周围, 没有离开我们。 像一般宗教说, 上帝与我同在, 佛菩萨时时刻刻与我同在。 为什么? 我愿意接受他帮忙。 所以你要愿意接受。 哪个不愿意接受? 哪一个人到庙里面烧香, 磕头, 不是求佛菩萨保佑。 看起来好像人人都愿意, 其实不然, 不愿意的太多了, 愿意的人很少。 你求佛菩萨帮助你什么? 帮助你迷惑颠倒, 帮助你增长贪甜吃。 所以天天去拜佛菩萨也不灵, 为什么? 佛菩萨不能帮倒忙, 刚才讲佛菩萨帮你破迷开悟, 佛菩萨绝对不帮助你增长你的迷惑, 不能干这个事情。 你把这些事实真相看清楚, 你就晓得迷的人多, 悟的人少。 悟的人无条件帮助别人, 迷的人是念念为自己。 迷雾的香, 我们要搞清楚, 那就是迷雾的样子, 什么是觉悟的样子, 什么是迷惑的样子, 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然后才有办法观察, 才有办法反省, 我到底是迷, 还是悟。 别人迷雾暂时放在一边, 先看看自己是迷, 还是悟。 自己这个心是菩提心, 还是轮回心。 这个要紧。 度众生先要度自己, 自己没有的度, 怎么能度别人? 自己得度才能度人。 幼应之度亦等于未度, 所谓无疑众生时灭度者, 怎么说度等于没度, 我们帮助他等于没有帮助。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佛菩萨劝导我们, 教导我们, 为我们讲经说法, 我们听了开悟, 开悟是我自己开悟, 不是他来帮我开悟, 我们听了他的话, 自己开悟。 法华经, 上讲, 开示误入, 佛菩萨能帮我们的事开示。 误入, 入世证, 换句话说, 修行正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个佛菩萨帮不上忙, 佛菩萨只是教会而已。 因此, 断烦恼, 明心见性, 正果, 都是众生自己的事情, 所以度等于没度, 诸佛菩萨怎么可以自己鞠躬? 所以他心里若无其事, 那是当然之理, 换句话说, 心里面若无其事是应当, 是正常。 如果觉得自己做多少好事, 值得骄傲, 那完了, 有什么值得骄傲? 诸佛菩萨普度众生, 没有感觉值得骄傲。 今天世间人做一点点小的好事, 值得骄傲, 那不得了。 我们要不读经, 这些微妙甚深的道理, 怎么会懂的? 总以为世间人所表现的, 都好像是正常, 好像是正当的, 我们也应该如法炮制, 也应该如是学习, 那理晓得错了, 那是轮回也。 若自以为能尽此则, 大有所度, 则自经自负, 目空一切, 岂是菩萨。 这一段话就是傲慢心, 自己夸张, 自己炫耀, 认为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帮助多少众生, 这不是菩萨。 真正是菩萨, 普度众生若无其事, 真正是诸佛菩萨, 一定是理尽诸佛, 这个诸佛, 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 他对于众生的恭敬, 决定是跟一切如来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 我们对这个人喜欢, 对那个人讨厌, 这个不行, 这就是无始劫的妄想, 习气。 修行用功怎么用? 首先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 我们每天见到佛像要拜佛, 表示我们对佛菩萨的制成恭敬。 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这一份的恭敬心, 在今天从早到晚, 对待一切众生, 对人, 对事, 对物, 这叫修理尽诸佛。 对人沉静, 对事认真负责, 对事的恭敬, 对物是要把他放端正, 整齐清洁, 是对他的恭敬, 我们对于桌椅, 桌子擦得干干净净, 摆得整整齐齐, 这是对他的礼尽。 所以要把这一份敬心,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 对事, 对物。 修理尽诸佛不是天天对着佛像膜拜, 不是这个意思。 佛说经的真实义, 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开经济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 发心学佛了, 如果是真正发心学佛, 他的悲心比一般常人多少是要来得重一些。 但是心发了, 行持上功夫不得力, 这世大有人在, 不但现在学佛的人, 世尊在世当时学佛的人, 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原因在哪里? 不知道离乡, 不知道理念, 所以功夫不得力。 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学佛学了多久, 我们功夫得力吗? 我们的烦恼减少吗? 我们的智慧增长吗? 如果烦恼没减少, 智慧没增长, 这就是不得力的现象。 这一种现象不能看清, 马虎不得, 如果再是这样含糊笼统下去, 我们这一身就白果。 所以这个地方, 不可以含糊笼统, 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要把他的原因找出来, 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掉, 我们菩提道上才一凡风顺, 我们这一身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佛在这部经上, 讲得很透彻, 很清楚, 关键就在, 理念, 理香。 理香的功夫比较粗, 理念的功夫系, 先理香, 先学不着香, 真正能做到不着香, 再把功夫向上提升一层, 理念。 不着香就是心理念, 与一切人事物, 绝无牵挂, 绝无忧虑, 这是不着香的样子。 你果然不着, 智慧就现前, 烦恼就没有了。 烦恼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就这东西, 这个东西放下, 没有了, 清净心现前,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应于理念上加工, 再理香, 理念上加功夫。 妄念不息, 真心勇仗, 这两句话说得很好, 要牢牢地记住。 只要有妄念, 你的真心就不能现前, 真心就是本性。 真心现前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的菩萨, 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标准菩萨, 四相, 四剑都离了, 这个菩萨是原教初驻,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真性。 我们由此也就能体会到, 我们的真心本性被无名盖附住, 什么是无名。 四相, 四剑就是无名。 四相, 四剑一破, 原初驻就正得。 有卑无智, 岂能度他, 如果菩萨只有一片慈悲, 没有智慧, 这就是说明菩萨虽然很慈悲, 但是他这相, 他还没有能够理念, 这就是他没有智慧, 不能帮助人。 人我分别之见犹存, 他还有是非人我, 他还有妄想, 执着。 故不明菩萨也, 这种人不是金刚经, 上所说的菩萨, 金刚经, 上所讲的菩萨, 标准是要断四剑, 破四相, 这是, 金刚经, 上所说的菩萨, 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剑, 实在讲非常非常的维系, 所以要层层细入。 从底下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能体会到, 一二七, 真是是无法, 何以故? 虚菩提, 无有法名为菩萨。 一, 此中是名, 不明菩萨, 知故。 由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 便是取法, 便者人我等相, 乃是凡夫。 故, 有法名为菩萨, 断断, 无, 知。 此中是名不明菩萨之故, 这一段经文说明为什么说他不是菩萨。 由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 见就是念头, 他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便是取法, 他者相, 者了法相。 便者人我等相, 等就是众生相, 受者相, 可见得这四类的相他都具足。 乃是凡夫, 这哪里是菩萨, 是凡夫。 故有法名为菩萨, 断断无知, 有法是执着有法, 要说这个人叫菩萨, 没有这个说法。 菩萨是个觉悟的人, 这个人是迷惑颠倒的人, 没觉悟, 怎么能称他做菩萨? 二, 佛说一切法无我人重受。 以明有法便者我人重受, 便为佛说, 便是凡夫。 佛说一切法无我人重受, 佛讲这个话是真的, 一切法没有四相。 我, 是主宰的意思, 主体的意思, 我们自己称自己这个身叫, 我。 在一切法相当中, 也是如此。 这一个东西, 这个他也是我, 我是他的主体, 与我相对的是人。 所以这个, 我, 并不是指某一个人, 是指任何一物他的主体,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矿物也好, 都包括了这一个意思。 任何一法, 都具足这四相。 我, 是主体, 与我对立的是人, 人相, 我相跟人相都是众缘合合而生, 所以叫, 众生相, 这个现象会有一段时间, 它能够相续保持而不失掉, 就叫做, 受者相。 受者相, 就是我们所讲的寿命, 寿命长短不定, 都叫做受者相。 任何一法, 动物, 植物, 矿物, 都具足四相, 这四相是这个意思。 只要有法, 一定就具足四相。 便为佛说, 便是凡夫, 佛讲这四相是凡夫的见解, 以为诸法时有, 这是凡夫见解, 这个见解就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的轮回的知见, 轮回心, 轮回见, 这个见解是轮回的知见, 是错误的。 佛给我们讲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一切法无我, 人, 众生, 受者, 这是佛给我们讲真相, 一切法没有字体, 这个要知道。 一切法因缘所生, 缘也是空的, 也是假的, 所以说,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刹那九百身灭, 冷言经, 上讲的好,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讲的多么透彻。 这些话都是无我, 人, 众生, 受者, 这是讲真相。 了解真相, 你在一切法里面, 不但一切法, 连自己的身体, 绝无贪着, 再也不会执着。 执着是个妄想, 妄念, 绝对不是事实。 而事实上一切法, 任何一法, 你决定执着不到, 你想的没有这回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不但一切法你得不到, 连你这个身体都得不到, 刹那身灭, 你怎么会得到? 心也得不到, 金刚精, 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身得不到, 心大概有, 心也得不到, 身心都得不到, 你搞什么? 一场空。 古德讲的话没错,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夜就是你的妄想, 妄想, 分别, 执着这个习气, 麻烦了。 缠绕着你, 永远断不掉, 那叫夜随身。 你怎么会养成这么个习气? 这个习气舍掉了, 就叫佛菩萨, 禅家讲,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那就是的, 那就是,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你要能舍, 你要能放下, 放下就是。 末后一段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三, 菩萨众生皆是假名, 尚无能度之菩萨, 何有所度之众生乎, 则不应取着度众生也名义。 菩萨众生皆是假名, 说菩萨, 说众生都是一个假名。 像刚才所说, 能执着的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所执着的法不可得, 能所惧不可得, 佛跟众生有没有的? 没有。 众生什么也得不到, 菩萨也得不到。 不能说众生义法不可得, 菩萨就有所得, 没这个道理。 不但菩萨能所惧不可得, 一切诸佛如来也没有两样, 也是能所惧不可得。 菩萨, 众生是假名, 佛是不是假名? 也是假名,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是假名。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事叫你统统不能够执着, 所以给你说老实话。 尚无能度之菩萨, 何有所度之众生乎, 则不应取折度众生也明以。 这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无有法明菩萨。 这个意思的确比上半步是要深, 上半步的经文可深可浅, 后半步确实为深无浅。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对我们的修学正果, 乃至于对我们现前的生活, 真的是很有帮助,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一二八, 是无我。 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这一段解释无我, 前面解释无法, 法不能执着。 一, 众生之见, 无非分别。 分别便是有能所对待。 约能见言, 便是, 我。 约所见言, 便是, 人。 能所知见, 差别从身, 是位, 众生。 能所知见, 继续不断, 是位, 受者。 分别忘心, 多不胜数, 已能所收之, 庆无不尽。 何知, 则唯依我见而已。 众生之见, 无非分别, 众生之见就是迷惑颠倒的见解, 不是觉悟的之见, 迷惑颠倒的见解多了, 总而言之, 不外乎分别, 妄想, 执着。 分别便是有能所对待, 对待, 我们今天讲相对。 只要亦有妄想, 亦有分别, 一定就起了能所。 约能见言, 便是我。 约所见言, 便是人。 跟我相对的是人。 能所知见, 差别从身, 是为众生。 能所知见, 继续不断, 是为受者。 这个跟我前面讲的意思, 完全相同。 四相发生在任何一法之中, 任何一法都具足四相。 与前面讲, 如意, 相应, 真的是法法皆如, 佛法如, 世间法也如, 无有意法不如。 分别妄心, 多不甚属, 以能所收之, 庆无不尽。 何知, 则唯依我见而已。 我们要是把妄想, 分别, 执着展开, 无量无边。 我们一个人的心念, 心里面的妄想, 执着, 复杂的程度跟大宇宙, 使法界一正庄严完全相等, 不会比那个少。 怎么知道是相等? 因为使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我们自己妄想变出来的, 没有妄想, 哪有这些法相? 不可能有这些四相。 这些四相全是自己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 你就晓得这个妄念多复杂, 不可胜数, 数不尽的。 佛巧妙用, 能所, 两个字统统包括了, 无量无边的分别, 执着, 总不出能所, 能所还能够再把它归纳起来, 变成一个, 我见。 由此可知,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都是从, 我见, 开出来,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都是从, 我相, 里面变现出来的。 由此可知, 佛法之修持,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下手功夫首先要, 破我直, 我直要是不破, 在佛法里讲, 你是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常讲法门, 法门在哪里? 你入不进去, 破我直就入门了。 我们从小乘法讲起, 小乘出果见到位, 算是入流, 入门, 条件是什么? 破身见, 不会再把这个身看成, 我, 才能入门。 还要把身看作, 我, 你入不了门, 把这个身看作, 我, 你这一辈子, 无论怎样勤苦修学, 出果须托还没分, 你入不了。 为什么入不了? 你有账, 什么账? 我见。 才知道一切经中, 为什么把破我直摆在第一位, 世尊的确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 破除我们的, 我见。 佛门称这个相不称作人, 称作众生。 佛门的道场, 这里面住的人多少, 他不会问你, 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人, 没有这种问法的。 他的问法, 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众, 这个术语破除我见, 破除身见。 这个话的意思, 你这个地方住了多少个众缘合合的东西。 破你, 我执, 破这个执着。 众, 这是四大五运合合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术语就是用这个方法, 时时刻刻提醒你, 要离我像, 要离我见,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二, 此, 佛说, 句, 含义甚多。 说, 字断句。 为一切法无我之理, 为佛所说也。 法, 字断句。 为佛说之一切法, 本无我人差别也。 此佛说句, 含义甚多。 说字断句, 是故佛说, 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从, 说, 这个字断句, 为一切法无我之理, 这个道理, 为佛所说也。 这个句子是双关句子, 你要是这样念法, 是故佛说, 这就显示这个道理是佛所讲的。 另外一个念法, 法字断句, 是故佛说一切法,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这一句两种念法, 两种念法意思不一样。 从, 法, 字断句, 为佛说之一切法, 本无我人差别也。 三, 佛说之一切法, 莫非令人敏对待分别之法相, 物品等亦如之法性。 觉此觉性, 可名菩萨。 若存有法相, 便是我之, 便成对待, 便是分别, 和名为绝。 佛说之一切法, 莫非令人敏对待分别之法相, 物品等亦如之法性, 佛法所以难懂, 听经有人听一辈子都没有听懂, 没有听懂到也罢了, 他自以为听懂, 这个麻烦大了。 没懂自以为懂, 怎么自以为懂。 我把开经纪念一下, 你就晓得, 真的懂的是, 愿解如来真实意, 没有懂的, 自以为懂是, 误解如来真实意, 误解了, 错解如来真实意, 错解了, 那个麻烦才大。 怎样才真懂? 四相, 四见, 妄想, 分别, 执着淡薄的人, 容易听懂, 如果妄想, 分别, 执着很浓厚的人, 怎么讲也听不懂, 不但我们讲听不懂, 诸佛菩萨来讲, 他也听不懂。 这就晓得学佛从哪里学起, 对于一切法先要淡一点, 也就是我们常讲放下, 你能够多放下一分, 说老实话, 你听经, 看经, 你就多误入一层, 这一定道理。 你看破, 放下的功夫越深, 你对于佛的经教, 理解的就越透彻, 这才叫相应。 如果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一样都放不下, 对于经教非常用功, 也没用处, 也是错解佛的意思, 也是误解佛的意思, 还自以为是。 冷言经, 上所说,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他邪在哪里大家要明了, 邪在妄想, 分别, 执着, 烦恼没有断。 不但佛的真实意他不懂, 经文表面上皮毛的意思, 他都不懂。 诸位要是很冷静地去观察, 去听, 你就会明了, 表层的意思。 都不懂, 何况深刻的毅力。 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只有一个宗旨, 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破弥开物, 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 莫非令人敏对待分别之法相, 敏, 就是离开, 把它消灭掉, 帮助众生离开一切对待分别。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平等一如的法性, 你就明了, 你就见到。 佛经, 三世一切如来, 为法界无量众生所说一切法, 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 所以任何一部经典, 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帮助众生明星见性。 见性就通, 从这个经上见性, 任何一部经都通, 道理在此地。 不但佛法通, 再跟诸位说, 世间法也通, 为什么? 所有一切世间法, 也没有离开自性。 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个诸位要晓得。 从世间法里面见性难, 世间法不是不能见性, 能, 太难了。 从佛法里面见性容易, 一通一切都通。 我们晓得这个道理, 也就懂得修学的方法, 所谓是, 一门深入, 才能有真正成就, 多门要入进去, 入不进去。 譬如说我们这个讲堂, 这个讲堂四面就有好多个门, 你从一个门进来, 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 很容易就进来。 你在外面说, 我要从两个门进去, 你试试看, 你能不能进得来, 进不来的。 可是世间打这种妄想的人还很多, 多少人就想着, 从许多门进来, 没有这个道理, 一门深入。 一门通了, 门门都通, 你一进来之后, 哪个门都通了? 所以要懂得佛说法的真实意。 觉此觉性, 可名菩萨, 菩萨是个假名。 你真正觉了。 这里有两个觉, 第一个觉是动词, 第二觉是名词, 觉性是名词。 你真正觉悟, 觉悟了心性, 这个众生, 佛就称他做菩萨, 给他起个假名, 这个人叫菩萨。 菩萨是觉有情, 觉悟的众生, 这叫菩萨。 众生本来是佛, 何况菩萨呼? 众生本来是佛, 这一句话在, 华言经, 上说过, 原觉经, 上也说过, 这是真的。 众生确实本来是成佛, 何况是菩萨。 我们念佛法门, 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建立修学的方法。 众生本来是佛, 现在又念佛, 他怎么不成佛? 当然成佛。 念佛法门是根据这个道理建立的, 这个道理的确是究竟圆满, 直接成佛, 不必经过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不要经过这个, 乃至于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的, 统统不要经过, 直接就成佛, 念佛法门是这个。 观经, 上给我们讲的九品, 九品讲的是完全靠自立, 不论弥陀本愿的加持, 完全论自立, 给你讲三倍九品。 如果论佛的加持, 大家, 无量寿经, 念得很多, 四十八愿念得很熟, 若论佛力加持, 任何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在普通经教里面讲是八的菩萨, 跟佛这个位子靠得很近,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然后就是佛, 靠得很近。 这是什么? 佛的本愿为神的加持, 诸位必须要懂的。 一看到, 观经, 上讲, 我们下品下身到那里, 还要十二大劫才花开见佛, 忧虑得不得了。 你为什么不看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里面说, 往生到那里就是阿维悦智菩萨, 那里面没有说, 下下品往生, 下中品往生的除外, 他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这个说法, 不就是大家都平等? 读经要细心, 不可以断章取义, 一定要看整个。 对西方极乐世界要能够全盘了解, 五经一论都要读, 纵然五经一论不能读, 三经一论要细读, 你对于西方世界才全盘了解, 不至于产生误会。 专读, 观无量受佛经, 不读, 无量受经, 的, 就容易发生误会。 若存有法相, 存, 就是执着, 心里面有这个念头, 纵然是维系的念头也不行。 便是我执, 便成对待, 便是分别, 和明为绝, 这就不叫绝。 绝根迷, 这两种字的定义, 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是初学佛的人, 不能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就不会用功, 所以绝根迷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有妄想, 迷了, 有分别, 迷了, 有执着, 迷了, 对释法里面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迷了, 对佛法里面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也迷了。 什么叫做绝? 释法, 佛法里面, 我统统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人觉了。 由此可知, 我们怎么用功法, 一定要想方法把妄想, 分别, 执着打掉。 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尽宗法门是最高明, 最简单, 最恶要, 用一句, 阿弥陀佛, 我们心里才有一个念头起来, 阿弥陀佛, 把妄想, 分别, 执着的念头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念头, 不管它是善念, 是恶念, 都不要去管,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 宗门里面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我们净土宗的绝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提起来, 这叫正念, 这叫做疑念。 这是绝念, 要换得快, 不能让妄念继续增长。 还有个要紧的方法, 如何叫这一切妄念不要再增长? 那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要放下, 把我们忧虑, 牵挂, 得失的这些念头, 要舍, 要放下。 不能一下放下, 慢慢放, 一定要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 这样才能够渐渐的深入进去。 四, 一切众生, 性本同体, 本无而我对待之分。 故说众生, 众生义菩萨。 众生本来是佛, 旷菩萨乎。 这一句话说得更透彻, 更明了, 因为尽虚空, 便法界同一个自性,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所有一切名词术语都是假设, 无有定法。 说众生, 菩萨也是众生, 觉有情, 觉悟的有情众生, 这是菩提萨朵, 玄奘大师翻译, 觉有情, 觉悟的有情众生, 说菩萨, 众生也可以称菩萨, 众生只要觉就是菩萨。 佛说一切法无我仁众受, 令闻者当观同体之性也, 佛这一句话, 真正的用意就在这一句。 为什么佛这样说? 说这个话的用意何在? 是教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 体会到一切众生同一个自性。 五,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岂非我见人见众生见乎。 此见一日不除, 非受者见乎。 分别如此, 执着如此, 是于性本同体, 诸法一如之意, 完全隔膜, 显为佛说, 上自居为菩萨乎。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若作誓言, 这就是打了个妄想, 妄想, 分别, 执着, 岂非我见人见众生见乎, 这个东西就是无量劫来的习气, 这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并根, 要知道。 一个念头起了, 我。 第一个就是, 我, 我要怎样怎样, 这个东西麻烦, 这是无始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并根, 一般人不知道, 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不晓得。 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说是发现, 警觉到了, 这个人就可以成菩萨, 他觉悟了。 这个觉悟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觉悟你也断不了。 但是你要晓得, 许许多多众生还不觉悟, 他虽然断不了, 他已经觉悟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知道他有病, 好多人有病, 不晓得自己有病。 这个人有病知道自己有病, 虽然知道有病, 还没有去求医, 比那个有病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 高明太多了。 这就叫始觉, 他就有资格成为菩萨, 他开始觉悟了。 此见一日不除, 非受者见乎。 分别如此, 执着如此, 视于性本同体, 诸法亦如知义, 完全隔膜, 显为佛说, 上自居为菩萨乎。 这一段话, 我们细细体会, 就晓得应当怎样用功。 什么叫功夫? 真实的功夫, 就是我们这个老毛病, 老习气, 渐渐淡薄。 一下断, 不容易, 不是一下能断得了, 要淡。 过去执着非常坚固, 现在也执着, 没有从前那么坚固, 这个显然就淡了。 最明显的是得失的念头, 患得患失, 从前得失心看得很重, 现在有没有? 有, 马虎一点, 无所谓, 不在乎, 这就进步, 一定要愈来愈淡。 愈来愈淡薄, 愈来愈无所谓, 这就好。 看得破, 放得下。 不在这上用功夫, 你在哪里用功夫? 我每天要念多少不经, 我每天要念多少身佛号, 执着。 坚固的执着。 那不执着, 马虎一点, 我今天算了, 不要念了行不行。 那也错了。 多少不经要念, 多少身佛号要念, 心理若无其事, 要真正做到无助身心, 不可以兼顾执着。 在意执着, 我一天念十步, 他一天才念一步, 那我比他高明多了, 他比我差多。 你这高下的心, 分别, 执着, 妄想全都来了, 这个不行。 我念十步很好, 他念一步也很好, 大家是平等的, 要在这里面身清静心, 身平等心, 这是功夫。 还有人一步也不念的, 人家那个心清静, 平等, 那个功夫比我们功夫就高, 不比我们差, 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 要了解这个道理, 要了解这一个事实, 佛法修行着重在清静, 平等, 着重在看破, 放下。 我们今天用读经, 用念佛的方法, 这个方法做什么用? 把妄想念掉, 是这个意思。 我不念经就打妄想, 不念佛就打妄想, 用念佛, 念经的方法, 把妄想打掉, 没有妄想, 念经不念经, 念佛不念佛, 无所谓。 所以要晓得这是各方法, 方法是治病, 没有病, 你何必还要用这个方法? 没有必要了。 正因为我们有病, 要用这个方法。 诸佛菩萨也念佛, 他没病, 他为什么用这个方法? 他是大慈大悲, 他本身没有病, 众生有病, 用这个方法教导众生。 众生一看, 你教我念佛, 你都不念佛, 我不相信。 所以他也念佛, 他那个念佛叫大慈大悲。 昨天我跟你讲佛光辩照, 他是这个意思, 他是现身说法, 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 是这个意思, 不是他有烦恼。 分别如此, 执着如此, 你还是这样的分别, 这样的执着, 与本经所说, 性本同体, 诸法一如, 完全相违背, 那就不是菩萨, 那当然是凡夫。 六, 我见我直为妄, 则我为我, 众生为众生。 欲受其度者, 事必自经自喜。 不受度者, 事必轻视增贤。 欲他之行六度者, 又必真净猜忌。 辗转情直, 自负自禅。 辱自己方且向烦恼恶见仇灵中走入。 上约度众生乎, 上的明菩萨乎。 所以有法明菩萨, 断断无此事理。 我见我直为妄, 则我为我, 众生为众生, 我为我, 真的他执着有个我, 众生他真的执着有个众生, 如果我见, 我直没有了, 说众生, 说我, 他心里面没有执着。 诸佛菩萨教化众生讲经说法, 也说, 我, 也说, 众生, 他有没有这个执着? 没有。 确实没有这个执着, 他是,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因为众生执着, 菩萨就顺着众生的执着, 因众生分别, 菩萨随顺众生的分别, 他自己没有执着, 也没分别。 这个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是真的有执着, 真的有分别。 欲受其度者, 势必自经自喜。 不受度者, 势必轻视增弦。 这种现象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到处都见到。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反省,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讲经说法, 听众做得满满的, 很欢喜, 做得三个人, 五个人, 感觉到很难过, 那就是此的讲的, 这是凡夫心, 这不是菩萨心。 如果是菩萨心, 三个, 两个跟三千, 两千, 没有两样, 平等心, 清净心, 那就如法。 有些讲经的法师, 最怕你们初学的, 看到听众愈来愈少, 泻了气, 算了不讲了, 哪里是菩萨? 菩萨, 经上常讲,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只要有一个人听, 就要认真跟他讲, 不在乎听众多少。 经经计较听众多少, 度众生多少, 这一段经文好好去念几遍。 欲他之行六度者, 又必真净猜忌, 辗转情直, 自负自禅。 辱自己方且向烦恼恶见仇灵中走入。 上约度众生乎, 上的明菩萨乎。 所以有法明菩萨, 断断无此事理。 这一段文解释前面经文所讲的, 无有法明菩萨, 这个解释得很透彻, 很详细。 由此可知, 世尊曾曾说法, 反复地说明, 就是怕我们断章取义, 听到一, 两句错会了佛的意思。 特别是, 班若经, 难讲, 难领会, 最怕的是我们自己摆脱不了情直, 依旧在情直里面打圈圈, 这样还能度众生吗? 这些话特别是为讲经说法的大德们所说的, 讲经说法在家, 出家都一样。 这一次居士林, 发大心提供这个道场, 让年轻法师在这里学习讲经。 明山老法师非常慈悲, 给李牧原居士提出, 不但出家人要学习讲经说法, 在家人也要学习, 他希望明年开班, 在家人要参加。 心事平等心, 这是对的, 没有一丝毫的猜疑极度。 我们一定要走出烦恼, 摆脱烦恼, 才能成就。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九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九。 请先开经本一百八十四面。 七, 法政觉者, 必应将佛说一切法无我仁众受, 即是诸法一如的道理, 切实体会。 虽广修六度, 而义法不值。 树基星空妄念而无实, 功不堂娟而无虚而。 这是这一小段的结论, 结的简单恶药。 法政觉, 就是常说的发菩提心, 法政觉者就是发菩提心者, 正如本经一开端, 虚菩提尊者所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这四个字就是指的这个。 必须应当要将, 佛说一切法无我仁众受, 这是四相, 四相在现象上确实有, 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佛在经上为我们婉转开导, 说明四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它就是诸法一如的道理。 四相是诸法, 见性就是一如, 性相不二, 性相一体, 要切实体会。 体会浅的, 所谓是解悟, 理根是都明白, 理解, 这是解悟, 体会深的, 证悟。 什么叫证悟? 是把这一桩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打成一片, 那就叫证悟, 也就是后面这两句话, 虽广修六度, 而一法不值, 这就是契入境界。 广行六度是无需, 我们真在做。 广行六度, 前面说的很多, 说的很详细, 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一点都不消极, 积极的, 快乐的在生活, 这是广修六度。 虽广修六度, 知道万法一如, 当体皆空, 决定没有执着, 也就是说, 决定没有忧虑牵挂。 我们讲忧虑牵挂,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就是执着。 于一切法, 事法, 佛法, 对人, 对事, 对物, 心都清静, 都无牵挂, 都无忧虑, 这是无实。 与世尊所讲的, 无实无虚, 的教义相应。 底下总结的这两句说得好, 树基星空望念而无实, 公布唐娟而无虚。 心里面没有妄想, 妄念就是妄想, 没有执着, 这是无实。 你所修的功德绝不唐娟, 唐娟是古时候的术语, 意思就是绝没有空过, 功德是真的。 功是功夫, 什么功夫? 广形六度而不着香, 这是功夫。 你的的是什么? 清静心献前, 就像本经前面所说的, 信心清静则生时香, 你的的是这个。 你的心清静, 心里面生智慧, 所以这个功绝对不唐娟, 这是无虚。 无实无虚, 说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讲到了极致。 底下一段, 就沿途来浅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 129, 约沿途浅标浅。 虚菩提, 若菩萨做誓言, 我当庄严佛土, 是不明菩萨。 佛法中教导我们, 回向祭, 这都是古来祖师大德们所做的,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明明我们要庄严佛净土, 为什么这个地方又不许我们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是应当要做的, 但是不能够执着。 这个地方是浅执着, 不是叫你不做, 做, 不能执着。 1, 菩萨发心, 唯一在利益众生而已。 此中所说之病, 亦与度身中相同。 并在作严我当事也。 菩萨发心, 唯一在利益众生而已, 这个心念就是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菩萨不起念则已, 起念就是这个念头, 利益一切众生。 此中所说之病, 亦与度身中相同。 并在作严我当事也。 前面度众生的一颗, 那一段我们明了之后, 看这一段就不难懂。 佛在此的为我们指出来, 毛病在哪里? 在, 作严我当, 作严是妄想, 我当事执着。 华言经, 上说, 一切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 但以妄想, 执着, 而不能证得, 菩萨还有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妄想, 作严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 我当庄严佛土, 我当事执着, 四相具足了, 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一个念头起来, 四相具足, 他的毛病在这个地方。 二, 总之, 作严, 便动念矣。 我当, 便执见矣。 其念者见如是, 全是凡情, 和明菩萨。 总之, 作严, 便动念矣, 作是言, 这动念了。 我当, 便执见矣, 执着四相四见。 其念者见如是, 全是凡情, 和明菩萨。 我们要问, 菩萨庄严佛净土吗? 菩萨念念都庄严佛净土, 虽庄严佛净土, 心里面若无其事, 并不以为我们在庄严佛净土, 他没有这个念头。 广修六度, 他不是不修, 他真修, 认真的在修, 虽修, 若无其事, 绝没有执着我在修布施, 持戒, 没有这个念头, 他做得圆圆满满, 这才叫菩萨。 这是, 金刚经, 上所说菩萨的标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一三零, 真是, 何以故? 如来说庄严佛净者, 即非庄严, 世民庄严。 这是把, 作严我当, 错误的所以然, 为我们说出来。 他错在哪里? 这个地方就讲清楚了。 经文里面, 即非, 世民,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不少。 一, 诸法一如, 不应少存分别执着之情见。 无助身心, 事于不执时却不费。 身心无助, 事于不费时即不执。 诸法一如, 不应少存分别执着之情见, 这一句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诸法, 不但指一切佛法, 包括一切世间法。 事出世间法, 它的真相就是一如, 真相就是无时无虚, 这是诸法的真相。 不但六道如是, 使法界如是, 即使诸佛如来果地上, 所居住的一真法界, 无不如是, 这是事实的真相。 事实真相要如何才能见得到? 要一心就见到。 一, 一如, 华严经, 上讲一真, 一如跟一真是一个意思。 华严经, 上讲一真法界, 一如就是一真法界, 一定要一心就见到了。 一心是清净心, 二心, 起个念头就是二心, 就不是一心。 不管你起什么念头, 只要动念就是二心。 二心, 一如, 一真就见不到, 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 六道, 十法界, 为十所变。 十是什么? 十就是分别, 就是念头, 动念了, 动念就不是真心, 动念是妄心, 叫做十。 所以不应该少存分别, 执着知情见, 不能有意丝毫, 有意丝毫的分别, 执着, 一真法界就没有了, 就不现了。 无助身心, 适于不执着时却不费。 身心无助, 适于不费时即不值。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 不执着跟不费气它是同时的, 它并不是存在两个时空之中, 它是存在同一个时空。 今天科学家发现, 空间、 时空有不同的维次, 这些现象是从众生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幻想, 不是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是相同的。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乃至无数度的空间, 是一个空间, 那是一如, 都是从一个空间里面变现出来的幻想。 相较幻想, 幻就说明它不是真的, 真相是一如, 真相跟幻想不二, 同时存在。 为什么有幻想? 因为你有妄念, 妄念习掉了, 幻想就消除, 一如就现前。 所以在此的这一句的关键就是要知道, 不执着跟不废弃是同时的, 也就是前面讲, 无实, 无虚是同时的。 明了无实, 无虚同时, 就晓得性相是同时, 理事是同时。 从性上讲, 从理上讲, 决定不能执着, 所以说无助, 从事上讲, 从相上讲, 决定不能废弃, 所以说身心。 因此, 无助身心跟身心无助是同时,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知道同时, 这是觉悟, 这是正观。 如果把它分作两节, 这个观念就错误, 就叫邪知邪见。 二, 前令发菩萨心者, 离香已修福慧。 今世令行菩萨道者, 于修福慧时, 不存此事福慧之见也。 前后浅身, 大有区别。 前令发菩萨心者, 离香已修福慧, 这是前面佛教给我们, 真正发了菩提心, 就应当要离香, 要知道离香修福修慧。 今世令行菩萨道者, 于修福慧时, 不存此事福慧之见也。 前后浅身, 大有区别。 经文道这个地方, 佛教修菩萨道的人, 你修福, 修慧, 不能存着有修福, 修慧的念头, 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就错了。 实在说, 你有这个念头, 你没有离香, 你离得像是离粗香, 细香你没有离开, 细香也不能执着。 由此可知, 前面所讲的离香, 离粗香, 离粗险的执着。 金刚经, 后半部是教我们离细香, 离维系的执着, 这事前后浅身不一样。 三, 须知, 佛, 即是心, 土, 即是地, 佛土, 游言心地。 所谓, 庄严, 者, 因众生自无始来, 此清尽心, 被一切染法横身障碍。 本来空气, 全然纷扰。 本来光明, 全然昏暗。 故令发广大愿, 以阔其量。 修六度行, 以除其思。 离香离念, 将所有分别执着等凡情俗鉴, 扫除喜刷, 负其本性得能。 无以明知, 强明庄严。 实则无所谓庄严也。 须知佛即是心, 土即是地, 佛土游言心地, 这个意思要懂得, 正是所谓心境则佛土境。 心是能限, 土是所现, 能所是亿不是二, 能所是亿, 就叫亦如。 能限的心根所现的土, 是亿不是二, 因此, 庄严佛境土就是庄严清净心, 要从这个地方去庄严。 所谓庄严者, 因众生自无始来, 死清净心, 被一切染法横身障碍, 心根土本来是庄严的, 本来是清净的, 非常可惜, 众生无始结之前迷了, 迷了就被一切法染污。 诸位想象, 怎么会染污? 被妄想染污, 分别染污, 执着染污。 我说这三个名词, 都是佛经上的名词, 这三个名词对于心性的染污, 有粗细不同。 无明最细, 分别比较粗, 执着最粗。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染污去掉, 怎么个去法? 先去最粗的, 最粗的是执着, 执着离开之后, 再除维系的, 维系的是分别, 分别也除掉了, 最后的集维系的是妄想, 是妄念, 佛经上所谓的无明烦恼, 这个除掉, 星性就透出来, 清净星线出来, 佛国土就清净, 功夫要这样做法。 本来空气, 全然纷扰。 本来光明, 全然昏暗。 这是蒋染所产生障碍的现象, 我们心里面现在是妄念纷飞, 前一个念头灭了, 后一个妄念又起来了, 要想止, 止不住。 平常我们一般习惯在妄念里面生活, 虽然妄念纷飞, 自己不能觉知。 学佛了, 学佛教你念佛, 教你静坐, 稍微静一下, 不静还好, 这一静下来, 妄念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有许多人这个情形发作, 就来告诉法师, 法师, 我不能打坐, 我不打坐没有妄念, 一打坐妄念就来了, 其实, 不打坐, 妄念就那么多, 没有发现, 这一打坐, 发现这么多, 不是打坐打来的, 哪有这种道理? 打坐的时候才发现, 在念佛, 止境才发现, 我们叫他坐, 吊举。 两个现象, 一个是昏神, 没有妄念, 打瞌睡了, 精神提不起来。 这是在禅房里面, 念佛里面常看到的现象, 一个是, 吊举, 妄念不止, 一个是, 昏神, 打瞌睡, 这两个都是毛病。 本来心是清静的, 有这么多妄念升起来, 本来是光明的, 现在变成昏暗, 昏暗就是昏神, 这两种毛病。 原本精神饱满, 所以记记心心。 这是两种, 纷扰式吊举的现象, 昏暗是昏神的现象, 这都是被烦恼障碍住清静心, 产生这个现象。 故令发广大愿, 以阔其量, 佛的方法非常之巧妙, 我们修行要怎么各修法, 从哪里下手, 佛的教导是非常高明。 首先教你发心, 把心量拓开。 凡夫之人无量劫来, 其心动念只想自己, 那个心量很小, 这是修行的最大障碍。 所以从哪里下手? 拓开心量下手。 你要想断烦恼, 说老实话, 你心量小, 你的烦恼决定断不了。 心量大了, 烦恼不断, 自然没有了, 解放了。 金刚经, 一开端, 将为农居士在讲义里面告诉我们, 般若修行的特色就是, 大而化之, 这个讲法妙。 我爱我的亲人, 把爱我亲人大而化之去爱一切众生, 那就行了。 我要想为自己得利益, 把这个念头大而化之, 我应当为一切众生的利益, 那就是菩萨。 他跟全小修行真的不一样, 首先把心量扩大。 所以一开端就叫你发心, 要度无量无边众生, 要发这个心。 发了心之后真干, 不真干不行, 也就是说, 一定要认真去做, 认真去做就是修行。 修六度行, 以除其思, 就是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转换过来, 念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离乡离念, 他这个说法也是三个层次, 第一教我们把心量拓开, 破坚固的执着, 然后再教你修六度万行, 去分别, 最后教你离乡离念, 除妄想。 这个次第, 顺序,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将所有分别执着等凡情俗件, 扫除洗刷, 负其本性得能, 佛法的教学无过于此, 终极的目标是恢复性得。 性得恢复了, 就是佛, 就是菩萨。 迷失了性得, 这叫凡夫, 恢复之后, 就叫佛, 叫菩萨。 无以明知, 强明庄严, 庄严是不得以勉强说的一个名字, 庄严也不要执着, 也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就是维系的妄想。 实则无所谓庄严也, 这是讲真话, 哪来的庄严? 你的心本来清净。 我的心清净, 你心本来清净, 哪有什么清净可说的? 是因为你清净心被污染, 污染去掉了, 恢复清净, 本来清净。 可见得清净不是修来的, 不是心得到的, 是你本有的。 四, 虽赤然庄严, 而望其为庄严。 树基与空济之性相应。 济空且济, 光明自显。 庄严佛土, 如是如是。 虽赤然庄严, 赤, 是非常认真努力在修, 修什么? 除妄而已。 认真努力在除妄想, 分别, 执着, 在干这个事情。 而除妄想, 分别, 执着, 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日常工作当中, 在日常应酬当中, 处是待人皆悟, 在这里面修六度万行, 在这里面修清静心, 修平等心, 修慈悲心, 这叫, 赤然庄严, 也就是真修, 从来不放弃。 而望其为庄严, 这一句话重要,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若无其事, 这才行。 树基与空济之性相应, 不这样做就不相应, 与信德就不相应。 与信德不相应的这些善法, 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有漏的善法。 诸位想想, 佛讲有漏,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有漏, 你虽然修善法, 善法里面含着有烦恼, 不是清静的善法。 譬如前面所讲的修六度, 六度是善, 不失是善法, 持戒是善法, 忍辱是善法, 乃至于禅定, 般若都是善法。 可是你的烦恼没断, 你所修的叫做有漏的善法, 果报在六道里面得福, 我这个说话, 诸位也要听清楚, 六道里面去享福报, 六道里面有畜生道, 有恶鬼道, 地狱道里面没享福的, 那都是受罪的。 畜生里面有享福的, 外国人养的宠物, 很享福。 畜生里面有享福的, 前身修的福报。 恶鬼道里面也有享福的, 我在新加坡也看到很多有福报的鬼, 我看到你们常常祭祀的大伯公, 那就是鬼神, 有福报的鬼神, 多少人去拜他, 去祭祀他, 他很有福报, 鬼道里面去享福。 都是过去身中修六度万行, 妄想, 分别, 执着没有断, 的这样的果报。 所以与空气的心性相应, 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做了之后若无其事, 绝不分别, 执着, 绝不以为我做了多少善事, 这就坏了, 不能有这个念头。 如果这个念头没有, 妄念习了, 你所修的功德, 前面讲, 功不堂捐。 光明自显, 光明是智慧, 本经说的, 信心清净, 则生时相, 生时相就是光明自显, 自自然然的显露出来。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都现前了。 有丝毫的分别, 执着在, 你的光明福德就不能现前, 得的是三界六道有漏的福报, 那个实在讲真正可惜。 庄严佛土, 如是如是, 由此可知, 庄严佛土我们要不要做义去修? 不必要。 修清净心, 修清净的范形。 清净范形, 恐怕初学的同修听了又不懂, 什么叫清净的范形? 清净的生活。 清净生活怎么修? 穿衣, 吃饭, 我们穿衣要考究, 要穿什么样的料子, 穿什么样的款式, 穿得心里很欢喜, 不清净。 为什么? 这香, 执着了。 你有分别, 有执着, 这就是你心不清净。 吃饭要讲究色香味, 这就不清净, 只要里面有妄想, 分别, 执着就不清净。 怎么样穿衣才清净? 随便什么衣服穿了都好,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穿衣清净。 吃饭, 像是尊在本经义开端, 他老人家到舍卫大臣去托拨,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丝毫分别, 执着, 吃饭就清净, 犯行。 犯行在哪里? 日常生活当中, 本本分分去做, 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 这个意思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不加一点点在里面, 一切行都是犯行。 穿衣吃饭工作, 迎兵接客, 我们今天讲一切应酬, 都是犯行。 有一点分别执着在里面, 那就不是犯行。 这里面的试根理, 都非常维系, 非常深广, 要细心去体会。 特别在应酬当中, 我们学佛的同修, 跟人家在一块应酬, 这免不了, 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生存。 我们吃素, 人家吃肉, 跟他在一起应酬, 这个时候你心情不清净。 如果起个念头, 他们这些吃肉的, 看到气味也难闻, 这造罪业, 你虽然修的是善, 但是不清净。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他? 这里面千变万话, 无有定法。 我有一个老朋友, 我们几十年, 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他的年岁比我大, 今年大概是七十五、六岁。 他告诉我一桩事情, 所以他对佛法有很深刻的印象。 他没有学佛, 年轻的时候, 在抗战时期, 跟日本人打仗, 他做地下工作, 也就是做情报人员。 南京沦陷之后, 被日本人占领之后, 他在南京做工作, 被日本人发现了, 他们有好几个朋友, 有的被抓到了, 都被杀掉。 有两, 三个逃出来了, 他们逃到南京城外一个寺庙, 日本人对于学佛的都还很尊重。 老和尚看到他们三个人来, 他们三人告诉老和尚, 日本宪兵队要抓他们。 老和尚明了, 马上把他头剃掉, 给他穿一个海青, 大家都在念佛, 叫他插到队里面去, 日本人到处找没找到, 这样子保了命。 日本人投降之后, 胜利再回到南京, 就想到老和尚救命之恩, 这是终身难报的, 于是他们三个人在南京酒楼里面, 叫了一桌很好的韭菜, 恭恭敬敬地请老和尚来应供, 陈毅。 老和尚一来, 那一想, 桌上都是鸡鸭鱼肉这些东西, 才知道这不好, 怎么办? 表现得很尴尬。 老和尚了不起, 坐下来之后, 请大家坐, 照吃, 把他们都吓呆了。 老和尚是不是开了婚, 犯了戒? 没有。 诸位要懂得这叫, 开源, 人家并不是有意的, 诚心诚意, 但是他不懂, 满他的心愿照样吃, 这几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是说明在应酬里面如何修饭行。 假如出家人如果自己有意思, 我不好意思吃肉, 你请我吧, 那就错了, 那就叫饭戒, 叫破斋饭戒。 不是的。 彼此心都清净, 老和尚清净心, 他们是真诚恭敬心,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叫饭行。 这是真正有智慧。 不像我们, 我们功夫不如老和尚, 看到人家吃一点肉时, 在旁边心里不高兴半天, 口里面还低估, 这哪来的清净? 佛无有定法可说, 法都没有一定, 要看当时的情况。 老和尚的开源, 度这些众生, 使这些众生对于佛法, 更能够深刻的认识, 知道佛法活活泼泼, 佛法不是想象当中那样的迷信, 那样的执着,固执, 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 要明了, 然后才可以在应酬当中也修饭行。 五, 广度众生, 大悲也。 亲近心地, 大智也。 大悲大智, 所谓无上菩提也。 然行者不可存一词是大悲大智之念。 少存此念, 便是法治, 不明菩萨。 广度众生, 大悲也,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诸佛菩萨, 佛的四众弟子, 要学佛的大慈大悲。 慈悲就是爱护众生, 照顾众生, 这里面没有任何条件。 无条件的爱护众生, 无条件的关怀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大悲。 亲近心地, 大智也, 心里面有妄想, 分别, 执着, 那是谜, 那个没有智慧。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心是智慧, 心就是智慧。 班若里面讲的, 十相智慧, 十相智慧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起作用是摩索不知, 这是, 班若经, 上常说的, 班若无知, 摩索不知, 无知是清净心, 摩索不知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 它起作用摩索不知。 大悲大智, 所谓无上菩提也, 由此可知,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什么? 就是大悲大智, 就是广度众生, 心地清净。 广度众生, 心地不清净, 有悲无智, 心地清净, 不度众生, 有智无悲, 都不是菩萨。 菩萨的条件, 是悲智等运, 平等的运作, 那是菩萨。 然行者不可存一词是大悲大智之念, 金刚经, 后半部, 所谓是为生无浅, 意思就在此的, 就怕你还有这个念头, 我修菩萨道, 我修菩萨行, 我要修大悲大智, 还有这个念头在, 有这个意思在, 这就不清净, 这就错了。 少存此念, 便是法直, 不明菩萨, 稍稍有这种意念存在, 你还是执着, 前面讲的情直, 情直是烦恼。 这个地方讲法直, 法直是分别, 妄想, 换句话说, 你的清净心上依旧有污染, 不过这个污染比一般污染要轻, 还是有污染, 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清净。 131, 令达五我标示通达, 虚菩提, 若菩萨通达五我法者, 如来说明, 真是菩萨。 这是佛给菩萨说出一个标准, 怎样才能成菩萨? 一定要通达五我, 五法。 这个, 五, 自是贯道下面, 五我, 五法。 一, 正的诸法一如, 未知法无我。 通达一如知诸法, 未知, 无我法。 法无我, 无我法, 这个意思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先要正的诸法一如。 这个地方的正, 跟前面所说的相同, 有浅有深, 浅的是解物, 深的是契入。 解物, 我们一般也讲开物, 某个人开物。 开物未必正果, 开物是理它明白了, 是也明白了, 它自己有没有做到。 那还有一段距离, 自己真正做到, 那叫正物, 那是契入, 也就是得真实受用。 所以, 正的诸法一如, 世间法, 出世间法, 无论是在体上, 是在作用上, 是在性上或在相上, 就像, 法华经, 上所讲的实如是。 实如是, 第一个是如是相, 像是根本, 到最后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 皆是此处所说, 诸法一如, 的意思, 这叫, 法无我。 通达一如之诸法, 为之无我法。 无我法, 的意思, 比, 法无我, 要来得深。 为什么? 它已经契入。 通, 是没有障碍, 障碍去掉了, 我们讲烦恼障, 所知障, 或障, 业障, 暴障, 障碍没有了。 答, 是达到, 说明它已经契入, 这是属于证悟。 前面那个证的里面有深有浅, 这一句里面为深无浅, 这是真正正入。 易如之诸法, 易如诸法跟诸法易如, 有什么不一样? 诸法易如, 是从相上看体, 诸法是相, 易如是体, 性体。 易如之诸法, 是从体上在看现相, 原来森罗万象都是从易如变现出来的。 一个是从相见性, 一个是从性见相, 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 在佛学术语里面, 用, 法无我, 无我法, 这两个名词, 来表达这个意思。 二, 上文, 一二八节, 佛说一切法无我, 因佛以证无我理, 据无我智, 能于一切法中无我, 故曰法无我。 后规节处, 164节, 曰,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是明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 且安忍于无我, 故曰法无我。 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 故曰, 无我法, 也, 由言去分别之忘心, 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而。 上文, 一二八节, 诸位翻开经本能看得到, 佛说一切法无我, 我们回顾这一段, 是尊所说最精彩的几句话。 因佛以证无我理, 据无我智, 能于一切法中无我, 故曰法无我, 我们看这一段细细去体会, 佛实在难得, 的确不容易。 他居然能够在一切法里面, 都通达无我, 也就都做到无我。 这是诸法的真实义, 诸法的真实相, 真实相是无我。 我们凡夫, 二圣, 全教菩萨, 在一切法里面, 都有一个, 我, 这个念头, 与事实真相违背。 事实真相是, 无我, 哪里来的一个, 我。 佛正道彻底, 正道究竟圆满, 见到彻底的真实相, 为我们说出这个事实。 后面是归结处, 在一百六十四节, 知一切法无我, 的乘于忍。 事明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 且安忍于无我, 故曰法无我, 这是说明不但他事实真相, 完全通达明了, 他能够安忍。 安, 是讲那个心安住在那个地方, 忍, 是同意, 认可的意思。 为什么他同意, 认可? 因为事实真相如是, 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无我, 完全同意, 完全肯定接受, 自己也确确实实弃入这个境界。 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 故曰无我法也。 由言去分别之妄心, 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而。 这两句话解释得很好。 这一段为我们说明, 这冥箱当中, 一个, 法无我, 一个, 无我法, 差别在哪里? 总而言之, 佛的意思是教我们离妄想, 分别, 这个念头决定不能有, 唯有离妄想, 分别, 真相才能大白, 这是本无分别的真性。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性里面,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所以妄想, 分别, 执着都是假的, 清静心中没有这些事情。 我们学佛, 没有别的, 就是想明心见性, 就是想恢复我们的真心。 佛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有妄想, 分别, 执着, 你的真心永远不能现前。 不能现前的原因, 就是被这个障碍住, 你必须把障碍去掉, 你的真心才能现前。 佛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恢复真心? 他用意何在? 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 明了之后, 你才懂佛的意思, 你才愿意接受佛的教会。 我们学佛, 目的是不是想求得圆满的智慧? 所谓圆满的智慧是, 摩索不知, 摩索不能, 我们是不是想求这个? 我们是不是想恢复我们圆满的德能, 在一切法里面随心自在? 而圆满的智慧德能, 佛告诉我们, 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确实是圆满的, 摩索不知, 摩索不能, 不是假的, 是真的。 我们可以一念回到过去世, 我们也可以回到未来世, 确实有这个能力。 不但是此界他方应念及到, 神通的能力无量无边, 比孙悟空七十二变, 那真是大巫见小巫, 孙悟空不能比。 我们就是想恢复这个能力, 恢复智慧。 佛告诉我们, 去掉妄想, 分别, 执着, 你的智慧德能就恢复。 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事实真相搞明白, 你才晓得这个重要。 我们学一部经, 这个经为什么这么难? 为什么怎么苦学也不懂? 障碍就是在妄想, 分别, 执着。 把妄想, 分别, 执着拿掉了, 不认识字, 学, 金刚经, 也一接触就通达, 这真有其人。 过去唐朝六祖会能大师就是的。 金刚经, 这么深, 念得人还不懂, 他在旁边听了几句, 他就都懂了。 什么原因? 他心清静, 他心里面妄想, 分别, 执着比别人少, 他一听就懂了。 我们今天无论怎么苦学用功都搞不通, 就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太重了。 佛来讲也听不懂, 也体会不到里面的意思, 真正的原因在此地。 可见得破妄想, 执着的重要性。 刚才说过了, 就在生活上, 一切随缘度日, 不要攀缘。 所谓随缘是一切随顺自然, 这随缘。 攀缘是什么? 我一定要讲求, 那就是攀缘。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要吃什么饮食, 我要怎样怎样, 那里面就是有妄想, 分别, 执着。 随缘是一切横顺众生, 决定没有计较, 随缘度日。 出家人随缘, 完全听从在家人的供养, 供养什么都好。 都没有分别, 这就很好了, 随缘。 不要去要求。 在家人也要懂得随缘,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从事哪一个工作, 都好。 做生意, 今天赚了钱, 很好, 今天赔了本, 也好, 没有得失心。 赚钱, 要认真努力去做, 赔钱, 也认真努力去做, 这叫随缘, 这叫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你的日子很快乐。 得失不相干, 这就好了。 日子好过, 过得很快乐, 过得很自在, 这就叫真正修行, 在修行里面真正得到功夫。 三, 一切法皆无我, 则一切皆无我法。 故自这一持波, 入尘起时, 乃至还至本处, 夫作而作, 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 此正诸法亦如, 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 一切法皆无我, 则一切皆无我法, 可见得, 法无我, 跟, 无我法, 关系非常密切。 你要是不懂一切法无我,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无我法, 无我法, 是功夫。 一切, 法无我, 是知见, 你真正明白, 真正了解, 是解, 后面, 无我法, 是行, 是功夫。 故自这一持波, 入尘起时, 乃至还至本处, 夫作而作, 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 金刚经, 一开端是这么发起的。 世尊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 没人发现。 这一天被虚菩提发现。 当然, 这些都是视线的。 虚菩提为什么不早一天发现? 为什么不晚一天发现, 偏偏这个时候发现? 因为这个时候, 大众的机缘成熟了。 也就是说佛为大家讲, 法无我, 无我法, 大家能够听得进去, 能够听得懂, 听了能觉悟, 这就是原成熟了。 虚菩提跟释迦牟尼佛, 就像表演双黄一样, 一问一答, 他们两个演戏, 让大家看着, 听着开悟。 所以佛法也是因缘所生, 也讲因缘的。 是因缘的, 所以说佛法也是因缘, 我们下词要乐观看着,